清灵狱 正午太阳正盛 一户阳性农户家里传来啼哭声 一名男婴儿出生 应该男婴出生在大白天 所有她的父亲给她取名为阳天白 什么情况 脑子怎么那么乱 一边作着香甜的乳汁 一边消化着脑海中的记忆 不过这副婴儿身体 显然还不能够承受大容量的记忆 不一会儿功夫 她就已经在母亲的怀中沉沉睡去 再一次醒过来 她自己都吓了一跳 想发出声音 却只有音音的叫声 被旁边的妇人察觉 妇人急忙把她抱起 搂在怀中温柔低声地哄着 真是个可爱的小家伙 像孩子她爹 妇人幸福地低着头 宠密地说道 是轮回转世 还是重生做人 这怎么可能 难道真的有轮回转世之说 记忆如潮水般涌入脑海 随之时间的推移 越来越多的记忆 在她的脑海里涌入 她本来是华夏21世纪土木工程 专业毕业的学生 因为吃不下工地领导的大饼 所以在实习期结束后 立马替通跑路 奈何本就来自贫苦地区的贫苦家庭 祖祖辈辈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 读书时 也是马马虎虎采线上了个三本的土木工程专业 在找其他工作后 不断碰壁 断断续续两年 做了近十份工作 最后没办法 只能进场包吃包住 最后存了点钱 买了辆电车去跑外卖 结果刚刚上线 一单没接 就在路口被闯红灯的大货车给压死了 躺在柔软的床榻上 努力地在清理脑海中的记忆 我就这么死了 开什么国际玩笑 花一百多块钱半的健康证都没报销呢 我要起诉这该死的人生 算了 既来之子安之 先搞清楚 目前是个什么情况 再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回去 喜欢的漫画还没更新完呢 就嘎了 转眼间已经过了十二年 杨天白很是猛逼 他现在所在的地方叫攻击村 离他村子四十公里左右的地方 有个小镇叫面北镇 最近的城池 是里他五百多公里的安南城 杨天白只跟着自己的父亲 去过面北镇换取物资 经过他这些年不断地收集信息和调查 发现这不属于历史上的任何朝代 面北镇的生产水平 几乎跟宋朝相差无几 他的父母和周围的邻居 只知道周围几个村子 知道最大的关是安南城的城主 其他的一概不知 每天就忙着重队 然后拿着地理的收成 去镇上换取其他物资 但是很奇怪 宫崎村竟然不用交税 出现纷争一般都是村长和几个长者来处理 村子里的人日春座日若熙 一切都很有秩序 面北镇有书籍卖也有学堂 但是没有科举 想要在城里当官靠推荐 或者投票竞选 这是个什么奇怪的事件啊 继络后又先进的 这几年来的观察来看 杨天白似乎更倾向于 自己喝了过期的孟婆汤 然后投胎到这个世界 既不是穿越也不是重生 本想着靠前世的诗词歌赋 混个咣当当 不过这个世界对文学不怎么感兴趣啊 对科技的发展也不怎么关心 杨天白萌生了 想要去外面世界探索的欲望 不过眼瞎子最重要的 是把日子过好挣点钱 现在这副身体也成长得差不多了 该抛弃幻想脚踏实地了 之前杨天白以为自己是穿越 用各种奇奇怪怪方法来召唤系统 天天在周围瞎溜达 看见奇怪的石头或者物品都带回家 还挨个网上滴血 企图唤醒里面的戒指老爷爷 对此 宫崎村的村民和他的父母 对此很无语 但杨天白的妹妹杨倩对他却很崇拜 没错 杨天白有一个小他四岁的妹妹 他十分疼爱他这个妹妹 因为他上一世也有个妹妹 两世的妹妹都十分乖巧 惹人喜爱 杨倩从小就敏锐地察觉到 他这个外表上看傻乎乎的哥哥 跟其他人不一样 他除了偶尔犯傻之外 好像没有同龄人的志气 还会讲很多有趣的故事 很多奇怪的想法 以及会做很多人没见过的手工品 哥哥哥哥 现在我们该干嘛 还不如回去讲故事呢 你上次讲的东方不败三打百股金 和武松大闹天宫都没有讲完 还有还有梁山博 最后和乔峰在华山论剑的结局 谁赢了 杨倩说道 哈哈 妹儿啊 今天我们要开始搞钱了 我们做产品去卖 赚很多的小钱钱 然后我们去宫崎村外面的世界看看 今天我们先做实验 本想着做玻璃 但是他只知道玻璃是由沙子烧制的 至于是烧什么沙 怎么烧 其他一概不知 过了一会儿 地上出现几块非乎乎的烧焦物 哥哥 这块非乎乎的石头 叫玻璃吗 杨倩疑惑地问道 对的 没错 这块非乎乎的石头 就叫玻璃杨天白尴尬地说道 为了维护自己在老妹心中的形象 只能撒了得慌 可是 他有什么用呢 怎么拿他来赚钱呢 杨倩不解地问道 你晚一点就知道了 杨天白实在不知道怎么解释 就这样打发过去 经过杨天白和杨倩几天的不断努力实验 在旁边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实验记录之下 玻璃的雏形已经出现 虽然无法做到像前世的那种玻璃一样光滑透明 但已经很不错了 经过打磨 已经有九分相似前世的磨砂玻璃了 杨天白感到非常自豪 他相信不断地探索和改变工艺 迟早会有一天能做出光滑整洁透明的玻璃 但是目前他并不打算改进 暂时先按这样子卖了吧 哟 小白 小倩你们咋 还在这里玩呢 小白 你又有什么新发明了 拿来审瞧瞧 说话的是 刘沈是杨天白的邻居 哈哈 这是秘密 刘沈 你晚一点就知道了杨天白笑嘻嘻地说道 对了 小白 你爹刚才在我出门的时候说 如果我看见你喊你回家一趟 你爹有事情找你 应该是有什么好事 我看他乐呵呵的 刘沈说道 好的 马上回去 说完 杨天白跟杨倩一溜烟就一起跑回家了 刚刚回到家 杨天白的父亲就立马乐呵呵地迎上来 小白 你终于来了 告诉你个好消息 你之前弄的那个杂交水到试验田出成果了 这下子我们的粮食产量可以多翻几倍了 还能拉锯城镇 卖换一些其他物资 杨天白这些年除了 除了满世界找戒指老爷以外其他时间也没闲着 从能跑能跳开始就已经在尝试前世的东西 如豆类杂交实验 果树嫁接 弄出来水车 折叠床 香皂 牙刷 等这些小玩意儿 一开始 杨天白的父母并不理解 也不明白 只觉得杨天白不好好种田 尽搞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当杨天白说坐水车的时候 其父母只觉得是孩子的玩闹 直到杨天白做出了一点成绩 才开始慢慢正视杨天白的想法 并且给予支持 经过几年的努力 现在的杨天白一家 在公鸡村也属于比较富裕的一部分人了 有自己的种植员养殖场 现在杂交水倒出来以后 公鸡村的人可以解放一部分劳动力了 他家的产业可以扩大生产 积累财富了 杨天白自从看见了儿子的成就 在公鸡村逢人就夸儿子聪明 目前 公鸡村的村民已经习惯了 用牙刷刷牙 用离耕地 习惯杨天白做出来的藤艺和沙发 且这个范围向着周围慢慢辐射 不少其他村的村民 纷纷上门找杨天白一家定做 杨天白一家跟本村的铁匠和隔壁下河村的木匠则是赚得的盆满钵满 恨不得把脚变成手一起干活 爹 等我们家的产业稳定了 我和妹妹想去读书 杨天白说道 他虽然上辈子是一名大学生 但是这个世界的文字他却不认得 他只教了一些简单的阿拉伯数字 以及计算公式给自己的父母和妹妹 但是想要看懂这个世界的文字 依旧需要学习 他希望通过文字来了解 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世界 这个世界的文字也是象形字演变而来 类似于华夏春秋时期的文字 不过这个世界已经出现了宣纸 杨天白并不清楚 这是什么材料制作成的 虽然纸质并不像前世那样洁白无瑕 反倒像前世古代的纸 不过质量却比前世的纸更好 想读就读吧 反正你在家也不干农活 但是你是想请教书先生来家里呢 还是想去面北镇的学堂呢 杨天白的父亲杨正鼎说道 先教先生来家里教几年吧 现在白儿和欠儿都还小 去镇上也不放心 前年咱家不是扩建了两间房子吗 正好把先生请过来 等孩子再大些 如果他们愿意再去镇上学堂 多认识些同窗 如果可以 讨得先生欢心 说不定还可以去到城里进城主府 给城主当差呢 现在我听说 城主府都是需要识字的 不识字的 还入不了城主府呢 杨天白母亲江青玉说道 据现在的杨天白所知 这个世界并没有什么选拔人才的机制 要是城里的鸡缺人 直接看着何事就招进去了 并不是说前世那样 需要达到什么条件 因为这个世界的绝大部分事情 只要肯学习上一段时间 就可以学会 这让杨天白 有一种实现了大同社会的感觉 因为没有税收 这里的土地很大 事宜生产的田地很多 这个世界的人们 仿佛就像桃花源祭里的人 农民的收入 可以全部归农民所有 多余的可以拿去卖给城镇 杨天白始终没明白 这个世界搞什么运转的 他在公鸡村生活的这十几年里 一切都那么祥和 对 就按母亲大人所说的吧 杨天白说道 杨天白的母亲 是一个十分聪明的女子 杨天白弄出来的东西 基本都是他母亲进行管理 父亲执行 他偶尔还可以 向杨天白提出一些 不错的改进意见 两个月后 杨正鼎带着杨天白到夏河村 找到了之前年轻时 曾经在面北镇读过学堂的 一位姓唐的先生 夏河村是一个比较大的村 里边也有市集 主要是为了附近的几个村 交换生活物资 只有夏河村没有的东西 才去面北镇 先生 您年轻时在学堂 都学习些什么内容啊 杨天白好奇地问道 就是学十字啊 唐先生回复道 啊 就是十字 没有其他吗 杨天白惊讶地问道 其他什么东西啊 唐先生疑惑地问道 啊 没 没什么 杨天白信信道 果不其然 接下来的授课中 唐先生真的只教了十字 并没有什么教材 就是把平时常说的话 一字一句地交着 杨天白的内心 一开始觉得很新奇 但是到后面是崩溃的 仿佛回到了学生时代 被单词的时候 要不是 靠着两世为人的经验 和好奇心的推动 说不定还真不能在这无聊的课堂 坚持地下去 不过杨倩倒是对此乐此不疲 且学习力和记忆力惊人 并不比杨天白差 经过半年的时间 杨天白深感这样的教学方法 实在过于低效 所以经过和唐先生的商量 引入了拼音 按照前世以往的经验 以小故事为教材 同时 宫姬村的其他孩子 也经常来蹭课 没办法杨正鼎 指的再添一些桌椅 要是你这个拼音法子 能够流行起来的话 只要认得拼音 哪怕没见过的字 也能读出来 只要能读出来连连一句话 就能够明白其意思 唐先生嘖嘖称其道 哎 你咋那么聪明啊 真不会是我教出来的学生 竟然跟我一样聪明 唐先生道 杨天白 你说 如果我写上一本书 里面包含了所有的字 每一个字旁边 都加上拼音注释 那岂不是人人 都可以自己识字了吗 哎呀 我怎么这么聪明 真不愧是我 说完 唐先生高兴地离去 什么玩意儿 那不就是字典吗 杨天白喃喃说道 第二章 面北镇 六年后 面北镇 西市区的一间宅院内 一青年正在忙碌地 指挥着一众吓人 这个不行 灯龙要挖那一边 才显得对上好看 还有你 别偷懒了 准备开业了 赶紧麻溜点的 此人正是镇长的二儿子李游 目前是杨天白的跟班 两年前十六岁的杨天白 来到了面北镇进入学堂 同时也结识了李游 那时的李游 正被他爹逼着练武 可他志不在此 便跑到学堂躲了起来 图个清静 正赶上杨天白做生意 需要扩大规模 需要大量的资金入股 所有就把李游给忽悠来了 一开始 李游还是不情不愿的 但随着这些年越转越多 自己也不再需要 向家里伸手要钱了 腰杆子也越来越硬了 在后续做生意的过程中 发现杨天白总是化腐朽为神奇 鬼点子评出 把李游虎的一愣一愣的 就甘愿以杨天白为首 李游 准备得怎么样了 杨天白伸着懒腰走了进来 自从有了李游的加入 自己是越来越懒了 发现这货打底起生意 来比他这个大股东还勤快 白哥 你来了 我办事你放心 有我在没意外 咱们五百强商会 今天保证顺利开业 原本严肃李游 换上笑脸后 乐呵呵地说道 对了 你父亲还没到吗 杨天白看着阵长还没来 便问了问 呃 糟了 我忘记 跟老爷子说日期了 我现在马上去拉他过来 说完便往家里狂奔 没意外 这两年 杨天白凭借着前世的经验 他的财富又翻了几千倍 名下产业有各种各样的嫁接水果 经过改良的水果蔬菜 以及各式各样的酒楼 养殖场 当铺 日用品百货超市 美食城等 最赚钱的 莫过于房地产了 自从杨天白把水泥搞出来了以后 深受老百姓的喜爱 用水泥造的房子 不仅坚固耐用 成本还比青砖墙造价更低 目前 念北镇和周边 已经开始普及了 水泥修桥铺路造房 由于产业过多 杨天白管理不过来 干脆就把这些产业整合起来 成立一个品牌商会 统一管理他自己 则打算前往安南城 扩大产业规模 尊敬的各位来宾 亲爱的朋友 父老乡亲们 大家好 今天是我们500强商会开业的重要日子 我很高兴 能够与各位一起见证这一刻 也非常感谢你们的到来和支持 随着急事一到 杨天白站在台上 进行着商会开业致辞 台下一众 都是镇上有头有脸的人物 镇长则坐在最中间 其余包含和和杨天白生意上 往来的合作伙伴 及其家属 共上千人 现在 我宣布500强商会 正式成立 宴会即将开始 请各位来宾随意享用 随着镇长李红剪彩完成 杨天白和众股东齐声宣布道 宴会上 杨天白拉着妹妹杨倩 缓缓来到镇长的那一桌 今天的杨倩 穿着一袭蓝裙 皮肤白折如雪 眉目如画 长发如瀑布般的黑色绣发 披散在肩上 眼睛深邃明亮 勾勒出一双美丽的毛子 她的身材窈窍玲 阿娜多姿 气质优雅 李叔叔好 杨太白和杨倩对着李红打招呼 哎呀 小白来了 这位是 李红看着杨倩诧异的脸上 出现了一抹难以察觉的异样神色 这是白哥的妹妹 小倩 之前跟你提起过的 李游吃着菜说道 是的 这是我妹 今年刚刚从学堂出来 杨天白说道 自从杨天白不去学堂后 杨倩再也坐不住了 天天嚷嚷着 出来跟着一起做生意 没办法的杨天白 只能带着杨倩出来 多熟悉熟悉生意 好好好 兄妹俩都是人中龙凤 哥哥年纪轻轻地打拼出一个商会 真是年少有为 妹妹也是气质非凡 将来必定有所作为 李红说道 哪里哪里 这多亏了理由 他在里面起了很大作用 没有理由 很多事情也是办不起来的 杨天白也来一波商业互吹 他 我看着长大的 他有什么本事 我还不清楚吗 要不是有你出主意他 现在还往家里要钱呢 李红瞪了一眼理由说道 我招谁惹谁了 刘我就不该大话 啃着鸡腿的理由心十分郁闷 在家挨骂出来 也挨骂 听说你打算前往安南城 打算什么时候去 李红问道 过一段时间吧 等这边的商会走上正轨 估计也要一两个月时间 您能跟我讲讲安南城吗 杨天白道 这安南城区方圆站地百余里 人口千万 其他跟我们面北镇差不多 城里的规章制度 都是由城主府制定 和进行维护 李红说道 杨天白暗暗吃惊 这一个城千万人口 本来面北镇几十万人口 就已经让他觉得惊奇 这怕不是一个小国了吧 对了 正好我向城主府推荐过你 之前你跟我谈的一些 城镇方面的规划 和法律制度的制定 我也向城主大人汇报过了 城主府正缺一个 你这样的人才 不知道你有没有意愿 进入城主府做事呢 李红问道 啊 进入城主府 杨天白压根就没有想过 进入城主府 他就想搞搞潜旅旅游 再找个媳妇结婚生子 虽然自己有些 可以帮助城里发展的政策 但他知道自己也就是半桶水 真要他去做这种劳心劳累的事 他还真不太乐意 毕竟进了城主府 可没那么自由 进了 城主府有什么好处吗 杨天白眨眨眼问道 哈哈 你还是那么精于算计 做什么事情都想要好处 李红哈哈道 那是当然 不要好处我一家老小贺西北风呀 我现在做这生意 吃喝不愁 干嘛要进城主府做事 给自己套上枷锁呢 杨天白道 若是之前我觉得你说的蛮有道理的 不过现在嘛 可能会有你意想不到的机缘 李红故作神秘道 能有什么机缘 难不成还能长生不老不成 杨天白吃着菜八鸡嘴说道 你和杨倩跟我来 李红说着便走出酒楼 杨天白和杨倩对视了一眼 放下块筷子便跟了上去 李游急忙扒拉两口饭也跟了上去 来到街上 李红带着三人拐进无人的小巷子里 这老头带我们来这里干嘛 等等他刚刚看杨倩的眼神有些不对 莫不是他想 其他人并不清楚 杨天白脑补了一个怎么样的剧情 杨天白一只手牵着杨倩另一只手 伸进衣服握紧了刀柄 眼神四处张望 心中警惕起来 不用紧张 我要是想对你不利 你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 李红背着手边走边说道 杨天白不由一惊 李红连头都没回 就知道自己的小动作 心中暗道不妙 想拉着杨倩赶紧往回走 不过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他和杨倩便被李红转抓着肩膀 像拎小鸡仔一样 拎起来飞到空中 杨天白和杨倩看着自己飞起来 呆呆地看向前方 身体僵住 肌肉紧绷 不一会儿 功夫便来到了极力的城外 杨天白双手猛拍脸颊 向后退了一步 把双手紧紧捂住嘴巴的杨倩护在身后 他到现在还是大脑空空的状态 怎么样 没下着吧 李红笑眯眯道 这是什么情况 杨天白颤抖地问道 他现在还不知道 人为什么会飞 莫非这个世界是个修仙世界 没什么 主要是想找个没人的地方谈谈 顺便展示一下老夫的实力 李红道 其实老夫是一个修士 扑通一声 还没等李红说完 杨白天便跪在地上 抓着李红的腿道 天白飘零半生 只恨未封民主 先人若不弃我 运败为还没等杨天白说完李红 便嫌弃地把他踹一遍去 我对你们没有恶意 如果我要对你们做什么 根本不用如此大费周折 李红道 听到这话 杨天白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那个小女娃子过来 李红看着杨倩挥挥手道 还在惊吓中的杨倩 看了看杨天白 直到杨天白点了点头 才敢慢慢挪动脚步走过来 李红上下打量着杨倩嘴里喃喃道 果然没错 什么没错啊 前辈 杨天白问道 你妹妹有灵根 且他有益于常人的体质 如果能够修行未来 注定不凡 李红道 听到这 杨天白大喜 有谁能够抵挡飞天遁地的能力呢 谁不像往常生不老 与话飞生呢 前辈 那我呢 我们是兄妹 我的资质也不差吧 杨天白期待说道 想什么呢 有灵根本就是万里挑一 普通人一家能有一人 有天灵根就是祖坟烧起来了 你还想怎么样 李红说道 听到这杨天白有些许失落 不过自己妹妹能修行以后 靠着仙人妹妹也可以横着走了 想到这杨天白暗暗得意起来 不过你也别担心 原因修饰可以给你开通经络 注就丹田 让你可以吸收天地灵气进行修炼 不过修炼会极其困难和缓慢 用这种办法修炼的人 大部分都只能停留在炼气期 哪怕是侥幸到了筑基后 哪怕没日没夜的修炼 也难以到达金单 大部分人只是修炼到炼气期 增受个十几二十年的就够本了 除非你有天才地宝 加上大能指导 和各种资源堆起来 也是可以继续修炼的 不过越到后面所消耗的资源 会越来越多 李红道 所以 我希望你妹妹能够前往城主府 李红道 前往城主府 为什么难不成城主也是修士 杨天白疑惑地问道 没错 城主算是我师父 虽然没有正式败事 我能够走上先途 也是因为城主大人的恩情 所以我现在在替城主大人 管理城镇和物色人才 你的很多想法和建议 在我和城主看来都很不错 对于城镇的发展也很有利 你妹妹又是个有灵根之人 前往城主府 可以得到城主大人的指导 作为交换城主大人 可以替你开通经络 让你可以吸收天地灵气 怎么样 要不要去城主府 李红玩味地对着杨天白说道 杨天白在思考 他不认为 天底下会有免费的午餐 收获什么 必定会失去什么 目前他还没接触过修仙世界 他可不认为 修仙世界都是好人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万一城主不是个好人怎么办 看前世的修仙小说 那些仙人 可都是把众生当作蝼蚁的 与其去那边过得心惊胆战 还不如像这样逍遥自在 去了城主府之后 我妹妹学成了 需要付出什么条件 杨天白也不拐弯抹角 直接说出心中顾虑 这个嘛 城主并不会让你去做你 不想做的事情 等你妹妹学成后 他可以选择在这里像我一样 帮城主管理城镇 有能力也可以到外面去闯一闯 不过吗 如果到了外面惹事了 切不可将城主大人说出来就行 像天赋一禀的人 会去外面闯一闯 像我这样资质平平的 就选择留在这里 李红道 那我的父母 是不是也有灵根 杨天白问道 很遗憾 之前你带你父母来谈生意的时候 我就见过你父母 他们并没有灵根 李红答道 妹妹 你的想法呢 杨天白对着杨倩道 我 我不知道 杨倩小声道 杨倩内心很纠结 一方面他向往修仙 另一方面 又舍不得自己的哥哥和爹娘 一听到这话 杨天白就知道 杨倩内心的想法 妹妹有灵根 可以修仙注定 跟自己不是一路人 多年以后 自己和父母变成一堆黄土 妹妹依旧留在人世 想到这杨天白 释然 自己的妹妹有更好的路 可以走那座哥哥的 就全力支持他 不过想到以后 自己不能保护妹妹 一辈子不禁感到黯然 前辈 我们去 杨天白眼神坚定说道 哥哥 你放心 等我变强 一定会找到天才地宝 让你和爹娘都能修炼 杨倩道 好 哥哥等着 杨天白笑着回复道 好了 就这么决定了 我先送你们回去 你们准备好 以后来找我就行 李红说完便抓住两人肩膀 往城内飞回去 此时 李游匆匆赶来 看见他们飞走了 又掉头 往城里跑回去 嘴里嘟囔着 死老头 倒是顺便带下我了 第三章 去往安南城 白儿和倩儿回来了 看着刚到家门口的兄妹俩 将清玉开心地朝院里喊道 杨正鼎听见喊声 急忙从里屋出来 满心欢喜地看着俩孩子 杨倩急忙跑过去 和爹娘拥抱起来哽咽道 爹 娘 倩儿想你们了 看见女儿这样子 杨正鼎敏锐地察觉到 情况不对劲 发生什么事情 是不是在镇上受委屈了 爹 娘我们先进屋再说吧 情况有点复杂 你俩做好心理准备 杨天白说道 好好 先进屋来 我先去做两个菜 我们边吃边说 这段时间忙着管理家里面的作坊 我们也没有去镇上见见你们 我们一家四口两个多月 没有好好一起吃饭了 杨正鼎说道 饭桌上 杨天白向父母说明了情况 杨父杨母沉默了会儿 这世上当真有仙人 你们还见过了仙人 然后妹妹有灵根 可以前往安南城 学习修仙之法 是的 杨天白说道 杨倩也在一旁疯狂点头 那这是好事啊 你们放心去 家里的事情不用担心 我和你娘现在都能处理好 大不了 我们再多召谢人 杨正鼎说道 记得去到那边对仙人恭敬些 切不可惹怒了仙人 外边不比家里这单单是路程 就得走半个多月 到了地方 记得寄来一封信报平安 杨母担忧地说道 孩子他爹 记得找十几个好手 把孩子安全护送到安南城 这路途遥远 山路崎岖的 又经常有材料虎报 出没人少了我实在放心不下 杨母转头 又对杨父说道 一村逗留了几日便准备出发了 杨母担心 孩子路上 饿着各种吃穿一个劲的打包好 看着快堆成小山的物资 杨天白一阵头大 娘 我们是去成列 不是搬家去成列 杨天白无奈地说道 路途遥远 路上多被些准没错 说不准什么时候就用上了呢 杨母道 最后 足足用了四匹马 才装完路上物资 杨父则召集了十八个壮年 跟着杨天白和杨倩来到了面北镇 他们先是去找了镇长 大意见前辈 杨天白和杨倩对着李红作一道 现在知道了 镇长是修士恭敬些准没错 行了 不必多礼 就当我是个普通镇长就行了 这是介绍信进入城主府 想要见到城主需要用的 说完把一封信递了过来 杨天白立马小心翼翼地双手接过信封 将其完整地放入随身携带的行囊中 今晚在这里吃完晚饭 明天一早就出发吧 你们自己去吧 我就不送了 李红道 第二天早上 面北镇北边门 怎么你也要去 杨天白跟着李游大眼瞪小眼道 你都不在了 我一个人待着怪无聊的 所以我爹让我也跟着去 李游打着哈欠道 那我们的生意怎么办 杨天白问道 有我爹在怕啥 我这几天我已经安排好一切了 出不了乱子 李游答道 那你的行李呢 你就带着一把扇子就上路啊 杨天白看着孤身一人 两手空空的李游问道 你那不是带了很多吗 所以我就只带了些盘缠 你该不会不管我吧 咱们可是自己人 按你的话 来说就是战略合作伙伴 李游道 杨天白确实有不想管他死活想法 杨夫又在镇上找到了一队三十多人 前往城里的商队 并与杨天白同行 再往安南城的路上 哎呀 杨公子真是年少有为啊 年纪轻轻 就组建了自己的商会 了不起啊 我要是有你这么个儿子 我做梦都能笑醒 我也不必那么辛苦的出来 跑生意了 马车上商会的留言外 对着杨天白说道 你看看这里面 或一大半 都是你做出来的牙膏牙刷之类的 这两年啊 我外出的次数比以往都要多 这得多亏了你 弄出这些实用的物品 你就是我的财神爷啊 说笑着玩 还先开帘子 给杨天白看 哪里 为父老乡亲们做贡献 是我们每个人都该做的 能够带领家乡 父老致父 提高生活品质 一直是我们商会的宗旨 杨天白内心高兴 但还是面无表情地回答道 杨公子大意 刘某佩服干一杯 说完便取其酒杯 一饮而下 放下酒杯又叹气道 可惜啊 最好卖的那些个嫁接水果 和改良过的蔬菜 路途太远 无法带过去 然还能大赚一笔 听到这杨天白沉默了起来 原本他打算再积累些财富 就把火药研究出来 然后榨山剑桥修铁路的 奈何这个世界 是一个修仙世界 现在杨天白满脑子都想修仙 谁又能拒绝飞天顿地长生不老呢 杨公子此次前往南安城 是打算扩大生意了吗 刘元外问道 原本是有这个打算 但此次前去 多半会在城主府入职 杨天白回答道 那真是可惜了 原本还想着 跟在你后边喝点汤 不过在城主府当差也挺好 不用那么劳累 城主府会给当差的 置办衣物和房屋 刘元外道 您对安南城和城主府了解吗 杨天白问道 这一届城主叫魏连兴 平常很少出面 平常的维护治安 巡逻都是由城主府的下属机构来做 因为近些年并没有发生什么大事情 既无天灾也无人祸 所以现在城里的百姓都十分爱戴城主 大体上跟我们面北镇差不多 只不过 那里更加繁华 周围六个镇 都是直接照搬安南城的律令 刘元外回答道 杨天白所生活的地方确实不错 国泰民安 民风淳朴 大家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一切都是井然有序的样子 既没村霸恶霸 也没有贪官污吏 这也是杨天白 同意去往安南城建城主的原因 不然他在知道 这个世界可以修仙的时候 早就跑去给妹妹打听 哪个宗门最好了 不过看样子 安南城主应该不算一个坏人 正好趁着这时候 问问城主一些问题 他有太多的疑惑需要解决了 在经历了一个多月的颠簸 风餐露宿后 杨天白一行人终于到了安南城门口 他现在格外怀念飞机高铁 不过现在是修仙世界 大佬们都忙着修炼 谁会去弄这些东西呢 这一路平静而又顺利 杨天白在城门口 就和商会的刘云外告别 并且找个地方写了封平安信 就交给他父亲找来的几个护卫 让他们返回的时候带回去 安南城一望无际的城池 如同一座天芡 注立在大地上 一进入城门 入眼便是繁华的街道 耳边满是小贩的叫卖声 马车咕噜滚动的声音 哥哥 这安南城好热闹啊 人好多啊 杨倩好奇地打量着周围的一切 确实很热闹 对了李游 你知道城珠府怎么走吗 杨天白转头对着李游问道 我忘了 我也不常来 也就小时候 我爹带来几次李游尴尬地挠挠头道 得 就知道指望不上你 这段时间的饭钱 从你的分红扣 杨天白道 别啊 哥 咱俩可是兄弟啊 你等等我找人问问 李游这便朝街边人群走去 大哥 你知道城珠府怎么走吗 李游对着路边商人模样的人问道 外乡人 第一次进城 男子问道 李游点点头 随即男子拿出牌子 热情笑道问路是钱 带路三十钱 一百钱可包一天当导游 不过要管饭 李游皱皱没 你们这问个路也要钱 你随便一指就行了 你们外乡人不懂 我们这问路都是要钱的 基本都是这个价 我这已经很便宜了 男主道 行吧 你就带我们去城珠府吧 李游说着 就把钱掏出来 你怎么磨蹭那么久 走了 不然等下天黑之前赶不到了 杨天白对着李游道 你知道怎么走 李游疑惑问道 啊 我刚刚问人了 他说往北边只走三十里 就到了 城珠府在城池的中心一带 杨天白道 你问路 花了多少钱 李游道 没花钱啊 问个路还要花钱 杨天白白了一眼李游道 李游白了男子一眼 急忙把钱揣兜里 便急忙跟上杨天白 走了没一会 我饿了 你们饿不饿 李游道 杨天白转头看向杨倩 有点杨倩点点头道 那我们先找个地方吃东西吧 这个多月来吃的都是干粮 正好现在尝一尝安南城的美食 杨天白道 随即 三人便走进路边的酒楼 三位客观里边请 打肩还是住店店小二熟练的 把白毛巾甩在肩膀上 低头弯腰手指着店里面 这家酒楼城设极其简单 进门八米左右便看见前台 左右个摆了十个桌 前台后面两边都有上下的楼梯 楼上是包房 门后面则是院子 里边主要的过往差旅的住宿 和马匹的放置处 你们这里都有什么好酒好菜 都给我上来一遍 我们一个多月 没好好吃一顿饭了 李游对着店小二说道 你吃得完 杨倩看着李游道 没事 吃不完 我们把他绑起来 拿落斗给他灌 杨天白开玩笑道 三人找了个靠窗位置坐了下来 所以 你一早就知道 你父亲是仙人 杨天白小声问道 我在我六岁的时候就知道了 李游道 那你有灵根吗 杨天白道 有啊 你不会没有吧 李游挺了挺胸口道 这灵根难道是标配吗 杨天白内心无语道 那你也有在修炼 杨天白道 并没有 我一开始就是不喜欢被我爹逼着修炼 才跑去学堂躲起来的 所以才遇见了你 李游道 为什么 杨天白和杨倩问道 他们十分不解 平常人屈之若物的修仙理由 却很不情愿的样子 因为不喜欢 我觉得 做个普通老百姓 在安南城快快乐乐生活挺好的 因为 我听我父亲说过 修仙就是要不断争抢各种资源 各种勾心斗角 各种身不由己 而且到了一定修为 需要割舍一些东西 李游道 修仙会割舍什么 杨倩和杨天白疑惑地问道 那你修仙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 李游对着杨倩问道 当然 是为了更强 然后保护爹娘 还有去看不一样的事件 杨倩坚定地说道 比如现在 你有灵根 你可以修仙 如果顺利可以活很久 但是你哥 你爹娘没有灵根 只是一个普通人 百年之后 他们都会死去 而你依然活着 李游道 我会努力修炼 寻找可以延年益寿的丹药 助他们修炼 杨倩道 许多人都是这样做的 但是很多人都没有来得及 你现在想法越是坚定 如果你做不到 那将会成为你的心结 轻则影响修炼 重则迷失自我 想要走出来 就必须让自己成为冷酷无情 对其他事情漠不关心 甚至丧失情感 李游道 我认为人最重要的 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 许多修仙者 无论是自诩的正派 还是作恶多端地磨到他们心里 根本就没有把我们当成人 在他们眼里 我们如同蝼蚁 我不想成为那样的人 李游道 杨天白和杨倩沉默了一会 跟着自己的本心走 人与人的道路是不可复制的 无论你将来变成什么样子 我们都是爱你的 你永远都是我们家的小公主 杨天白沉溺地对着杨倩道 我知道 而且我也绝不会成为那种 为了修仙而泯灭人性的人 谁说修仙了 就一定会六亲不认了 杨倩骄傲点点头说道 哥哥相信你 杨天白道 如果可以 他也想修仙 谁能拒绝飞天遁地啊 奈何自己没灵根 也没系统 其实并不是修仙 就一定会自私自立 而是不自私的人 往往难以存活 李游道 那你这次来 是打算在城主府找差事做吗 李游道 我骗我爹说我来跟城主修炼的 因为你不在了 我没有借口说 跟你学做生意了 所以我还是来安南城 继续壮大我们的事业 你出谋划策 我来执行分城 还是按以前的来 李游道 城交 两人一拍即合 第四章 安南城城主府 三人边吃边聊 很快便把一大桌子才吃完 三人像饿死鬼投胎似的 吃了十几盘菜 惊呆了周围的食客 厉害啊 我去吃席 都没那么能吃 周围重食客说道 三人小腹扁扁地 躺在椅子上拍了拍肚子 吃不下了 真的吃不下了 杨倩拍着肚子道 哥 就数你吃的最多了 李游调侃道 杨倩瞪了他一眼 李游立马闭了嘴 叫你点那么多 就该让你吃完 杨倩美好气地说道 三人吃完便扶着墙 缓慢得走了出来 别走了 咱们坐马车吧 实在走不动了 李游喘着气道 坐马车 你也不怕颠到吐 杨天白道 那怎么办 我也不想走了 杨倩道 我们还是坐轿子吧 至少不会那么颠簸 杨天白道 最终 三人分别来到路边等客的教夫面前 坐上了三个轿子 前往了城主府的方向 不一会儿 三人来到了城主府府门前 我的天啊 这就是城主府吗 这也太大太壮观了吧 杨倩惊叹道 城主府与其说是府 还不如说是一个小城 一眼望不到头的府墙 把三座高耸路云的大山围起来 城门高约四十五丈 人站在府门下 显得十分的渺小 如果这里不是修仙世界 那么就单单城门 杨天白觉得 再不借用塔吊 挖掘机等现代工具 单单靠人力 绝对见不起来 不过有点反差的 是在这种庄严气势磅礴的府门底下 竟是一个菜市场 热热闹闹嘻嘻嚷嚷 充斥着大爷大妈的叫卖声 还有个阿婆 因为摆摊位置太靠里 还跟府兵在吵架 杨天白三人好好奇地 打量着周围的一切 不知不觉就走到了府门前 三位来这是有什么事情吗 门口的府兵 对着杨天白三人问道 随即 杨天白拿了李洪给的信封 我们是面北镇来的 这是面北镇 镇长的介绍信 哦 是来当差的呀 看来又来一个同僚 府兵慢悠悠地说道 卖了一下 随即不可置信地看着三人 态度也更加恭敬起来 三位里边请 先在这里稍作休息 喝点茶水 我现在就去请卫大人过来 说完 府兵转头便小跑出去 一处庭院之内 卫大人 卫大人有人来府里当差了 府兵气喘吁吁地 对着一旁慢悠悠喝茶的男子道 来就来嘛 按流程办事就行了 大惊小怪 男子头也没抬便说道 是红色信封 府兵随即又说道 卫大人停下泡茶动作 抬头说道 人在哪 带我去看看 卫大人对着府兵道 随后 卫明便一路小跑 来到阳天白几人休息的地方 哎呀 三位大人到来 真是有失远迎啊 恕罪 恕罪 卫明对着三人道 这位大人 我们可不是我们大人 我们来这里是 面北镇镇长推荐我们来的 阳天白道 那没错了 你们的推荐信封是红色 等入了府册 那便是大人了 级别上是比我高的 在下卫明 卫明道 这推荐信封有什么讲究吗 阳天白疑惑问道 大人刚来有所不知啊 这推荐信 可以来分为四个级别 只要是在城府内府人员 或者治下的各个镇长 都可以写推荐信 我们一般会安排 其在府内当差 这最低级的推荐信 就是普通的府兵等职位 主要是巡逻 维护治安等 第二等则是蓝色 是有特殊才能之人 第三等则是黄色经过考核后 可担任外府的官职 就如同在下这样的 而这红色 则可以直接进入内府 卫明解释道 这内府和外府有何区别 天白问道 这外府主要是 听从内府的安排做事 内府每一个人官职 都比外府的高 安南城的所有决策 都来自内府 卫明道 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府内的情况吗 阳天白道 这城主府内 最大的自然就是卫城主 然后往下有两名副城主 像天阳大人和纪阅大人 再往下就是三大殿 位于三座山下 分别是太和殿 安定殿 永定殿 其中太和殿和安定殿 主要由向副城主管理 永定殿 则是由继副城主管理 接下来就是外府了 外府对永定殿负责 外府管事为刘江大人 然后就是四个小管事 而我便是其中之一 卫明解释道 三大殿主要是干什么的 阳天白问道 这小的就不便多说了 您到时候 自然就知道了卫明道 那外府总可以说了吧 阳天白道 当然 这外府嘛 分别管理安南城内 东西南北四个区域的治安情况 而在下管理的则是城南区域 卫明道 那行 接下来我们是要去见城主吗 阳天白问道 这个在下不清楚 因为基本管事的都是副城主 我们外府人员见到城主的次数也并不多 我还是先带你们到内府永定殿 看纪约大人如何安排吧 卫明道 随即 卫明招呼 来三辆马车 请三人坐了上去 别问为什么外府到内府会坐马车 因为城主府实在太大了 对于没有修为的普通人来说 阳天白掀开车帘 好奇地张望着路上的景象 城主府外府的房屋倒是不少 想来那些该是府兵们的居所 可一进内府 却仿佛走进了野外山林 不过这风景倒是更美更靓丽 环境也更佳 看着周围优美的环境 让他感觉仿佛置身先进 就连精气神也好了不少 难道这就是修行者所说的 灵气充足的样子 按照套路 想来这内府应该有什么正法 或者灵职之类的 一个多时深后 众人来到了永定殿门口 几位大人先去偏殿等候 容我先去禀报 卫明对着三人说道 看来这内府还真是不简单啊 就连这篇殿都那么气派 理由说道 虽然这些年 杨谦在面北镇跟着杨天白 也见过不少大宅大院 但是 他也不由得被内府的环境给震惊道 看来 咱们得努力搞钱了 杨天白对着理由道 这可不是世俗的钱 就可以就可以做出来的 那些金银 可使唤不了修士 为你建造这些 这时 一阵声音从三人后面传来 三人转头看向问外 只见一袖雅绝俗 身姿玲珑的紫衣女子 缓缓走来 旁边跟着两个侍女 杨倩天灵根 再加上太阴寒体 不错 修炼兵戏功法会事半功倍 威力也会更大 理由 拥有天灵根 却不愿意踏上修行之路的傻子 杨天白 无灵根无特殊体制 但想法众多 且有众多成功经验 属于特殊人才 还没等杨天白等人反应过来 那女子便说出几人的信息 看三人还呆呆愣愣地没反应过来 随即又说到我是纪月 是安南城城的城主 不对啊 未明不是说 这纪月不是副城主吗 信息有误 杨天白心道 纪大人 副的 副的 还没等杨天白问旁边的侍女 服额提醒道 我说小翠啊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副的也是城主 以后记得叫我城主大人 纪月瞪了小翠一眼 好的 纪大人小翠道 见过纪 城主大人杨天对着纪月道 不错 挺有礼貌 等到老城主什么时候 有空我叫他给你开卖 让你也能修修炼 多活些时日 纪月自来熟地 拍着杨天白的肩膀 哈哈道 杨天白被拍得生疼 感觉整个肩膀都快散架了 但他不敢表现出来 只能咬紧牙关坚持着 你们先去挑个住处吧 寻好后来 主店找我 说完便开心地向门外走去 等等 纪大人我是陪着他俩来的 我就不用在城主府寻住处了吧 李游对着纪月说道 纪月转身对着李游 是这样子的吗 可你爹那小子在信中说 你可是来这修炼当差的 还托我对你特殊照顾呢 如果你干与修炼无关的事情 我可以 说完那大长腿 便一脚过来 然后踹在李游胸口 杨天白只觉得 有一颗黑乎乎的炮弹 从身旁飞过去 李游整个身体 撞在大垫柱子上停了下来 在地上翻滚几圈之后 吐了一大口血 便再也爬不起来了 可以拿你当沙包 随便打只要不死就行 有的是办法治好你纪月的 带他下去疗伤 然后再带他去主店 纪月对着身旁的侍女说道 好不容易才来几个 可以使唤的人 现在正缺人手 傻子才把你放跑纪月心道 随即便转身走了出去 杨天白和杨倩在旁边 直直站着 一动不敢动 生怕既大人不高兴 也给自己来一脚 这女人太彪悍了 以后绝对不能招惹 杨天白心里 暗暗告诫自己 等纪月走后 杨天白掀开肩膀 只见他刚刚被拍过的肩膀 又红又紫 上面还有淤血 小翠姐姐 我觉得我也需要治疗一下 看着自己的肩膀 杨天白可怜巴巴地说道 小问题 以后你习惯就好了 疼痛是正常的 小翠道 我 斜杠 肚肚 反斜杠 杨天白很无语 你抱着他跟我来 侍女小翠 指着理由 对着杨天白道 杨天白看着自己的肩膀 果断提着理由后 衣领拖着走 因为实在抬不动了 两天后 伤好了的理由 跟选好住处的杨天白 和杨倩一同来到了主店 现在的理由 已经不再敢提出离开了 那一脚 让他感觉五脏六腑都碎掉了 杨倩和理由过来 纪月对着两人说道 然后拿出一本 练气诀 出来 拿回去 你俩轮流抄下来 抄完以后 这本还回来给我 抓紧修炼 炼好了有任务做 两人如同小鸡 啄米似的疯狂点头 这几天 你们就跟在我身边 我让小翠和小霞 指导你们修炼 纪月随即又说道 至于你杨天白嘛 内府唯一一个没有灵根的人 不过鉴于你之前 展现出来的创意 我还是有任务给你的 我知道我没有灵根 但也不用特意说吧 杨天白内心郁闷道 随后 纪月让下人拿出一个托盘 上面放着一些杨天白之前 弄出来的嫁接水果和杂交水道 这桃子和李子一起接出的果实 我以前还从未见过 纪月拿起果子便咬了一口 你能让粮食产量增加 又发明了水车提到了灌溉效率 还能弄出一些奇怪的水果蔬菜 精通商骨 还弄出来新的物种罗 对于治理城镇也有独到的见解 说的杨天白都不好意思了 他都不知道自己那么厉害 在开卖之前 先给我根据你的能力 给了你几个简单的任务 先做一做 首先 这牛力气比马大脾气比马好 但马的灵活性更高 速度更快 为了提高耕种效率 我要你像弄出罗一样 弄出一个新物种 它比牛更加快 更加灵活 比马更温顺听话 杨天白听到这瞪大了眼睛 除此之外 我还要让马也能飞起来 因为道路崎岖 要是马能驮着货物飞起来 能省下不少时间 杨天白听到这已经目瞪口呆了 这怎么可能实现吗 升职隔离他不允许啊 进 城主大人 你的意思 是你想要一个牛马 这牛马还得能上天 杨天白不可置信说道 对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我已经了解到你弄出罗的时候 找来了一头驴和一匹马 我已经让人 把最强壮的马 和最强壮的牛 以及飞得最快的鸟抓来了 就在马轿里面 然后空闲时间 再写一本管理城镇的条例 等这些事情 做完你再去田里 再把粮食产量 让它再翻几倍 一个月内把它们弄好 这对你来说不难吧 纪约问道 不是不难 而是根本办不到啊 杨天白欲哭无泪 就在刚刚 他甚至想立马逃走 纪大人 不是 杨天白擦着冷汗道 最多给你三个月 不用跟我说什么困难 东西都给你准备好了 有困难 你要想办法克服 不要事事都要我去处理 我很忙的 人都是 在困境中成长的 你努努力 猛猛干 争取让牛马出生 将来的你会感谢 现在努力的你 说完 纪约向杨天白 投来鼓励的眼神 杨天白无语了 想反驳 又不知道说点什么 第五章 开麦 纪大人我们快走吧 城北的戏剧要开始了 我们赶紧过去 不然要开始了 小崔 趴在纪约的耳边 悄悄说道 你们事情我交代完了 你们去办吧 我先去处理公务了 说完 纪约带着小翠和小霞 瞬间消失 现场只留下 面目猙獰的杨天白 一脸哀怨的理由 和眼睛闪闪发光的杨倩 哥 低头会飞的牛马 要先给我 我要骑着回家给爹娘看 杨倩眼睛里发着光 兴奋说道 杨天白欲哭无泪 甚至都已经想好 三个月后自己埋在哪里了 但是 作为打工人的杨天白深知 当领导交代了一个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时候 不能着急拒绝 也不能直接否定 博了领导面子 最好的办法 就是按领导的要求做 遇到问题让领导解决 解决不了就一直拖着 拖到最后 就一定会解决 要么不了了之 当杨天白来到马厩的时候 被震惊了 他震惊的不是牛和马的强壮高大 而是牛 牛 马这三个都是公的 他知道会很困难 没想到这困难那么大 不但要解决生殖隔离 还要让公牛怀孕 这修仙是不是会让人变笨啊 这纪大人 怎么连常识都没有啊 好歹丢我个一公一母吧 然后 杨天白便开始装模作样的干活 有人经过的时候就训斥马匹 没人的时候就打盹 一个月后 杨倩兴致冲冲的找到杨天白 哥 你看一个月了 我已经能引 灵气入梯了 学会了一门叫 初始灵觉 随即变双指 和井指向一旁的碗口大的树 只听羞的一声 两指间发射出一道灵力法术 打向一旁的树 只见树木出现了几毫米的崩口 树皮部分已经掉光 这要是打在人身上 虽然不至于打死 但是剑鞋肯定是要有 杨天白是真真实实 见到了神通法术 羡慕极了 只希望城主赶紧给自己开脉 让自己也能体验体验 妹妹好厉害 以后得靠你保护了杨天白道 理由呢 他练得怎么样了 杨天白道 他呀 跟牛一样 修炼上不情不愿的 拿鞭子抽一抽 才肯往前挪一挪 小翠姐姐不督促他 他就停下来歇一歇杨倩说道 仿佛就像一个优等生 对不思进取的岔生的鄙 好家伙 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杨天白真想拿理由的 灵根安到自己身上 对了 你们除了修炼 还有其他任务吗 暂时还没有 不过小霞姐姐说 等我们修为再高一点的时候 会让我们去利用法术种田 听杨倩那么说 杨天白感觉仿佛进入了黑心工厂 到了第二个月后 杨天白左判右判 终于判来了 整日不见踪影的城主 杨大人 城主大人 让你去一趟主店 下人对着正在假装努力的杨天白禀报道 终于 老子也能修行了 哈哈 杨天白哼着小曲 一路小跑前往主店 一到大店门口 便看到一男子坐在主位上 而两旁则是两位副城主 向天阳和纪月 再跟三大店的人员 也在讨论一些事情 杨倩和李游 则在一旁安静听着 报告 杨天白在门口 如同军人般一样 站着笔直 朝大店进离 众人被这一声突如其来的声音 打断了谈话 那个 那个谁你要报告什么 城主为连心问道 城主大人好 季大人 向大人好 诸位同僚好 我报告 是想说我来了杨天白说道 那就直接进来就好了 下次不用搞那种奇怪的姿势 哦 好嘞 随即杨天白便信心进入大店 找个地方坐了下来 刚刚他也是犯魂 来到大店门口 不知道可不可以贸然进去 脑子一抽 就想到跟上学迟到那会儿一样 在门口喊报告 对了 之前你写的一些 关于城镇发展的建议和规划 我虽然从未见过 但详细研究了一下 无论是面对现在的困境 还是长久的未来 还是有很多好处的 所以我打算今后的城镇发展规划 以你的意见为主 正好今天大家都在 就来谈一谈 现在安南城所面临的问题吧 看看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魏连心对着扬天白道 那可不嘛 这些建议可是结合了 古今中外的优点 以及靠他绞尽脑汁 凭着记忆抄的 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 安南城经过几百年的发展 人口已经有了千万 目前能够耕种的土地 已经不多了 可能再过个一两代 这片土地的粮食产出 将不能再满足那么多人的需求 不过你的杂交水稻 以及改良的水果蔬菜 都可以缓解一部分 如果想要长久解决 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魏连心问道 什么玩意儿 粮食供应不够 这不是很好解决吗 去外面买啊 跟周边地方交易啊 开通商路 流通商品啊 杨天白不明白 那么这种问题 修仙者会想不到吗 难道修仙真的会变笨 用智商换来的力量吗 城主大人 我认为食粮不够的话 首先可以向周边区域购买 开通商路民众自由贸易 杨天白道 向其他地方购买 我们已经在做了 但是民众自由贸易 这个实行不了 魏连心摇摇头道 可能你还不了解 我们安南城 其实就像是一个孤岛 是很久以前 大能修士 在这里战斗 所产生的大陆碎片 周围都已经被打穿了 露出了虚空 普通人无法穿过虚空 而且越靠近虚空的地方 环境越恶劣 动植物和普通人 根本无法生活 连靠近都做不到 能够穿越虚空的 至少都是原因修为以上 才能凭借肉身 短暂通过虚空 而且 也很容易在虚空中迷失 大部分金丹 或者金丹以下修士 都是依靠非洲 或者其他法宝 才敢踏入虚空 魏连星道 难怪自己没有听说过 安南城以外的地方 原来自己一直生活在孤岛之中 不过这孤岛稍微大了一些 那有没有什么办法 能够让普通人 也可以去外面 或者让别人来这里做生意 杨天白又问道 不太现实 想要让普通人出去 就必须在两地建立 两个大型传送阵 我们连建 建造传送阵的材料买不起 仅有的零食 也只能勉强维持 内府的距林镇正常运转 不然我们连境界 都维持不了 想要让别人来这里 做生意更困难 一方面能有这个实力的 都是大商会 里边都是修仙者 而我们这个地处偏僻 没有修仙者能够看上的资源 而普通人 又没有这个实力 再者 这个地方不便让太多人知道 否则会有灭顶之灾 魏连星道 灭顶之灾 这是什么情况 难道这里是什么秘境不成 或者这里有什么隐秘的奇珍异宝 那这样的话 自己是不是可以去碰碰运气 城主方便告知 为何会有灭顶之灾吗 杨天白试探性问道 没什么 就是我外边的仇家太多了 我其实是躲在这里的 万一被我的仇家发现 顺带灭了安南城 只是随手的事情 仇家多城主 是干了什么怨天尤人的事情了吗 看他样子 应该不是个坏人 难道是秦债太多了 大概率是这样的 杨天白心中分析道 那我们能够购买回来的粮食 能有多少呢 杨天白问道 目前为止 只有我一个人 能勉强凭借肉身横度虚空 其储物介质空间并不大 所以并不多已是卖粮食种子 而且来回需要两三个月 甚至更久 魏连心无奈说道 无法通过贸易手段 获取的话 只能不断想办法 提高粮食的产量 丰富粮食的品类 做到因地制宜 把土地的利用率 开发到最高 城主大人 您下次外出时 可以多留意 哪些东西产量高 哪些粮食在恶劣的环境下 也能够生长的植物 或者易饲养的动物 杨天白道 以前倒是没有往这方面去考虑 下次去多注意 今天就先到这里吧 杨天白你上来 我给你开麦 让你能够修炼 后续很多工作需要来做 得有一副好身体 魏连心道 来了 终于来了 万岁 哥也是可以修宪的了 杨天白高高兴兴 跑上去做好准备 你脱衣服干嘛 你想干嘛 魏连心疑惑地看着 把上衣脱到一半的杨天白 哦 我看小说传工都是 脱掉上衣盘腿而坐 然后从背后传的 难道不是这样子吗 杨天白道 快穿上 开麦不需要那么麻烦 还有以后少看点花本 容易变笨 有点疼 你忍一下 开玩笑 疼痛怕什么 只要能修仙 什么疼痛 什么痛苦 杨天白自认为都可以忍受 为了那飞天遁地的长生大悼 只见魏连心手指向杨天白脑门 只见出现一团灵光 缓缓没入杨天白的眉心 顿时杨天白头痛欲裂 这种疼痛 瞬间遍布全身每个细胞 就好像脑袋不断炸开 又恢复又炸开反复循环 杨天白痛苦地趴在地上 大汗淋漓 咬紧牙关 杨倩在一旁 焦急地想要上去帮忙 却被纪约拦了下来 只能握紧小手 焦急地望着杨天白 此时的杨天白 已经意识模糊 衣服已经被汗水浸透 大脑已经感受不到疼痛了 靠着本能艰难地爬起来 还没站稳 顿时感觉突然有一股电流在身体蔓延 杨天白顿时两眼一黑 直挺挺地倒了下去 杨倩急忙冲过去扶住 成了 带他下去休息吧 杨威廉心道 三天后 我睡了多久 杨天白对床旁边的外府人员问道 杨大人 你已经躺了三天两夜了 我去给你拿点吃的补一补 顺便去禀报杨大人 两天他常常过来看您 他说 您要是醒了 就去通知他 外门侍从回答道 好的 去吧 杨天白回复道 他现在感觉 就像是在流水献上了三天三夜的夜班 然后回家 倒头就睡刚刚醒的状态 浑身上下感觉神清气爽 面色红润 除此之外 没有其他感觉 那种疼痛感觉 只是一场梦一般 哥 你终于醒了感觉怎么样 杨倩跟李游走了进来 对着坐在床边喝粥的杨天白道 感觉还不错 就像睡了一个美觉 刚刚醒来一样 杨天白伸了身懒腰 向两人展示 诺 这是我帮你抄的 运灵觉 初始灵觉 化水术 青银术 这些我都已经学了 再过一个月我就去城外做任务了 看这几本书 杨天白高兴地接了过来 什么任务啊 就是去外城种粮食的区域 用法术种粮食 我已经炼器中期了 去那边直到炼器后期 再回内府突破 杨倩说道 你是说 城里的粮食 都是内府的修饰种的 之前还觉得奇怪 那么多人口的城镇 哪里来的那么多粮食 而且 内府三大殿其他人 也不知道在哪里 三大殿目前在侧的修饰 除去杨天白三人 总共二十几个人 除了季月大人和小翠 小霞偶尔出现在内府之外 其他人这几个月 都没有见过面 感情都是去打黑弓了 翻开杨倩和理由 带来的三本功法 首先翻开第一本 运灵诀 灵气存在于天地大道 产生于世间所有生灵 任何一种生灵 只要存在 必定含有灵气 直到该生灵灭亡 它所带的灵气 也会随之消失 任何生灵所产生的灵气 都是特定的 不会随着任何外力增加或减少 每一种生灵的灵气含量 和产生出都不一样 有的的生灵蕴含灵气大 有的则少 修炼的过程 就是不断使用灵气的过程 通过灵气养孕身体 不断改造身体 使得身体进入 更高级别的生命层次 以此 让人体能够储存 和运用更多的灵气 翻开第二页 则是一些关于 如何通过灵根感悟灵气 人后引气入体 还有口诀 剩下两本则是功法 主要是灵气在体内的 运用和口诀 这需要在第一本的基础上 才能实现 和尚书本 向两人问到 你们感悟灵气 然后引气入体 需要多久 我半天就已经感悟到灵气 一天就能引气入体了 杨倩道 我十天感悟 一十五天 引气入体理由道 怎么感悟灵气啊 杨天白问道 放空思想 默念口诀 细细感受周围的灵气 等你感受到它的存在 就尝试把它引入你的体内就行了 杨倩道 接下来几天 杨天白除了吃饭睡觉 就是在打坐修炼 时间一晃 就来到了的三个月 这天杀的灵气 到底在哪里啊 怎么感悟啊 杨天白坐在床上 又再一次陷入了崩溃 这几个月来 他按照书本上的内容 修炼了不下几千次 口诀心法 已经倒背如流了 期间还去请教了杨倩和纪月他们几次 但都没什么起色 到现在连灵气的影子都没有看见 第六章 安南城的过往 杨天白顶着黑眼圈 靠在主殿的柱子上 昏昏欲睡 一大早就被纪月叫了过来 昨天他还在通宵研究 如何感悟灵气 怎么样啊 还没感悟到灵气吗 纪月问道 还是没什么进展 杨天白无奈感叹道 难不成是自己的悟心太差了吗 都两个月的时间了 难道是自己没有灵灯的原因吗 杨天白很想去找城主问一问 可是城主一直不在 这让他很苦恼 我要的会飞的牛马 静感的怎么样了 纪月问道 糟了 这段时间一直忙着修炼 已经把这件事给忘了 杨天白心里顿感不妙 不过他还是正了正身 不紧不慢地回复道 静展坡风 我现在正在研究 如何才能让雄性怀孕 你看我研究的黑眼圈都出来了 这几天我是吃不好也睡不好 你糊涂啊 雄性马合 怎么会怀孕呢 纪月说道 可是那三只都是雄性的 为了满毒强壮 耐力好还会飞 所以我打算先研究雄性怀孕 来实现它 不过这项研究毕竟没人做过 所以我也是从零开始 需要的时间也不确定 杨天白一脸认真的回复 咦 那三只都是雄性吗 纪月疑惑问道 他抓的时候 只看强不强壮 压根没有考虑过这个性别问题 那算了 我晚一点 再去抓点雌性过来 进 城主大人 那个魏大人 什么时候回来啊 杨天白可怜巴巴问道 这个我也不清楚 近几十年年 他总神出鬼没的 纪月摇摇头道 算了 你直接去藏书阁碰碰运气吧 兴许那里有解决的办法 纪月道 杨天白来到了藏书阁 这藏书在安定殿附近 平时他很少来这里 原因是因为太远 现在的他没有修围 只能靠走或者坐马车 咳之一声 藏书阁厚重的大门被推开 看这样子 看来这地方很少人来 里面桌子都有了些许灰尘 整个藏书阁 占地五百来坪 分为三层 一楼中间是一个空旷平地 走过平地 来到了后面的台阶 走上三节台阶 便看到了二楼楼梯入口 和一楼后半部分区域 后半部分区域 放了几个空书架 零零散散的书本放在那里 大部分都已经发霉 杨天白拿去几本 顺便翻阅了几下 很多字已经看不清 大部分都是一些低阶修炼功法 对于现在的杨天白来说 没什么用 在一楼待了大半天 一无所获 便来到了二楼 这二楼的书 倒是保存的比较完整 而这里面放的 却不是什么功法 都是些民间小故事 医药 占卜之类的 就在这时 杨天白不经意 拿起角落的一本书 翻阅了起来 天德十六年 天保皇帝率领大军 攻打周边部落 好家伙 原来安南城还有历史 原来还出现过王朝 只是不知道 为什么这些历史 被刻意隐瞒了 现在安南城的人 历史却无人得知 杨天白饶有兴致地 看了起来 又把其他书本 也翻了个遍 根据书中记载 杨天白大概推测 安南城往前 至少经历过六个王朝 到最后一个王朝 几朝后就断了 难道是城主 推翻了几朝 建立了安南城 然后又隐瞒了 之前王朝的存在 那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杨天白带着疑惑和不解 一无所获地 来到自己的住处 唉 看来还得再试试 说着便打坐默念着 早已烂熟于胸的口诀 往后的日子里 杨天白除了修炼外 也开始忙着发展城镇 不断规划道路 新修水利 改良种植技术 发展手工业 一切都欣欣向荣 时间一晃就过了两年 杨天白也到了二十岁的年纪 杨倩的修为 已经来突破到了住基期 真是不容易呀 人比人 气死人啊 杨天白仰天常叹道 他在半年前 才感悟到灵气的存在 前不久才能够引气入体 但他发现 只要他不修炼 灵气就直接停在身体里不动了 也不留走全身滋润身体了 然后没几天 慢慢就消散了 又得重新引气入体 而像杨倩和理由这种有灵根的 则引气入体后 灵气便无时无刻都在滋润的身体 无论吃饭还是睡觉 而像杨天白这种 要时时刻刻都修炼才可以 一停下来 直接回到解放前 而且灵气入体的效率 比起有灵根的人来说 那差的不是一丁半点 哪怕后面有了修为境界 也要时时刻刻修炼 才能维持境界不掉 而有灵根则不需要 难怪李红说开麦修炼的人 大部分只能停留在练气期 我看开麦能突破到筑基 简直就是神人 跟有灵脉的相比 就是自行车跟高铁比赛 自行车还都是上坡路 一下子不登就溜回原点 不幸这样走 恐怕到老都无法突破筑基 得想想办法 杨天白正抓耳挠腮地 思考着自己的未来 时得到了城主回来的消息 这城主两年了 终于再一次露面了 你很不错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 这两年在你的治理下城镇的发展 真是日新月异啊 魏连心欣慰地说道 这都是城主大人领导友方 再加上各位同僚的支持 才有现在的局面 杨天白谦虚道 你倒是谦虚 魏连心道 城主大人 这段时间您去哪里了 杨天白疑惑道 我去找你所说的高产粮食了 不过路上出了点意外 随即便一挥手成堆的东西 从储物借着出来 很快就堆积成了小山 杨天白看着许多没见过的植物道 随即便叫来了人 让他们下去培育 经过两年时间的培育 已经有专门培育高产粮食的团队 城主大人 我能问问发生了什么意外吗 杨天白小心问道 也没什么不能说的 被仇家追杀了而已 魏连心道 我能知道为什么原因吗 我实在好奇 杨天白扭捏地问道 也没什么 就是他们误会我身上有秘宝 追杀我而已 想要得到宝物 魏连心无奈道 准确来说 是我师父的宝物 魏连心又说道 大概1400年前 我还是孩童的时候 就已经生活在这里了 那时候 我无父无母生活在北边 也就是现在的西陵镇一带 靠吃着百家饭长大 那时候人们生活还很安定 等我长大些 便在那里娶妻生子 那时候 大概还是几朝吧 在我25岁的时候 发生了战乱 一个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邪修 企图将我们所有人 都炼化来提升实力 而我师父正好路过 和那邪修大战三天 从南达到北 许多人都看到了 才知道这个世界真的有先人 随后人们便不再追求安定的生活 一心想要得到成仙 就这样越来越动乱 而我的妻儿 也死在了那一次动乱之中 说到这眼底露出来悲伤的神色 那一场动乱 带走了整个王朝七成的生命 因为那名 邪修在一个人地方留下来功法 王朝之中不断有人争抢 也不断有人去寻找我师父求仙 最后既然巧合 知下我师父看见我天资尚可 便收了我为徒 而我也一直跟在他身边 漂泊四百余年 魏连心道 您师父是河门河派啊 杨天白问道 我师父原先是一个修仙家族的少主 后面家族覆灭 便一直做散修 无门无派 行走各地 探索秘境 后面在一所秘境里面 我和师父找到了一颗珠子 但我们并不知道那是什么 后来被人发现 后面就不断有传言说 我们拿到了质宝可越界战斗 不断有人追杀我们 最后 我和师父在逃亡过程中分开了 过了段时间 我听说我师父死了 但是他们并没有在他身上 看见那个宝物 所以他们推测 宝物现在在你身上 杨天白问道 没错 战斗过程中 我损伤了根基 这辈子突破无望 想要修复需要天才地宝 不过那些东西 不是我一介散修能够得到的 所以 我就悄悄回到我长大的地方等死 想死在妻儿旁边 但是我万万没想到 在我离开的几百年里 这个地方不断发生战乱 死伤无数 所以我就靠着修为统治了这里 但是当他们都知道 我是修仙者后 天天有无数人来求着修仙 甚至抛弃弃子 一跪几十年的 连血肉都和大腿连接在了一起 这样的人不在少数 所以我为了能够让这片土地 能够安定下来 我便开始隐姓埋名培养自己人 把所有关于修仙的书籍 话本说一并烧毁 严格控制言论 那时候死了很多人 渐渐地经过几代人的发展 很多人已经淡忘了这些历史 而我也会寻找有灵根的人来培养 帮助我管理城镇 秘密处理那些反叛我的人 所以才有了如今的安南城 魏连心略带悲伤地说道 原来如此 杨天白这些年的疑惑 总算解开了 所以我才禁止你们 在外人面前展示修为 就怕他们又经不住诱惑 而发生像以前那样 而我已经无力再处理这些事情了 魏连心感叹道 如今的他 寿命也即将走到了尽头 只有百来年 可活了他 只想平静地度过最后的时间 听到这杨天白 已经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了 便岔开话题道 城主大人 我发现我开卖两年来 直到近段时间 才能引气入体 这速度是正常 还是不正常呢 我也不知道啊 魏连心回复道 啊 杨天白瞪大了眼 疑惑地看着城主 我就是个散修 很多消息都是从我师父那里得来的 我的确见过一些开卖修仙者 他们几乎都是练乞乞 除非家族有资源的 才有可能凭借资源更进一步 至于他们修炼速度 我就不得而知了 你想要更进一步不可能了 安南城的资源攻不起 就连藏书阁的功法 都是我从修仙城镇路边摊买来的 至于你想要出去寻求资源 也不太可能 没有非洲我 无法带你穿过虚空 这一千多年来 只有三百多年前 圆安定店的店主 依靠自己闯过了虚空 听到这 杨天白也算明白了 他这辈子 就注定只能到练习期 增兽个十来年 想要修炼 奈何没功法 没资源 还无法穿过虚空 随即 杨天白也看开了 不再一心执着于修炼了 潜心发展安南城吧 杨天白越发忙碌 安南城的发展越来越好 已经开始全面铺设水泥路 发电站的研究也出现了成果 奈何因为资源问题 很多事情无法开展 渐渐的 杨天白这个名字 在安南城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和认可 两个副城主 一个人整天不见人 一个整天想着偷懒 其他内府人员都在忙着修炼 或者做具体任务 杨天白则天天下到城镇调研 做着发展民生的工作 公鸡村到安南城路上 杨天白和李游 骑着马慢悠悠地往安南城走 今天他们刚刚木修和家人团聚分开 你现在可是越来越出名了呢 声望都已经超过城主 现在的人一想到城主府 想到的人不是城主 而是大名鼎鼎的杨大人 李游对着杨天白不断打趣 你就别说风凉话了 我们的五百强商会 已经搬迁到了安南城有一年多了 什么时候才能开始盈利 我的李大管事 这商会 亏欠他不赖我呀 都是你拿着钱去发展城镇了 这不赖我呀 李游无辜道 现在的五百强商会 经过杨天白的运作 已经成为了安南城最大的企业 掌控着整个安南城的经济 杨天白的父母 原本是打算来安南城居住的 但是他们 还是习惯了在小鸡村的生活 过来住了几个月 便放心不下那边的作坊给别人管理 就回去了 现在杨天白的修为 也还停留在练气初期 便难以进展了 而杨倩已经到了住基中期 李游也到练气后期 现在的杨倩 使用功法赶路 从安南城回到小鸡村 也只要一天时间 而杨天白还在骑马赶路 李游因为不想那么早回去当牛马 所以陪着杨天白慢悠悠赶路 因为修了水泥路 原本一个多月才能到达的路程 仅仅二十天就到了 第七章 意外发生 杨天白现在坐在主店位置上 处理着这段时间各地的生产情况 现在现在在城主不在的情况下 两位副城主 又无心处理这些繁杂的事物 许多人都已经默认给杨天白处理了 渐渐地 整个安南城杨天白 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外府主心骨了 突然 魏明来到店中说到杨大人 出事了 北岭镇叫紫河村全村两千多人 一夜之内全部死亡 死亡原因不明 杨天白听完眉头紧皱 这些年来 整个安南城连个杀人案都没有 最大的案子就是 两男子在大街上争风吃醋 打得头破血流 最后那女子还有了丈夫 这一下子出现这么大的事情 杨天白顿时觉得 事情不简单 把来报的人带进来 然后去叫纪大人一起过来 杨天白吩咐道 不用叫了 我已经来了 纪约不知道什么时候 出现在门口 缓缓走了进来 十天前 属下正在巡逻 紫河村附近的去幼村村民 王敏江 哭哭啼啼地跑到镇上 告知我们 他原本打算一早上去找生气 吵架回娘家的媳妇 结果去到一看 昨天还好好的人 今天去看 就已经蹊跷流血 受骨淋漓地死去了 他老丈家几口人无意活口 他又去叫隔壁邻居 但是敲了好几家 都无人回应 索性就闯了进去 发现好几家都是这个情况 他又在村子奔跑喊人 但无人应答 随即便找到了我们 当我们去看的时候 确实如他所说 全村上下无意活口 一夜之间 全部离其死亡 且死者都是欺窍流血 骨瘦如柴 仿佛是被鬼魂吸干了精气一般 小的便快马加鞭 一路马不停蹄前来汇报了 汇报之人 不断喘着气说道 你们镇长徐江河呢 他在哪里 安南城各镇的镇长 都是修士 都有着至少助机器的修为 而这个徐江河就是助机后期修为 像这种情况 应该是徐江河去处理 他处理不了 才来安南城汇报 以他的修为 来回一天就可以 何至于让普通人跑了十天 我们镇长昨天晚上也失踪了 我们找不到他 现在北领镇有指挥使在处理 好的 我知道了 魏明先带人下去休息 杨天白对着魏明吩咐道 随即 转头看向纪月 纪大人 你怎么看 我去现场看 说完便纪月消失了 只留杨天白一人在原地 现在的杨天白很无奈 你倒是带我一起去啊 现在他的修为 只是比普通人强一点 要赶过去 也要差不多十天 他想了解情况 奈何交通不便 也没有手机电话 倒是有传讯符 不过呀 才几张 对于安南城来说很珍贵 况且杨天白也不会用 纪月带着小翠和小霞 来到了紫河村 现在这里 已经被围了起来 任由尸体在里面腐烂 周围只有几个 在本村有亲戚和阴外 当晚没有在本村的人 在那里穿着笑衣边哭边烧纸钱 其他人则觉得 这里面有邪碎 害怕沾染晦气 纷纷远离 纪月来到人群中 道我是纪月 你们城主呢 随即 一穿着官服的男子迎了过来 纪大人 我是北领镇的指挥使务江波 我们城主大人 在案发的那一晚 也离其失踪 目前为止下落不明 小的不敢自作主张 所以先把案发现场保护了起来 等大人定夺 有什么发现吗 纪月又问道 全村2781口人 除了案发时 不在本村的61人外 其余2720人全部死亡 所有人的死状 均为蹊跷流血 尸体骨瘦如柴 均没有其他伤口和中毒迹象 且这些人死亡时间 相差不到半个时辰 经排查这段时间 并没有其他村的人 进入紫河村 最后离开村子的 是一名男子 傍晚太阳下山的时候离开 到镇上与朋友相约喝酒 第一个发现案发现场的 是隔壁村的男子和媳妇吵架 过来哄媳妇回去的 大概是早上太阳刚刚出来的时候 这段时间经排查 有四位从未见过的面孔 来到北领镇 他们不属于北领镇周边的村落 这四天案发前 再离开客栈 根据电小二描述 他们是朝这个方向来的 目前这四人也不知所踪 这四人的身份 还在向周边村镇核实 目前暂时还没有怀疑的对象 和作案动机 现场也没有发现任何可疑凶器 先让他们入土为安吧 这件事 就由城主府直接调查 说完 纪月便在周围寻找徐江河 每个尸体都是在自己家死亡 这说明 凶手在作案时 可以翘无声息地杀掉一家子人 且不惊动隔壁 甚至有的尸体生前 当时在做什么都判断出来 说明凶手是在瞬间 就完成了杀人过程 甚至受害者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 能做到这一点的 起码是住击后期以上的修为 而目前整个安南城 有这个修为以上的 只有十个人 而徐江河恰好又是住击后期 偏偏那一晚 他还失踪到现在 如果没有外来修饰的话 这个徐江河嫌疑最高 首要任务先找到徐江河 纪月心里分析道 但是在周围寻了几圈 依旧没有任何收获 便吩咐小霞和小翠留下来看情况 一来小翠是住击后期 真遇到徐江河也不怕 小霞住击中期也能自保 两个人还能有个照应 他自己则返回城主府 纪大人 情况怎么样了 一见到纪月回来 杨天白就走上去问道 跟汇报之人所说的一样 初步判断是修士所为 徐江河失踪 你拿着几张画像在全城范围内 寻找这四个人 何时他们的身份 紧接着这便把四张 从指挥室那里要来的画像 给了杨天白 这是外来者 安南城修士并不多 都在城主府这四个人 却从未见过 杨天白仔细打量这四人画像 不排除这个可能 现在还没有头绪 我现在先把所有修士都照过来 问一下情况 纪月说完便消失不见 事情过去了一个月 始终没有任何进展 北岭镇人心惶惶 生怕下一个就轮到自己 杨天白只能亲自去安抚 另一边又出事了 另一个东沟镇的两个乡邻的村子 也被破坏 不过这次不像上次那样 而是两个村子 发生了连续的爆炸 两个村子都遭到了大面积的破坏 当东沟镇镇长吴修展 发现异常赶过去的时候 两个村子都是残破的建筑 满地的尸体 村子还有些零零散散的幸存者 抱着尸体嚎啕大哭 吴修展看着这一切皱了皱眉 随即一跃倒到一男子身后 对着男子问到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是谁做的 我只听见急 声巨响 便急忙从屋子里出来查看情况 便看见外面火光四起 许多房屋倒塌 三个人在屋顶不断跳来跳去 在空中不断挥手 他们挥手之处便发生巨响 火光四起 不一会 他们就 就跳走了 他们一跳个高达十几丈 男子磕磕绊绊地讲述着 显然他还处在惊吓中 他们往哪边去了 吴修展问道 那边 男子哆哆嗦嗦指着一个方向 吴修展即刻起身去追 追到一半 想到了失踪的徐江河 立刻停了下来 自己的实力 还不如徐江河 贸然去追 可能还落得个身死盗销的下场 思考片刻 他还是决定 先回去找帮手 另一边小霞和小翠 也在一处山洞之中 找到了徐江河的尸体 与其说是尸体 倒不如说是骸骨 只是从穿着上 辨认出他的身份 安南城 城主府 内府安定殿内 继月 向天阳 杨天白 杨倩 李红等安南城所有修士 都被聚集到了一起 除了死去的徐江河 共计24人 其中两个副城主 和李红为金丹七 除去杨天白 还是个炼器初七 其余君为助击七 现在的情况已经明了 有外来的修士 进入到了我们安南城 目的不明 人数大于三人 具体多少人还待定 被看见的 已经有了三个人 实力应该不超过金丹七 这一点 从他们造成的破坏 和对徐江河用计谋 让他被阵法耗死 和还未掌握虚空飞行的情况来分析 契约对着众人说道 如果对方的实力在金丹七 他们想要做什么事情 完全可以不用遮遮掩掩掩 这几日我不断寻查 但依旧不见丝毫蛛蛛丝马迹 对方能够在金丹以下 躲过虚空而来 手上必定有秘宝 且善于逃逆 武器以及功法不明 向天阳补充道 他们大费周章地做这些 是为了什么呢 拿凡人修炼 第一次可能是 但第二次 完全像是有预谋的破坏 在吴前辈赶过去之前就撤离 显然 他们没有把握在两位府城主赶到之前 处理掉吴前辈 而且那个时间 地点两位府城镇主 刚好距离的有位置 又比较远 目前已经出现的三人 都符合画像上的三个人 那么第四个人呢 我推测第四个人 可能对我们的行动 两位城主的行动了如指掌 或者他通过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之下 一直在监视我们 扬天白道 所以呢 现在怎么办 向天阳问道 当然是把人抓过来 严刑拷打一番 李红直言不会说道 那么他们在哪里呢 纪约白了李红一眼 不管他们有什么目的 目前 我们已经知道 对方的整体实力不超过我们 且他们不能在短时间内 悄无声息地干掉一位 助击后妻修士 所以我建议 我们先停掉其他工作 三位金丹七前辈 分别坐镇三个方位 而剩下的人 四人为一组刚好六组 在安南城下面六个城镇 不断巡逻每一组都拿船驯服 这时候就不用省了 一有什么情况 立刻传讯三位大人 这样 即便对方在安南境内 任何地方犯事 我们都能在在最快的时间赶到 杨天白在地图上边画边 对着众人提议 你们觉得 这个方案怎么样 方案是不错 但是万一 对方的目标 就是城主府内府呢 向天阳道 向大人果然心思缜密 考虑周全 杨天白拍着马屁说道 一名合格的打工人工作 不能做得太完美 要留给领导挑毛病的地方 不然领导 就会挑其他毛病 我还是留在内府吧 季月道 你也是 你实力太弱了 容易落单 你现在就比普通人强一点 季月对着杨天白道 杨天白心里苦啊 这能怪他吗 他本来就没有灵根还没资源 你俩 天天当甩手掌柜 我哪来的时间修炼啊 那就这样办吧 这是命检的制作方法 大家分出一点点 自己的本源制作命检 放在内府中 以前是没有必要 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随后向天阳拿出一个小册子 命检的制作需要修仙者的本源融入任意透明或半透明的物体 一般情况是拿玉器制作 制作完成后会隐隐发光 命检越靠近本人则光芒越强烈 越远离则四周会变暗淡 但中心亮点不变 当中心亮点便会暗时说明该命检的主人状态很不好 当命检彻底熄灭则说明该命检的主人死亡 众人各自制作完命检后便各自分组 李游 杨倩 小翠 小霞为一组 去面北镇 梁月 吴修展 吴安逸 陈思流为一组 去东沟镇 许秀岩 陈科 李太勇 江富贵为一组 很快便分完了组别和各自要前往的地方 这次 我们第一次和外面的修士较量 对于外面 我们从未出去过 信息都来自魏大人 至于他们用的什么功法 武器 有什么底牌 我们一无所知 万事小心为上不可鲁莽行事 遇到问题 即刻通知我们三个 姬月在临走时 对着众人嘱咐道 倩啊 到了那里 记得多留一父母那里 遇到危险带着他们赶紧跑 别傻乎乎地往上冲 天塌下来 有高个子顶着 用不着你拼命 杨天白把杨倩拉到角落 单独叮嘱道 行了 行了我知道了 你现在怎么变得婆婆妈妈的了 他现在倒十分希望能够碰见那几个外来者 想检验自己的实力 自打修炼以来 还没有出现过一命相搏的情况 心里跃跃欲试 你变了 你变得对我不耐烦了 我说的话 你都不乐意听了 杨天白哭丧着脸 用撒娇的语气对杨倩道 好了 好了 好了听你的就是了 一有危险 带着爹娘赶紧跑 行了吧 杨倩无奈道 这才是我的好妹妹吗 记得万事以自己的安全为主 别冲动 该耸的时候还是要耸 别怕丢人 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 杨天白瞬间变脸 笑嘻嘻对杨倩道 杨倩听到一半捂着耳朵 施展青森树顿走了 第八章 强敌 回到自己住处的杨天白 立刻投入了训练中 看来自己的实力 还是太弱了呀 他来以后还是得修炼为主 先不管到什么地步吧 俗话说得好 只管努力 剩下交给天意 另一边 杨倩四人在面北镇施展青森树 在各处不断地搜寻着 哎呀 好了呀 几天下来都缩了好几遍了 一点售后都没有 其他人估计也是一点售后都没有 传训服都没有任何信息 杨倩靠在树上 表情十分失落 那怎么办 这是目前最好的办法了 总不能等他们再次发案吧 理由道 有没有可能 我们都忽略了一个点 他们可能已经不在安南区域了 为什么意思 小翠对着杨倩疑惑道 我们在安南整个区域 不断巡查那么久都没有发现 甚至之乡大人也在不断搜寻 只要他们动用灵器 在他们周围 必定会出现灵器波动 如果他们不动用灵器的话 怎么可能在北领镇作案完 又在短短一个月内 来到东沟镇作案 这两个地方并不相邻 单靠人走的话都要两个月 而且他们作案的村子 都靠近边境无人区 会不会他们故意 留活口误导我们 让我们以为他们往北走 实际在无人看见的地方 换了个方向 往无人区走呢 杨倩分析道 确实有这个可能 小霞道 要不 我们去无人区碰碰运气 杨倩道 你疯了 就我们这修为 还去无人区 你这是在毛坑打灯了 找死呢 小翠姐姐 无人区那边有什么啊 你去过吗 你难道就不好奇吗 杨倩眨眨眼对小翠道 我没去过 不过听纪大人说过 他曾经也想到外面去 所以穿过无人区 无人区比整个安南城境内 不知道大了多少倍 越走越荒凉 环境越来越恶劣 而且灵气越来越少 据纪大人 说他当时飞了了很久时间 直到灵力耗尽 也没能看见虚空 筋疲力竭地 躺在一望无际的荒漠中 最后还是城主给带回来的 啊 那我们岂不是一辈子都出不去吗 杨倩失望道 如果有非洲就可以了 不过我们城主比较穷买不起 也可以修炼到原因期 像城主一样 在修炼几门功法 准备好恢复灵力的丹药 就可以出去了 也就是说 那几个外来者 应该有非洲 杨倩表情严肃 目光坚毅 他可不想一辈子都留在这里 这不是他的目标 这里的灵气 最多能够修炼到金丹静 这还是理论的情况下 现在安南城的灵气 根本不够那么多人突破 想要更进一步 就必须出去 应该是有的 不然他们无法穿过虚空 怎么 你想要 小霞仿佛看穿了他一般 难道 姐姐不想吗 不想变得更强吗 不想带着家人一起长生 站在世界之巅吗 杨倩道 你猜我多少岁了 小霞道 不清楚 姐姐未曾说过 杨倩道 随即 小霞便停止了 祝炎树的施展 露出了本来的面目 原本二十多岁的脸 瞬间苍老 其实我已经一百九十多岁了 祝祭七的寿命 最多可达二百多岁 我的时日已经不多了 我的父母亲人 也早已经死去 在这个地方 想要突破原因走出去 几乎不可能 这个安南城 就像一个牢笼 我们每一个修士 都无时无刻不想地出去 你知道为什么这次纪大人 和像大人那么积极吗 你以为 他们真的是 很关心那三个村子 两万人的性命吗 他们杀的可不止几万人 他们更关心的 则是这些外来者的非洲 哎呀 说这些干什么 小翠对着小霞安抚道 没事 发发牢骚 看见杨倩 就像看见当初 刚刚修炼的自己 情不自禁 随即又施展珠原树 恢复了容貌 我天子有限 修炼了一辈子 也才到珠奇中弃 如果没有什么奇遇 估计也难以突破金丹 小倩你天子过人 如果能出去 必定能突破到更高境界 到我等都无法仰仗的境界 不过 你切记不光光修身 还要注重修心 据成主说 修炼到一定境界会渡截 那时候整个生命层次 将会发生蜕变 其中有一关叫心结 很多人在这一关 都迷失了自我 生死盗销 或走火入魔 曾经我也因为 亲朋好友的死去 而无法原谅自己 耿耿于怀 自己作为一个修仙者 却无法帮助周围人长生 小侠道 不过现在 我也认命了 反正这辈子 我都没有机会到杜杰的层次 如果你将来 无法带着你的亲朋好友长生 不必自责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命运 如果因为这些事 或者其他事情的影响 将来渡截的时候 很容易过不了心结那一关 这就是我不想修仙的原因 理由在一旁不合时宜道 你就肯定自己 能够修炼到渡截那个层次 杨倩白的理由一眼道 随即便对着小侠温柔道 谢谢姐姐的提醒 随即 几人便又一次施展青森术 继续巡逻 在巡逻到边境的时候 小翠挥手示意众人停了下来 目光看向无人区外 等一等有情况 我感应到那边 有异常的灵气波动 小翠道 随即 众人施展隐秘术 缓缓靠近 这是什么 杨倩疑惑问道 四人躲在一块礁石身后 看见一个长二十丈 宽三丈 高五丈的船 停在地面上 飞 飞 非洲 小翠瞪大眼睛说道 随后 四人相互看了看 一阵沉默后 众人看向杨倩 还是汇报吧 这么大的非洲 足够我们所有人出去了 杨倩犹豫片刻后 还是觉得通知其他人 随即 小翠点点头 捏碎船训符 安南城 安定殿中 什么 失踪了 杨天白大喊道 就在刚刚 纪约告诉他 杨倩四人失踪了 一天前 在城主府的纪约收到 小翠发来的船训符 便以最快的速度赶了过去 同时向天阳和李红也赶到了 但三人过去 并未发现四人的身影 只留下了一丝灵力波动 你先别着急 这命捡还没熄灭呢 说明还活着 向天阳已经朝前往无人区寻找了 李红已经在面北镇区域搜寻了 我这不是赶过来看看命捡吗 顺便通知你一声 我怎么能不接 那可是我唯一的妹妹啊 不见了我怎么跟爹娘交代啊 不行 我得去找 杨天白说着 便要往外走 还没等他迈出大殿门口 便听见纪约的声音 等一等 怎么了 还能有什么事情 比我找妹妹重要 杨天白转过头看向纪约 只见纪约一言不发 神情冷漠 当杨天白顺着他的目光看去时 只见向天阳和李红的命捡 缓缓熄灭 突如其来的信息令 两人都不知所措 嗨 其他敌人 而且能够在一瞬间 斩杀两位金丹妻 杨天白惊恐到 是的 来者的实力 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接下来听天由命吧 纪约无力地抬头 仰望天空 就在此时 一道强大无比的威压 降临城主府 压得杨天白喘不过气 竟不自觉地跪下 大口喘着粗气 此时 一名男子缓缓从大殿门口飞进来 在他的肩膀两侧 像天阳和李红的头颅 飘荡在他的身旁 男人并未收敛自己的气息 强大的威压 令杨天白感到深深的恐惧 身体不断颤抖 嘴巴发不出一丁点声音 那是深入骨髓的恐惧 是见到天敌的恐惧与无力 是对更高生命层次的畏惧 杨天白从未如此恐惧 哪怕半夜睡觉 床头出现一双绣花鞋 在这个男人面前 也不值一提 季月也没好到哪里去 哆哆嗦嗦道 对着男子道 不知前辈前来有失远迎 还望恕罪 尽管态度卑微 但在他的双眸之中 依旧隐藏着难以察觉的怒火 我来找定波桌 男子神情冷峻地说道 他冰冷的声音听不出喜怒 仿佛是一台没有感情的机器 听得叫人心里发寒 你们城主是不是叫魏廉兴 是的 他在哪里 不知道 应该是离开了 离开多久了 大概四年了 男子听完 随即便动用灵力 打算将这里抹除 季月急忙跪下 前辈 那老东西迟早会回来的 到时候 我们可以帮你去取回那东西 现在他已经不管魏廉兴 有没有这个东西了 现在看见男子 想要动手抹出安南城 直接跪地求饶 保全这一切 见男人不说话 也没有停手的意思 季月又急忙到那老东西 天天压榨我们 我们早就受够了他 前辈若不嫌弃 我们愿意为你安前马后效 全马之劳 见男人依旧不为所动 季月咬咬牙 装出妩媚的姿态 公子 奴家见公子英俊不凡 奴家甚是心动 不知可否 让奴家侍奉在公子左右呢 杨天白看到这惊呆了 这还是季大人吗 看见他这个样子 会不会被灭口啊 见男子依旧未停下 手中动作 季月当即破口大骂 这都不行 真的不打算给条活路了是吧 你奶奶的一大七小 算什么本事 有本事同街一战 看老娘把你打得大小便失禁 季月当即拔出配件 指向男子 男子原本不为所动 满不在乎的神情愣了一下 手也停了下来 原本面无表情的脸上 嘴角抽了抽 你就拿这把剑指着我 你是在开玩笑 还是在侮辱我 拿着一把反品剑指着我 你是打算把我笑死吗 你那把剑能伤得了谁 可怜的季月 哪里知道武器也分品级 这把剑是他找城里的铁匠打的 因为他觉得 拿把配件会比较帅 所以拿来当装饰 一直没有拿出来用过 妈的 死老头也不知道 找把好剑来 真是穷他妈给穷开门 穷到家了 这还生锈了 你这把剑拿去杀机 都不一定有用 男子吃笑道 季月听到这气的 把配件丢弃一旁 废话真多 说完便调动林立长 打向男子 但还没触碰到 男子整个手臂便被震碎 化为一滩血物 飘散在空中 季月整个人 则被男子掐着脖子提起来 不错 比刚才那两个废物好多了 至少敢向我动手 男子依旧面无表情 随即 季月又伸出他的腿 打算给男子当步 来得断子绝孙 跟之前一样 脚还没碰到男子整条腿 便在膝盖位置 开始往上下炸开 被掐着脖子的季月 对男子恶狠狠地说道 想知道魏联心在哪里吗 他在哪 在你姥姥家 说完便对着男子 吐了一口血水 虽然没吐到 但是很解气 不自量力 随即手掌调动林立 直接捏碎了季月的脖子 强大的冲击力 让季月的脖子 瞬间消散在空中 季月的头颅 和残缺的身体 则失去控制 摔落在地上 头颅则滚到杨天白面前 眼睛还看着杨天白 G 大人 杨天白艰难地发出声响 季月死了 刚刚还活生生地 出现在自己面前 还在跟自己说话 这是他第一次直面死亡 一个活生生的人 就死在自己面前 前后不过几个呼吸 杨天白看着一脸 无所谓的男子 心中顿时升起一个怒意 这股怒气 渐渐盖过恐惧 他现在想做的 就是站起来 给这个男子来一拳 你奶奶的 修为高就了不起啊 欺负人是吧 杨天白强压着恐惧爬起来 但是还没爬到一半 只见男子双手合十 慢慢张开 随即一个白色的光球出现 等到像拳头大小时 便爆炸开来 杨天白还没反应过来 整个身体 就被白色的光芒给包裹住 身体不断分解崩溃 最后化为一滩血雾 飘散在空中 光球的威力 还在不断地扩大 以极快的速度 向着四周蔓延 所到之处房屋净毁 街上的人连惨叫 都来不及喊出口 便化为一滩血雾 飘散在空中 整个爆炸 蔓延到整个安南境内 周围的所有城镇村庄 悉数净毁 爆炸的余波 扩散到了无人居住的无人区 至此 整个安南城彻底覆灭 第九章 外来者 醒来的的杨天白 看着整个安南城 变为一团废墟 毫无生机 安静的可怕 妈的 老子总有一天会找到你 将你千刀万剐 让你尝一尝 国破家王的滋味 杨天白恶狠狠地 对着空气破口大骂 心里是无尽的愤怒和悲哀 同时也怨恨着系统 不早一点到来 正当杨天白 整个身体消散的时候 他迷迷呼呼 听到系统的到来 丁 检测到宿主死亡 经判断宿主 无法独立自主 在一世界生存和发展 需要系统介入 身体重组中 身体改造 身体强化 经过一系列的操作 杨天白身体不断被重组强化 最后过了半天醒来 杨天白也明白了 这个系统的用处 在心中默念打开系统 便出现了 只有他一人看见的操作界面 这个界面类似于80 90年代的电脑操作界面 还是黑白色的 系统界面有四大界面 第一则是杨天白的个人界面 宿主 杨天白 年龄 24岁 身高 187 腹肌 8 婚姻 未婚 修为 练气初期 体力 3530 灵力 800 功法 孕灵觉 轻身术 隐匿术 初始灵觉 武器 5 技能 5 血脉 普通人类 身体状况 已初步强化 身高年龄出现就算了 腹肌跟婚姻状况 是什么鬼 杨天白吐槽道 哪怕出现的是体重 他都不会在意 第二个则是一个抽奖商城 分为上下两个部分 上部分抽一次奖则需要消费时抽奖券随机抽奖 下面部分就是不定期更新20种奖品的奖池 第一次消耗100抽奖券 往后每一次都成倍增加 奖池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技能 武器 功法 单药 法宝 技能 有些则十分厉害 如起死回生 隐身 瞬间移动 还有的则十分鸡肋 如拥有不会记错鞋带 吃饭的时候 永远不会放屁 挠别人嘎吱窝 对方一定会笑 等 这有毛用啊 难道在打架的时候 去挠对方嘎吱窝 让对方笑死 甚至还有 试备公办这种buff 这是哪个王八蛋做的系统啊 出来看我不打死他 杨天白自认自己一直的都是飞球 从小到大游戏抽奖 永远都是保底 只要是抽奖 冲的钱永远打水漂 现在还有负面的buff 这不是 想要搞死他吗 第三个界面 则是兑换界面 也是各种各样的技能法宝 武器 不过价格高的离谱 里面比较便宜的 基本都是一些 在修仙界很积累的东西 比如电车充电器 吹风机 扳手 气泡水 火锅底料 螺丝刀 等 第四个界 则是一个储物空间 里面的空间 大概有30立方米那么大 唉 我为什么不早点死啊 要早点死这系统早点出来 说不定还有回旋的余地 杨天白对着天空不断感慨道 现在的杨天白 经过了系统的强化 身体各方面 已经有了质的飞跃 身心全面提升 速度 力量 感官 体力 耐力 恢复力这方面都得到了提升 如果之前的杨天白战斗力为5 那么现在的他 战斗力就在5000至8000左右 虽然修为只有练气初期 但现在的他 面对助击期 也根本不虚 只是看着系统上面的抽奖券和兑换券 都是零食 杨天白不禁陷入沉思 他不明白 这两个需要怎么获得 系统也不给说明 怎么呼叫系统 也只是出现一个界面 系统并不搭理杨天白 现在先回家看看 老爸老妈有没有事吧 然后再看看 有没有幸存者 杨天白以极快的速度奔跑跳跃 速度已经已经比助击高手 还要快了很多 一口气便跑出几十里地 不过越跑越心惊 整个安南城死气沉沉 完全没有一点生机 爆炸的中心地带 什么都消失了 只剩下光秃秃的土地 快跑到边缘的时候 还能看见些许建筑残骸 和毁坏的房屋 到了原本公鸡村的地址 这里距离安南城 已有几百里地了 爆炸的威力 相对说减弱了很多 至少建筑残骸便多了 站在原本自己家的位置上 看着周围面目全非 心中不断祈祷 希望父母还能侥幸活着 杨天白便双手不断往下挖 不到一刻钟 便挖了五六米的大坑 不过很遗憾 他挖错了 这不是他家 我家是在这个位置的 杨天白挠挠头一脸茫然 不过随着他不断挖了几十个坑 还是给他找到了他的父母 不幸中的万幸 爆炸发生时 他的父母正在地窖中 腌制酸菜 躲过了爆炸 最后被压下来的土块活埋死 好歹还留了个全尸 不是吗 很多人都尸骨无存了 你们放心 我一定会找到妹妹的 妹妹应该还活着 不过不知道去哪里了 她的命捡在爆炸中也消失了 如果运气好 将来我会将你们都复活 然后找到妹妹 我们一家快快乐乐的生活 杨天白对着父母的坟墓道 如果运气不好 我待会儿 就下去陪你们二老 你们记得在天之灵 赶紧找到吃的 杨天白哭丧着脸道 他现在虽然身体强化了 但依旧还要吃饭 修为太低 还无法避骨 难道真的要饿死在这个地方吗 看着周围 一切都悉数被毁 都是一片黄土 虽然有的地方 地上有些碎肉和残肢 但杨天白不敢吃 他分不清 那是动物的肉末 还是人类的 他始终过不去心里那道看 杨天白醒过来三天了 不断在周围晃荡荡 企图找到一点吃食 突然他两眼放光 在无人区地带 看见了极抹绿色 这是几棵附近的大树 被爆炸的冲击波带到了这里 现在正在歪歪扭扭地插在地上 不管了 死就死吧 死也要做一个饱死鬼 随即便扯下树枝 塞进嘴巴里咀嚼 然后缓慢下咽 妈的 这是什么树啊 难吃也就算了 这腾磨的 还卡嗓子 他还是大口大口地往嘴里送 正当杨天白把树枝扯出来时 树根底部滚出一颗人头 把杨天白吓了一跳 记 大人 这颗头颅正是季月的 没想到金丹七的身体 能够在那样的爆炸之中保存下来 还飞那么远 杨天白又在附近 找到了季月残缺的身体 随即脱下自己的上衣包了起来 和头颅拼在一起下葬 话说这系统还真是牛逼 就连衣服都能重组 一想到 如果衣服没有重组 自己光着身子乱跑 想想就一阵哆嗦 记大人啊 你我同聊一场 虽然你这个人脾气不好 动不动就骂人 还爱偷懒 把活都丢给我干 但你人还是不错的 希望你在那边 能够别那么暴躁 容易嫁不出去 就像这辈子这样 你放心你们的仇 我会想办法报的 希望你在天之灵 能保佑我走出这个鬼地方 像大人跟李红前辈的尸体 我实在是找不到了 怕你寂寞 我就在旁边挖个坑 给他们 建个假的衣冠种吧 至少还能有个人陪你说说 杨天白自言自语道 也不知道城主 这个老东西在哪里 都因为他那该死的破珠子 随即便在一旁 开始徒手挖坑了起来 挖着挖着 突然感觉到一块软的东西 杨天白扒开上面的土块 发现是一个屁股 准确地说是一个人的屁股 杨天白赶紧将人拖了出来 还有气 是修行者 是一名女性修仙者 但不属于安南城的任何一名 外来者 看着昏迷的只人 穿着一袭轻衣 哪怕在土里埋了那么久 衣着还是那么光鲜亮丽 但人却是灰头土脸 女子腰间还有一块玉佩 头上插着簪子 手上还戴着一枚戒指 杨天白把玉佩戒指 簪子都拿了过来 看来这些东西都不是反品 但是 杨天明现在陷入了两难 他不确定 自己现在的实力 能不能打得过对方 纠结要不要趁现在结果了他 但是另一方面 他依靠自己 又无法找到离开这里的办法 而且 他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答 先不管了 把人绑起来 到时候打不过就跑 跑不过就认怂 杨天白自己也无法出去 就算趁现在把人嘎了 自己也会困在这里 尴尬的是 杨天白找不到任何东西 将人绑起来 普通树皮 树枝对修仙者没有用 正在思索之际 杨天白目光盯上了女子的衣服腰带 腰带也不是不行 这件衣服我扯不烂 他想来应该也挣脱不了 杨天白便开始截起女子的腰带 这边腰带刚刚解下 女子便被晃动声弄醒 嗯 这是梦吗 怎么有个裸男在脱衣服 好帅哦 哇哦 还有腹肌 这也不是不可以 女子的手迷迷糊糊 就要去抓男子的腹肌 手上一阵剧痛 让女子瞬间惊醒 没等他反应过来 他的脸就和大德来了个亲密接触 杨天白在看见他手动的瞬间 便将他翻过来 背部朝上 一只手抓住他的头摁在地上 另一只手抓着他的手 整个人骑在他的背上 膝盖则压住女子另一只手 靠 这不是梦 老实点 不许动 我问什么 你答什么 杨天白大喊道 你是谁 从哪里来 来干什么 修为是多少 不是啊大哥 这应该是我问你吧 你是谁 为什么骑在我背上 别废话 老实点 回答问题 杨天白大喊道 我说 我说 我是 女子说到一半 瞬间调动周身灵力 挣脱开了杨天白 顺便在他胸口踢了一脚 杨天白猝不及防 抓着女子的手 一不小心脱手了 整个人被踹飞出去 在空中飞行几十米后 又在地上滚了几圈才停下来 女子站起身 想要再补上几招 结果刚迈开腿 裤子就滑落到了脚边 把自己给绊倒了 混蛋 死变态 猥琐难 竟然吐我裤子 女子双手提着裤子 看见自己的裤腰带 被杨天白在手上温怒到 随即他看了看自己的储物戒指 也不见了 索性就直接把裤子丢在一边 只穿着红色中间 带一朵牡丹花的底裤 冲向杨天白 一脚狠狠踩在他的脑门上 杨天白被踢得翻了个跟头 整个头被踩得埋到地下 随即便双手撑地 一用力将自己拔了出来 女子心底暗暗吃惊 这是什么怪胎 身体那么强悍 他的修为明明可以忽略不计 为什么有着与之不匹配的身体 难道是什么特殊功法 必须抓来审问一番 心里也不由得小心了起来 随即 一个赤裸着上衣的男子 一个只穿着红色底裤的女子 谁也不服谁的 大打出手扭打在一起 很多情况下 大部分都是杨天白在挨打 杨天白几乎没有任何拳法可言 想一出是一出 总是被女子巧妙躲过去 然后再找到破绽 给杨天白寄予痛击 越打两人越是试惊 好强的女人 每一拳都被他巧妙化解 好强的身体 我每一击 都难以对他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随后 女子拉开距离 不断用法术攻击 结果变成了杨天白单方面挨打 哎呀 疼 疼 疼死 杨天白疼得上蹿下跳 不断闪避 身上青一块紫一块 还遍布着密密麻麻的伤痕 突然肚子 咕噜响起 糟了 啃树皮啃坏肚子了 杨天白暗道不妙 停 不打了 休息一下 哼 你想的倒是挺美 老娘还没打够呢 不等说完一道法术 再次向杨天白攻来 杨天白捂着肚子躲闪不及时 重重摔在地上 投降 我投降 我错了 我有话要说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 女子听闻便停了下来 你想说什么 我 还没等杨天白开口 一阵巨大的屁响声 打破着这一切 我想说 有纸吗 借我点 杨天白尴尬说道 女子瞪大眼睛 不可思议地看着杨天白 别那么小气嘛 大不了用完还给你 杨天白撇撇嘴道 大哥 我们现在在打架宴 你死我活的场合 你跟我借纸 反正咱俩也没什么仇 杨天白对着女子说道 你莫名其妙把我摁在地上 骑在我的背上 还扒拉我裤腰带 抢我腰排 戒着 发簪 这叫没仇 女子用看傻子的眼神 看向杨天白 这都是误会 况且还是我把你挖出来的 你都打了我那么多下了 就算扯平了吧 扯平 说得倒轻松 那是 你拿我没办法 我若是一柔弱女子 指不定会遭遇什么非人的对待 说完便一道气息 打向杨天白的肚子 糟了 要忍不住了 杨天白含着眼泪倒在地上 第十章 何解 说完了 女子对着五花大绑的杨天白问道 杨天白眼角含着眼泪点点头 对的 姐姐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你看能不能让我先上个厕所 两人的战斗 因为杨天白闹肚子 无力反抗 而宣告女子获胜 在女子趁着杨天白捂着肚子 无暇顾及之时 夺回了自己的储物戒指 随即拿出捆线绳 将上蹿下跳的杨天白困住 为了报复杨天白 女子将她的裤子也扒了下来 只留一条白色的裤衩 杨天白将遇见女子的过程 和原因悉数告知 在女子的追问之下 又将自己的身世 稍加修饰说了出来 你确定 只是为了救我 才把我裤腰带几开查看伤势 而不是见色起义 想对我图谋不轨 天地良心啊 我发誓我绝对没有 对你图谋不轨啊 我要是有这种想法 天打雷屁 那你干嘛脱掉上衣 女子歪着头看向杨天 天 天气太热 脱掉凉快一点 杨天白扭捏地说道 算了 不纠结这个了 女子无奈地说道 你还有事情瞒着我 你一个练习期的修饰 怎么能够在没有法宝的情况下 在那样的爆炸之中活了下来 还有你那与之不匹配的强悍身体 又是怎么回事 把功法交出来 女子用审视的目光 打量着杨天白道 系统作为自己的底牌 虽然自己还没研究明白 但是杨天白还是要打算 极力隐藏系统的存在 因为说出去太离谱 别人不会相信 自己也怕别人将自己解剖 至于我为什么能在爆炸之中活下来 你也看到了 我的身体无比的强悍 这点爆炸 不足以对我的身体造成伤害 至于我的身体 什么会那么强悍 是因为我吃了一颗神奇的小药丸 杨天白一脸真诚地说道 什么小药丸 女子顿时来了精神 我不清楚啊 那是城主 见我兢兢业业赏我的 我吃了以后就身体就变成这样子了 至于那是什么东西 我就不清楚了 没有功法 只是一颗丹药 女子失望问道 见杨天白不反驳 随即站起身 从储物戒指之中 拿出一柄剑 打算了结了杨天白 等等 女侠 美女 仙女 你不能杀我啊 我还要去找我妹妹呢 我还要去给他们报仇呢 杨天白急忙喊道 那与我何干 女子不为所动 我看你不爽 留着 对我也毫无用处 你忘了吗 是我把你挖出来的 你可不能这样忘恩负义啊 我可没有说 我是一个好人 等等 那个神奇的小药丸我还有 天白急忙大声喊道 哦 在哪里 快拿出来 女子听闻 便将宝剑抽回去 我放在我妹妹那里了 杨天白一脸真诚说道 女子见状怒从心来 一脚踹在杨天白肚子上 杨天白顿时又到飞出去 我的肚子啊 杨天白心里苦啊 现在的他 正是最脆弱的时候 你看我像傻子吗 那女子恶狠狠道 被踹飞的杨天白 趴在的上 蠕动着身体 想要逃跑 女子见状 顿时觉得一阵好笑 拿出刘影时 将这一切都派了下来 算了 看你可怜 我就带你出去吧 但路上你得听我的 我叫你往东你 不可以往西 女子对着杨天白说道 真的 骗人是小狗 杨天白听闻 当即停了下来 转过头问道 当然了 不过你出去以后 得打工给我还债 就当是我带你出去的路费 女子说道 那没问题啊 杨天白高兴地 向着女子跑来 女子心里则暗暗笑道 哼 真是个单纯的傻瓜 被我卖了 还那么高兴 女子刚刚突然发现 杀了杨天白 对自己也没什么好处 又见他英俊潇洒 当即动了 把他卖去青楼 当牛郎的想法 哎呀 你看你怎么弄得满身是伤 你也太不小心了 下次可不许这样了 可心疼死我了 女子见自己的财产 满身伤痕 便心疼道 不是 我为什么满身伤痕 你不清楚吗 对 我是神经病 我自残 杨天白心里感到十分无语 女子当即将杨天白解开 随即施展水灵烛 将杨天白身上冲洗干净 看着杨天白湿透的身体 健瘦的体魄 和俊俏的脸颊 女子在心里不由感叹道 我的老天 这应该能卖个好价钱 不知道得迷失多少男女 女子看杨天白 真的是愈发的满意 给 把他吃了 女子丢给杨天白一颗丹药 这丹药没问题吧 杨天白看着丹药迟一道 放心 我要害你刚刚就不会把你解开了 我也不需要什么毒药将你控制 没那个必要 这是治疗你肚子疼的药 女子对着杨天白说道 杨天白想想也是 他要害自己 没必要大费周折 当即将药丸吞下 给 你就穿这套吧 女子从储物戒指当中 拿出一套衣服 拿给了杨天白 杨天白的衣服 刚刚在打斗的过程中 早已破烂不堪 一定要这样吗 杨天白看着那大红色衣服的 女装和裙子 上面还绣着一朵大大的红花 花下面还绣上了 平安式服饰的大字 看着吐到了极致 有点难为情地说道 其实我觉得 不穿也挺好 凉快 杨天白说道 不行 要穿的 哪有免费给人看的呀 以后要看都得花钱 现在让别人白看 我不亏死了吗 女子小声嘟荡道 你在说什么 杨天白没听清便问道 没什么 你刚刚忘了我说的吗 我说什么你都要听 女子道 还有其他衣服吗 我不喜欢这朵花 杨天白沉默了一会说道 还有这四个字 还有这个颜色 还有这个款式 杨天白又补充道 女子一头黑线 啰里巴缩 不识抬举 什么眼神啊 这可是当下最流行的款式了 没眼光的徒劳貌 说完不等杨天白反应 便将衣服甩在他的脸上 换好没什么事情 我们就出发了 女子对着杨天白道 第十一章 这也太大了吧 杨天白穿好衣服后 那女子又偷偷拿出流影时 将他拍下来 嘴角微微上扬 努力憋笑 杨天白是吧 我叫苏娜娜 以后叫我娜娜姐就行 苏娜娜对着杨天白说道 对了 娜娜姐我有些问题 想请教一下你可以吗 杨天白问道 问吧 看我心情回答 苏娜娜道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啊 杨天白疑惑道 我当然是来寻宝了 但不成来旅游啊 苏娜娜道 这里能有什么宝物啊 我怎么不知道 杨天白道 有人放出消息 魏连星躲在这里 一大群修饰蜂拥而至 那么多人来这里抢宝物 肯定会有厮杀 所以我就来摩世简陋了 苏娜娜道 其实你也是为了 那个定波珠来的吧 杨天白道 苏娜娜没有说话 算是默认了 那颗珠子有什么用啊 那么多人想要得到 杨天白道 那可是在一位大能的墓室里发现的 据说可以使人拥有越阶战斗的能力 还有可以让其有多几条命 只要世间 还有一点点自己存在的气息 就不会被杀死 苏娜娜道 吹牛的吧 那为什么上一个拥有她的大能会死 死后还被别人盗墓 杨天白道 苏娜娜不知道怎么反驳她 干脆不说话 那将这个地方移为平地的男子是谁啊 杨天白问道 苏娜娜一听就气不打一出来 谁知道哪里来的大佬出现在这里 他一来就释放自己的气息 许多修士还在虚空之中 或者刚刚穿过虚空的就直接跑了 还动不动就抹出一切 要不是我用法宝抵挡 早就死在这里了 要是我父皇在这里 看不把他屎都打出来 父皇 杨天白疑惑道 怎么 难道我是上于王朝的公主不行啊 苏娜娜道 杨天白是不幸的 在他的印象之中 公主应该是高贵端庄的代言词 绝对不会有印着大红花 写着平安氏福四个大字的衣服 那你的护卫呢 杨天白道 我才不需要那种东西 苏娜娜道 你知道是谁透露这个地方的吗 杨天白道 我想想啊 好像是一个叫秦光友的修士 苏娜娜思索道 杨天白听到这眉头一紧 他原以为是城主出去的时候 不小心被发现了 没想到会是秦光友出卖了安南城 这个秦光友不是别人 正是几百年的城主府安定店的店主 最早跟着城主的那一批 也是最有天赋的一个 唯一一个凭借着自己实力走出去的人 没想到这样的一个人 会出卖自己出生的地方 杨天白心里必杀之人 又多了一个人 之前将安南城抹除的男人是第一个 之前残害三个村子的修士 应该是东西南北四鬼 这四个人单独的战斗力不强 但是每一个人都有各自擅长的绝技 且都善于逃命和隐藏 其中一人善于信息收集 一人善于阵法 一人善于潜伏 另一人则不清楚 他们四人经常活跃于寻宝之地 每次都有不少收获 别人也难以抓住他们 苏娜娜道 杨天白现在首要关心的 则是自己妹妹去了哪里 你知道 这次来到安南城的势力 或个人都有哪些吗 杨天白问道 如果知道的话 大概就可以推算出 自己妹妹的大概位置 谁知道啊 谁会大张旗鼓地告诉别人 自己来寻宝啊 你当别人傻呀 具体多少人来 什么时候来 除了他们自己没有人知道 苏娜娜道 杨天白头大了起来 这茫茫大海 毫无线索 自己该到哪里去寻找自己的妹妹呢 经过和苏娜娜的交谈 得知外面的世界很大 大道 没有人知道有多大 从来没有人走完整片大路 也不知道整个大路有多少人 有多少宗门 而且还有无数个像安南城的孤岛 被虚空包围起来 没有被人发现 有的大有的小 往往你觉得自己这片大路 是最大的大路 但是穿过没有穿过的虚空 又会发现更大的大路 他现在只知道 修士们将这个大道眉边的世界 叫做悬天大路 而杨太白所处的地方 则是叫清灵域 而据苏娜娜所说 他自来自清风域 这两个区域中间 还隔着淋雨域 整个悬天大路 有多少个域 苏娜娜并不清楚 他只清楚 自己清风域周围的十几个域 因为每一个域都很大 按照苏苏娜娜所说非洲的速度 再加上时间的计算 杨天白算出来一个月的大小 大概是反正很大 大到超出了杨天白上辈子 所学距离单位的单位 反正距离是按万亿里算的 这修仙界的信息 怎么不发达的吗 要是有网络就好了 瞅啊 杨天白现在不知道 自己找人去哪里找 这么大的地方 看了普通的距离单位 已经用不了了 得引入天文单位才行 说着杨天白继续在地上算来算去 不是吧 我的天啊 一个月就是上万亿里啊 一光年才九万多亿里啊 算出大概的杨天白 有点不敢置信 如果他算的没错的话 整个大陆 是不是要比银河系还要大了 你在杂杂呼呼的做什么呢 苏娜娜好奇地问道 没想到一个月就是几万亿里 这也太大了吧 杨天白不可置信道 这很正常啊 有什么不对啊 苏娜娜很不理解 为什么杨天白会那么大惊小怪 那外面的修士很多那多吗 实力怎么样 杨天白道 你也是修士 你可以参考下你的安南城 安南城有多少人口 苏娜娜道 一千六百多万 杨天白道 那一千多年来诞生了多少修士 苏娜娜问 不到三十人杨天白道 那这样子看起来 修士还真是万里挑一啊 比例不是很高 不过奈何地方大 人口多 修士也多 现在的杨天白打算先离开这里 然后想办法提升实力 好歹自己也是有系统的 怎么应该也不会太差 等实力够了 再去找妹妹 然后报仇 对了 修士找人的话 一般都是怎么找的啊 杨天白道 依靠船驯服或者命捡 苏娜娜道 自己妹妹的命捡 已经在爆炸之中不知所踪 想到这杨天白 愈发渴望变强 第十二章 他们真是太热情了 站在非洲之上的杨天白 像一个没见过世面的人 好奇地打量着周围的一切 对着非洲左瞧瞧右看看 时不时上手摸一摸 敲一敲 这艘非洲通体银灰色 外形酷似航空母舰 看不出是任何材质制作 反正他一拳打下去 非洲完好无损 唯一的缺点是 舱内装饰 让杨天白大跌眼镜 土到至极 又是一朵大红花在中间 后悔带他出来了 感觉有一丝丢人 苏娜娜扶我心里吐槽道 当即他便走进驾驶舱内 拿出临时启动非洲 随着临时的投入 非洲缓缓启动 透明的防护罩 将整个非洲缓缓包围起来 随即腾空而起 随着动力不断加强 在非洲内的杨天白 看向外面的景色 不断后退 逐渐变得扭曲 最后甚至变成 一个个点一条条直线 随着非洲不断前进很快 周围的环境变得愈发恶劣 荒凉风暴不断肆虐着大地 很快 杨天白便看到了之前 从未见过的虚空 非洲没入虚空 杨天白只觉得黑 看不到一点光芒的黑 仿佛置身虚无的宇宙之中 没有一点光芒 周围不断有着虚空风暴 在撕扯着非洲 仿佛就像一块 掉进食人鱼群的肉 被一群食人鱼疯狂撕扯着 杨天白觉得 如果没有防护罩的保护 自己可能瞬间 就会被虚空风暴 吞噬的骨头都不剩下 看着非洲相行渐远 而自己从小生活的地方 不断远离自己 杨天白内心感到一种 从未有过的怅然 现在的自己 就像断了线的风筝 不断地漂泊 不知道目的在何处 也不知道前方的道路 会有什么样的风景 在等着自己 不知道何年何月 才能够再回来 或许这辈子都回不来了 这个地方会被人遗忘吧 这片土地 还会诞生出新的生灵吗 杨天白心中不禁感慨道 我们现在要去哪里啊 杨天白对着苏娜娜问道 去天津城 苏娜娜说道 天津城是一座 位于清灵域的修仙者城池 里面大多都是修仙者歇脚 购买物资的城池 不知道过了多久 非洲终于穿过了虚空 在虚空之中 杨天白没有了时间的概念 他只知道 自己睡了几次觉 又醒了几次 至于睡了多久 醒着的时候 有多久 他完全没有概念 穿过了虚空之后 非洲的速度也慢慢降了下来 杨天白看向非洲之外 只见周围依旧荒凉无比 仿佛还处在安南城的无人区 虚空附近 都是这样的景色吗 杨天白道 靠近虚空的地方 不适合生灵的生存 没有任何生灵 能够长期处在这种环境 修饰也不能 苏娜娜道 非洲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飞行 终于大的开始出现了灵星的绿色 又穿过了不知多少山林湖泊和城镇 最后非洲在一片空队上停了下来 对了 刚刚那些城镇 都是什么地方啊 杨天白道 不知道 苏娜娜道 你不知道地方怎么知道路啊 杨天白疑惑道 那些都是凡人居住的城镇 你寄它干嘛 苏娜娜反问 为什么不用寄 你走在路上 看见几个蚂蚁窝 你会特意过去 问这个蚂蚁窝叫什么名字吗 苏娜娜道 杨天白顿时不知道怎么回答 那我们现在到了吗 杨天白道 道个屁 都怪那个不知道哪里的神经病 他在抹出安南城的时候 把我的宠物戒指 打坏了一部分 现在里面的空间 有些地方损坏了 有一部分零食取不出来 苏娜娜气呼呼道 意思是 我们现在是非洲没洞里了 把我们落在半路了 而且 这个地方 你还不知道是哪里 杨天白道 我当然知道 我的王朝可是派了很多 修饰到周围 遇建立城镇和宗门的 稍微打听一下就知道了 然后直接去拿零食 苏娜娜道 直接拿 怎么拿 杨天白疑惑道 我可是公主 整个王朝都是我家的 我拿自家东西 有什么问题吗 苏娜娜道 然后 然后苏娜娜带着杨天白 不断奔走 寻找修仙宗门 或修仙城池 经过半个多月的奔袭 终于让他们发现了一个宗门 你在这里等着我 我去问问这个宗门 是不是我父皇开的 苏娜娜对着杨天白道 然后随即顿走 此时的杨天白 由于要不要跑 自己离开的目的已经达到 但是转念一想 自己的修为太低 又没有零食 也没有非洲 好了能去哪里 这里是哪里 自己都不知道 正当他还在思索之际 只听见苏娜娜飞奔过来 拽着他急忙跑起来 怎么了 这个是你父皇的宗门吗 杨天白道 当然是了 苏娜娜道 零食要到了吗 没有要 这个宗门太穷了 我不忍心要 我们再找一个富裕点的宗门 苏娜娜道 可是我怎么感觉 有人在追我们 你是不是撒谎了 杨天白道 不是 那是他们宗主 知道我来了以后 非要留我下来吃饭 我看他们太穷 于心不忍 所以就没有留 你看看他们多热情啊 还一直追 我们快点跑 做人要多为他人考虑 知道吗 苏娜娜道 就这样 两人一直跑 半个多月后 又发现了一个宗门 你还是像上次那样 在这里等我 我去问问 苏娜娜对着杨天白道 不过这一次 杨天白一等就是好几天 怎么那么久啊 杨天白疑惑道 哎呀 这个宗门太热情了 知道我来就热情地招待了我 玩得太精兴了 所以忘记叫你了 下次在一起 苏娜娜道 我吃得太饱了 所以我们先去散散步吧 苏娜娜道 然后 苏娜娜就带着杨天白 在这个宗门周围 不断晃悠起来 这一晃 就晃了大半个月 好了 消化完了 今晚 我们再去吃点 就离开吧 苏娜娜道 当天夜里 苏娜娜便从储物袋里 拿出一麻袋 递给杨天白 你没有储物戒指 等一下用这个装 苏娜娜说道 是打包剩饭剩菜吗 杨天白不解问道 对 苏娜娜道 然后苏娜娜就趁着夜色 悄眯眯地来到宗门外的处地方 第十三章 雌雄双道 苏娜娜带着杨天白 鬼鬼祟祟地躲过看守 来到一处偏僻的大殿之内 你进去看见储物戒指 或者零食 丹药 零职就往这里装 苏娜娜对着杨天白道 我们是不是在偷东西啊 杨天白道 哪里话 自家宗门的东西 怎么能叫偷呢 快去吧 小心一点 别打扰我外面休息的兄弟 这样很不礼貌 苏娜娜不断催促杨天白 我在外面给你放风 苏娜娜打探到这个宗门的宗主 这几天闭关 才打算在今晚动手 这个小宗门她 唯一打不过的 就是这个宗主 其他人打不过她倒可以跑掉 杨天白悄咪咪进入大殿 按照苏娜娜教的办法 破开开了门上的静止 小心翼翼地进入大殿之内 当她看见一排排架子上 摆着一些瓶瓶罐罐 和一些灵植 旁边还有三个储物戒指时 刚想走过去拿 顿时 脚底光芒四起 不断有一道道灵气 打向杨天白 哎呀 腾腾腾腾 杨天白被打得呲牙咧嘴 刚想退出去 便听见苏娜娜对着她喊道 快 把东西都装进袋子 杨天白只好忍着疼痛 不断前进 把东西都装进袋子里 什么人 在干什么 来人啊 有入侵者 门外的守卫听见动静开口喊道 顿时 几十个修士不断出现 苏娜娜抽出配件冲上去迎战 里面大多都是炼气器修士 只有几个住击器 苏娜娜在人群之中 犹如砍瓜切菜般不断出剑 虽然她只有住击后期修为 但因为功法的缘故 同期的修士也难以抵挡 几十个修士眨眼间就只剩下了二十几个 这时炼气器已经自觉退了下去 苏娜娜则一人对战八个住击器 几人打得难解难分 快去叫宗主出关 这个人拖住了我们 等另一个出来 我们就留不住他们了 其中一名住击器修士 对着一名炼气器弟子喊道 相公 你好了没有 快一点 苏娜娜对着杨天白喊道 快好了 杨天白对着门外喊道 虽然不清楚 他为什么叫自己相公 嗯 相公 你们是雌雄双道 一人对着苏娜娜问道 没错 老娘就是秦儒 里边就是我相公 我们就是大名鼎鼎的雌性双道 实相地赶紧让开 苏娜娜道 欺人太甚 男子怒合道 随即以更猛烈的攻势 打向苏娜娜 杨天白这边 终于忍着剧痛 把物资都搜刮完了 同时身上也是伤痕累累 正当他打算离开之时 忽然看见一处暗阁里有一袋零食 等等我的系统好像自带空间啊 这袋零食就当自己的辛苦费了 人总要为自己打算 杨天白心里暗暗道 随即便打开系统空间将零食放进去 我好了 快走吧 出来以后的杨天白背着麻袋边跑边 对着苏娜娜喊道 苏娜娜则边打边退 跟着杨天白一起远顿而去 苏娜娜来到杨天白身边 将储物戒指拿出来后 便将一整个麻袋装进自己的储物戒指 两人在离开追击者的视线之后 苏娜娜拉着杨天白躲在一处悬崖底下 收敛气息 别出声 苏娜娜道 之后追击者便不断从他们头顶掠过 现在可以走了吗 杨天白问道 再等等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不一会儿 一道强大的气息 以极快的速度从他们头顶飞过 好了 我们往回走 他们一定想不到 苏娜娜带着杨天白往返方向离开 胡 你今晚干得很不错 苏娜娜盘点完脏款 拍着杨天白肩膀道 盘点完之后 总共收获2181枚零食 300多株灵质 12罐丹药 外加3枚储物戒指 这个赏给你了 说完 苏娜娜便对着杨天白 丢出一小罐撞扬补肾的丹药 这是什么药啊 杨天白道 这个是疗伤的丹药 你以后会经常用到的 可以修复身体损伤 苏娜娜道 听完杨天白便小心翼翼地 将丹药收起来 其实你一开始 就知道里面有阵法 所以才让我进去的吧 杨天白道 没有啊 我不知道啊 我怎么舍得 让你去冒险呢 我这是为了锻炼你 苏娜娜假惺惺道 同时也不由地感叹 杨天白的身体素质之强悍 如果是他进去 在那样的攻击之下 他并不觉得 他能够完好无损地走出来 看着杨天白 只是受了皮外伤 而且伤势已经基本恢复 苏娜娜对杨天白 愈发感到好奇 到底是什么样的神奇小药丸 能够让一个炼气器的修饰 拥有堪比金丹气的身体 而且不单单是身体过硬 伤势的恢复竟然肉眼可见 如果他到了住基期 是不是会有原因期的身体 那样就太可怕了 可以说是从境界之下 没有几个人能够打败他 这种丹药如果出现 必定会引起众多修饰的争抢 嘿嘿 又一个卖点 苏娜娜看着越来越直前的杨天白 心里感叹道 你为什么这样看着我 我在你的眼里 看到强烈的欲望 你想干嘛 杨天白道 啊 有吗 我只是心疼你 再查看你的伤势 你看看 你那么不小心 下次不许这样了 苏娜娜道 杨天白翻了翻白眼 他才不相信苏娜娜说的话 他发现 从苏娜娜嘴里说出来的话 一点都不可信 什么公主 什么自己家开的宗门 就一流窜作案的小偷 他甚至怀疑 就连他的非洲都是偷来的 等自己到了天津城 得赶紧离开他 找一个宗门好好修炼 提升实力 然后去找自己的妹妹 杨天白趁着苏娜娜不注意 打开系统界面 想查看自己的储物空间 突然他瞪大了双眼 一脸不可置信地 看着自己的空间系统 零食呢 我的零食呢 我那么一大包零食去哪里了 我明明已经放进去了 杨天白内心不解地喊道 另一边 某宗门内 该死的雌雄双道 我与他们往日无怨 近日无仇 竟然欺负到我头上来了 该死的真到我老了 不行了吗 全宗门听令 即可全力打听雌雄双道的下落 但凡提供消息者 重重有赏 第十四章 日尼玛 退钱 苏娜娜和杨天白 来到一处灵气相对浓郁的山林之中 苏娜娜带着杨天白 不断地探查着周围的一切 我们到底来这里干什么啊 不应该直接去天津城吗 来踩点吗 这里又没有宗门 你竟然把我当成一个小偷 出来散个步 都被说是踩点 真是太令人难过了 我可没偷东西 我只是 去找兄弟们切磋武艺 往袋子里面装东西的 可不是我 苏娜娜说道 杨天白不知道如何反驳 偷东西的 还真是他干的 自从上次偷完之后 他们又连续以同样的办法去 祸害了几个小宗门 那我们究竟来这里干什么 我们都已经在周围 逛了大半个月了 杨天白不解道 因为美女要拉屎 苏娜娜转头道 在这个洞府门口等我 我去拉个屎 不许进来偷看 也不许任何人进来打扰我 我不出来 你就在这等着 苏娜娜道 啥玩意儿 拉屎 相处几个月来 他都没见过苏娜娜上厕所 突然跟他说去拉屎 他是万万不幸的 莫非这洞里面 有什么宝贝他 想要独吞 我不信 里面是不是有什么好东西 你想自己独吞 怎么可能呢 乖乖在这里等我 相处几个月以来 你还不相信我的为人吗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呢 你这样子 可太让我伤心了 苏娜娜说道 我可太知道你的为人了 杨天白心里暗暗道 他发现 苏娜娜还特别小气吝啬 这几次作案他 除了分给自己那一瓶疗伤的丹药之外 其余的什么也没有给自己 幸亏他自己留了一手 把一些零食都装进了自己的系统空间 只不过这些零食无法变现 被系统给吞了 这些零食已经变成了兑换券和抽奖券 杨天白也尝试过 将其他东西放进系统空间 但貌似这个空间只能放零食 像丹药 零植之类的却放不进去 大概要多久 杨天白道 个把月把 苏娜娜道 杨天白瞪大眼睛 一脸不可置信 蹲那么久会不会有痔疮 滚 老娘使多不行吗 存了好几年了 苏娜娜一脸嫌弃 随即 转身进入洞府 在洞府门口 简单地布置了几个阵法后 身影便消失 而杨天白看见苏娜娜消失后 也找了个隐蔽的地方 悄悄打开了系统 宿主 杨天白 年龄 24岁 身高 187 腹肌 8 婚姻 未婚 修为 练气初期 体力 3700 灵力 600 功法 孕灵觉 轻身术 隐匿术 初始灵觉 武器 5 技能 5 血脉 普通人类 身体状况已初步强化 杨天白的体力 这几个月以来增加了一些 但是灵力却下降了 因为这几个月不是在逃跑 就是在逃跑的路上 杨天白很少有修炼的时间 他没有灵根 属于开脉修炼的修饰 如果不修炼 那么他的境界就会不断往下掉 经过这几天的流窜作案 杨天白的系统空间已经有了1211枚零食 总共可以抽12次普通抽奖 因为10枚零食才能兑换一枚抽奖券 10张抽奖券才能抽一抽奖 而下半部分的特定奖池里面 第一次抽则需要消耗100张抽奖券 第二次200张 第三次400张 换算成零食的话 第一次抽奖就得消耗1000枚零食 而第三部分的兑换券 比较有价值的东西 往往都是50万零食起 就比如里面的最基础功法 运灵绝就要20万枚零食 而像杨天白所熟知的 血轮眼 元气弹 辟邪剑法 修仙版等这些东西 这要几百万上千万零食 像更贵的 闪食 飞雷神 这种时间 中间类的技能或功法 则是贵的离谱 甚至要上百以上千亿枚的都有 看来这系统式的吞金兽啊 也不知道一个系统 需要那么多零食蛋马 杨天白吐槽道 自己辛辛苦苦流窜作案几次 才得到这点零食 刚刚只够六次抽奖 而要兑换的话 却能兑换出一辆豪车 或者一套三十一厅的房子 不过这些东西 在修仙界有毛用啊 别人都是非洲 欲见飞行 你在开帕拉梅拉 骑着小绵羊 难怪你会迟到 忍了那么久了 今天终于有机会抽一抽奖了 天灵灵地灵灵 太上老君 欧皇上身 杨天白嘴里念念道 随即点击抽奖 随即 系统界面缓缓出现了一字 摞三根头发 杨天白顿感头皮 一阵臊痒痒 你妈 坑掉 退钱 退钱 我要这三根头发 有何用啊 老子又不脱发 就算是脱发 一百枚零食 才给三根头发 这头发金子做的吗 孙悟空的三根毫毛吗 坑钱玩意儿 日泥马 退钱 杨天白对着系统界面破口大骂 自顾自骂了半天 也不见系统有任何回忆 算了 不生气 心态要平稳 不要拿系统的过惩罚自己 失败乃成功之母 人生不如一十之八九 放平心态 杨天白安慰自己报 随即 再一次点击普通抽奖 失去四根头发 杨天白头上四根头发 缓缓掉落 看着系统界面 杨天白强压着怒火 拍拍胸口 什么玩意儿 第一次多三根头发 第二次掉四根头发 合着自己丢了二百枚零食 到头来 还掉了一根头发 没事的 没事的 正常 正常 看来单抽运气不太好 这次就不单抽了 杨天白再次安慰自己到 现在 自己还有一千枚零食可以抽奖 可以抽一次特定奖石 也可以来一次十连抽 杨天白看了看 特定奖石里面今天的奖品 茶叶弹一颗 高考模拟试题一份 周杰伦演唱会门票 AK47突击步枪 前女友穿过的丝袜 飞鱼罐头 100亿美金 等一系列 最有价值的则是 神童 一个月可以发动一次 不可叠加 可查看自己所在的位置 目光所及之内 前七天内所发生的一切 杨天白觉得 这个技能还是可以的 不点开一看 第一次抽奖获得的概率 百分之零点零四 最容易获得的是 一张被使用过的纸巾 百分之四十的概率 杨天白自认为 自己的运气不是很好 如果抽特定奖石的话 大概率有拥有一只 被使用过的纸巾 一千枚零石得到一张 不知道被谁使用过 用来干嘛的纸巾 算了 还是来一波十连抽吧 希望这次运气好一点 随即杨天白一脸期待 摩拳擦掌地点开十连抽 系统界面 随即出现一个小圆圈 不停地转啊转 怎么回事 杨天白疑惑地看了一会儿 这时他顿感不妙 不好 杨天白大喊道 还没等他喊完 黑白系统界面 出现了一行字 网络慢 正在重新连接 请勿关机 杨天白等了大概有二十几分钟 系统界面突然黑屏 之后缓缓亮起 底下出现了一行字 系统启动时间为四分五十六秒 恭喜你打败了99.9%的系统 然后 看着空空如也的界面 自己的零石也消失不见 而自己身上没有任何变化 周围也没有出现任何东西 杨天白崩溃了 他真的崩溃了 SI 星号 SI 去你星号的 星号星号系统 百分号星号星号星号 星号百分号 以下省略几个字 吃零石的时候不见你卡 抽奖的时候掉链子 退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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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天白自顾自的 在系统界面骂了几天几夜 直到累得瘫坐在地上 第十五章 快给我零石 一个月一晃而过 苏娜娜从洞府出来 看见杨天白一人靠着一棵树 瘫坐在地上 浑身拉里拉他 满脸胡渣 眼神迷离 嘴里还嘟囔着 他听不懂的话 如果绝望是一个人 那么他一定就是 现在的杨天白 哟 我的小白白 你怎么了 你怎么这副样子了 是太久 见不到我了 思念成极了吗 你大可不必这样 我会心疼的 快快起来 苏娜娜对着杨天白调侃道 听见声音 杨天白看了过来 只见苏娜娜 退去原本的那套衣服 换上了一身白色的素衣 露出洁白如玉的脖梗 和性感的锁骨 显着更为灵动 所散发的气场 比之前更加强大 你突破了 杨天白惊讶道 苏娜娜骄傲地点点头 我现在可是金丹修士了 刚突破 需要稳固修为 所以久了一些 你是怎么了 你一直靠在树上等我吗 你都没动过吗 你看你旁边都长蘑菇了 还有蜘蛛网 苏娜娜边说 边帮他剥开蜘蛛网 你说一个人要赚一千枚零食 需要多久 怎么突然问这个 苏娜娜不解地问 没事 就是好奇杨天白道 看情况 如果你是在一个宗门之内 通过做做事情 大部分宗门 每年会给你十枚零食 剩下的你就要靠做宗门任务去赚钱了 每个任务的难度不等 奖励几十枚到四百枚不等 如果你是在王朝或者城池担任职位 这会按修为给零食 一般练期期一年 就要二杠三枚零食 筑机期一年二十档三十枚 金丹期一年六百杠八百枚 原因期一年两千杠六千枚 以此类推 修为越高零食越多 不过 修士基本不会过于看重零食 零食一般都是用来辅助修炼 建造阵法 传送阵之类 或者作为消耗品 修士更喜欢功法 法宝 灵丹妙药 或者上古神器 苏娜娜认真解释道 听完杨天白两眼一黑昏 妈妈 挣钱可真难呀 自己百百损失了一千二百枚零食 比金丹期一年的收入还多 自己就是个小小恋气气 想到这杨天白 真的越想越气 不由自主地一拳打向旁边的树 妖粗的树木瞬间倒下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这棵树惹你生气了吗 没事 真的没事 你突破了我很开心 庆祝一下 你这庆祝方式挺特别呀 树 你高兴 你高兴的这儿啊 怀你高兴 你高兴就可以打我呀 走吧 继续 苏娜娜道 听到这杨天白两眼放光 阴霾一扫而空 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去 之前我们没敢去的宗能了 为什么要去那里 苏娜娜问道 你现在不是突破了吗 咱们这次可以不用鬼鬼祟祟了 我们直接横推过去 不过说好了 以后你可不能再独吞了 我们五五分成 我跟你讲我现在颇有心的 我我们先 然后再 然后做大做强 杨天白正激情澎湃地 讲着他的计划 停停停 你疯了 真拿我当土匪了 像你这样 还做大做强 再创辉煌 迟早会被人打死 这种事情呢 偶尔可以应应急 但不能以此为生 并不是说我们是好人 而是这样子做 容易被打死 有可能平平无奇的宗门内 还隐藏着低调的大佬 也可能背靠某个实力强大的宗门 你这样子做 容易被急火打死 苏娜娜道 那你把前几次的零食分我一点 杨天白对着苏娜娜道 苏娜娜随即笑容消失 对着杨天白说道 你这这个想法很不好 以后不要想了 这个想法太危险了 我不管我就要零食 快给我零食 杨天白不服输道 我很好奇 你以前从不考虑这些 怎么我一闭关出来 你就嚷嚷着要零食 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苏娜娜问道 零食谁不爱啊 吃饭难道不花钱啊 杨天白道 见杨天白不肯说实话 苏娜娜干脆不理他了 任由杨天白在他耳边嚷嚷 快给我零食 你个满嘴谎话的小偷 骗我去偷东西 去独吞赃款 这这个被我无耻的小偷 老女 杨天白一路上都在喋喋不休 嗯 你说谁 老女 苏娜娜停下来 眼神冷漠地看着杨天白 微微昂起头露出 屁腻众生神色 我再给你重新组织语言的机会 就说你怎么了 老女 还没等他说完 苏娜娜便一巴掌拍了过来 杨天白犹如一颗流星般倒飞出去 重重地砸在了山坡之上 瞬间碎十四起 靠 疼死了 下手那么狠 真当我好欺负啊 有本事别用武器 咱们俩单挑啊 杨天白不服气地喊道 哦 单挑 好啊 这好试试我现在的实力 随即以极快的速度 冲向杨天白 一脚踹在肚子上 杨天白随即被踢向高空 还没等他落地 苏娜娜便飞向空中 在他的后背上来一脚 就这样 杨天白在空中被苏娜娜当球踢 我靠 你个老女人 你耍赖皮 你欺负我不会飞 我不服 哎 疼 疼 杨天白在空中嘴也没听地不断喊叫着 我说我不用武器 我可没说我不许飞 苏娜娜现在心情愉悦 倍感舒适 杨天白在空中被踢出惊艳了 故意在背后露出破绽 苏娜娜并没有把他放在心上 一如既往地朝他背后踢去 不过这次他大意了 杨天白在空中借着上一次的腿力 艰难转身 顺势抱住了他的大腿 啊 抓住你了 倒是踢呀 杨天白得意的 还没等杨天白得意完 他的头便被踩了几脚 放手 不放 打死都不放 苏娜娜则不停地猛踩他的头 两人就在空中这样一直飞行 杨天白被踩得眼冒惊心 险些脱手 你奶奶的 老虎不发威 当我病猫啊 随即 杨天白便张开大口 朝着苏娜娜娜修长的大腿 砍了下去 苏娜娜顿时感到一阵疼痛 传来一阵阵痛 啊 松嘴 你是狗吗 正常人打架 谁用嘴啊 苏娜娜更加用力地 踹杨天白的头 不松 给我临时我就松 杨天白道 你想得美 苏娜娜也不服气 便拖着杨天白朝石头 山坡树木上不断撞过去 杨天白也是硬气 死死的不松口 突然 苏娜娜被咬得生疼 一不注意失去了平衡 两人就这样 从高空中下坠 第十六章 到达天晋城 两人从空中一起坠入湖中 之后便休战 你说你至于吗 为了临时那么拼 临时是你爹啊 还是你娘啊 苏娜娜在湖边边 整理湿漉漉衣服 都不是 那是我的命 杨天白道 杨天白在苏娜娜出关的时候 习惯性地打开系统 看看自己的零食 有没有被退回来 就在这时 他发现了刷新了特定奖持 里面出现了绝世技能 那是所有人都梦寐以求的技能 严除法随 在法则允许内 可以做到严除法随 严除法随啊 这谁能拒绝 有了它那还不是要 我们就有什么吗 还努力个蹈啊 还要啥自行车啊 这玩意儿运气好 第一次就抽中了的话 就是一千枚零食 哪怕是保底 最多也就是十亿多枚零食 最多十亿多枚啊 就可以拥有严除法随 快丢我零食 那是我应得的 我也处理了 阳天白道 什么你应得的 那我们就来说说 看你欠了我多少钱 你做我的非洲出来 就算你一千枚吧 还有你身上这套衣服 最新的特质款一万枚哦 还有你这几个月 一路上吃的 都是我的臂股单 算你二十一枚 还有我给你这土老帽 讲了那么多休闲界的 基本常识 信息咨询费五百枚 你咬我大腿的医药费 二十万枚 我还给你一瓶丹药 算你八十枚 所以 你总共还钱我 二十一万一千六百零一枚零食 苏娜娜对着阳天白说道 阳天白瞪大眼睛 不可思议地看着苏娜娜 什么玩意儿 还有零有整的 这那么土的衣服一万 几颗破丹药 用得到二十一枚零食 什么信息咨询费 我们不是在正常聊天吗 还药费你打我的 我还没跟你算药费呢 那瓶丹药 本来就是我应得的 阳天白气呼呼道 好吧 那瓶丹药算你的 所以你还欠我二十一万 一千五百二十一枚零食 拿来吧 苏娜娜道 你还问我要钱 我跟你做了 抢了那么多零食零药 这些东西 加起来多多少少 都有五六十万零食了吧 阳天白道 哪有那么多 最多才十五万枚 这还是网高的算呢 苏娜娜撇撇嘴转过头道 好好好 就算她值十五万块 把剩下的给我阳天白道 什么剩下的呀 我不是给你了吗 苏娜娜道 给我了 什么时候 阳天白疑惑道 就是那瓶丹药啊 苏娜娜道 我干了那么多活 就值那一小破瓶丹药 阳天白大喊道 你干什么活了你 而且 那本来就是我的东西 你只是拿个袋子 把东西装进去而已 其他的情报打探 踩点 就连撤退路线 都是我一个人策划的 你以为刺探情报 不用上下打点啊 我靠的是脑子赚钱 这个叫知识产权 当然我拿的多了 你就是拿个袋子装东西 没有你我找别人还不行吗 你就想分走几万灵石啊 哪有那么好的事情 你要是有那么好的事情 你下次叫我 我来做 苏娜娜道 那我还挨打了 哪次不是遍体鳞伤 阳天白道 搞得谁不挨打一样 我每次不是一个人 打几十几百个啊 再说了 我不是给你补身体的丹药了吗 别那么计较了 一个大男人斤斤计较 苏娜娜 撇撇嘴道 你这是剥削 你这是压迫 你这是奴役 你就是个万恶掠夺者 阳天白跳起来喊道 哎呀 行了行了 怕了你了 走吧 我们去干一票大的 苏娜娜道 真的 阳天白听到这 顿时两眼放光 摩拳擦掌 快走 快走 我这次要搞十个亿 阳天白催促道 他现在是真的害怕 特定奖匙会刷新 如果错过了这次 阳天白真的会拍烂自己的大腿 嘿嘿 小宗门门 爷来了 只能在我得到 延出法随匹的时候 再好好补偿你们了 苏娜娜听完一个亮呛 十亿你也是真敢想啊 有十亿临时的宗门 你刚上去 就被人一掌拍死了 非洲之上 苏娜娜看着一脸期待的阳天白 一开始 见到他只是 觉得他单纯又无知 这段时间来发现 他好像越来越蠢了 是不是上次拿东西的时候 被打得坏了脑子 哎 也不知道这种情况会不会恶化 要是便奔了不受控制 那可卖不出好价钱 不行 不行趁他还清醒得赶紧出手 苏娜娜心道 阳天白并不知道 苏娜娜心中所想 只当他是一个小偷 自己跟他只是相互利用的关系 他利用自己偷东西 自己则利用他打探消息 蹭非洲去往修仙者聚集地 他偷了那么多东西 应该有不少宗门缔纪纳他 到时候再把他送给那些宗门换点赏金 谁叫他一开始 还想杀了自己来着 这一点 我可没有忘记 阳天白心里暗道 全然忘记了 自己见到苏娜娜的瞬间 第一念头 也是想杀了他 两个人都各自地想着自己的心事 非洲经过日夜奔袭 很快便来到了天静城 天静城和安南城相比 大了上数千万倍 建筑也更加高大 街道更加繁华 不过里面大多都是修士 因为修士太多 为了方便管理 天静城便规定 不允许驾驶非洲进入城区 不允许在城区飞行 不允许在城内私自动武 有纠纷就去擂台决生死 备注 化神镜以上修士请自辩 因为天静城的城主修为 就是化神镜 所以规矩对化神镜以上的修士无效 两枚灵石 天静城门口守卫 对着苏娜娜两人道 苏娜娜向着守卫脚 那四枚灵石 便领着杨天白进入城内 看着两人走远后 不想死就给我憋着 其中一名守卫 瞪了一眼年轻的守卫道 哈哈 可是真的憋不住了 太好笑了 其中一名年轻的守卫 捂着嘴道 我们守城门的 会见到很多奇奇怪怪的人 有些人的装扮是特别显 但我们要尊重别人 万一对面是一个脾气古怪的大能呢 人家一个不高兴 就可以随便拍死我们 一守卫道 好的 我知道 我入职的时候 说过特殊训练 无论多好笑的事情 我都不会笑了 年轻守卫道 苏娜娜两人刚入城没多久 就有几个人鬼鬼祟祟的跟着 杨天白还处于刚刚入城的新鲜状态 满是好奇 左看看右瞧瞧 而作为金单妻的苏娜娜 则早早注意到这一点 第十七章 难的也不是不可以 杨天白好奇地打量着周围的一切 这里的灵气可真是浓郁啊 杨天白贪婪地稀释着周围的空气 就像在笼子里生活了一辈子的鸟 第一次拥抱天空 可恶 真是纠缠不清 已经追到这里来了吗 苏娜娜心里暗暗道 别磨蹭了 快点走 苏娜娜催促道 怎么了 火急火燎的 他们追上来了 不应该啊 我们没有用本名啊 杨天白小声道 应该不是 可能是更大的麻烦 苏娜娜说道 是你以前的仇家 那我跑什么他们又不抓我 杨天白道 你还想不想要灵石了 苏娜娜道 哦 对对对 差点忘了 灵石要紧 杨天白懊恼地说道 随即抓起苏娜娜的手 快步走开 在人群之中穿梭着 企图将几个追踪者甩开 苏娜娜看着杨天白 牵着自己的手 着急地不断在人群之中穿梭 心里不禁有些感叹 他要是这样关心自己 那自己还真不舍地将它卖掉 阿佩 他谁都不关心 他只关心他自己和他的灵石 随着两人的不断加快脚步 身后几人也变得着急起来 两人不断加快脚步 身后几人也在加速追赶 最后几乎都变成了慢跑 站住 别跑身后几人喊道 可我逃不掉吗 苏娜娜随即召唤自己的配件 放在腰间 手紧握剑柄 虽然天静城不允许修饰动物 但苏娜娜可知道 身后那几人的背后之人 可不在乎一个天静城城主 几人越来越靠近 在相聚 向过来的几人 只见那人被吓了一跳 姑娘 晓得做错什么了吗 男子弱弱问道 你这是 找我的 苏娜娜疑惑地看着来人 不是 我找你同伴 男子道 苏娜娜转头看向杨天白 露出疑惑的表情 仿佛在问 你朋友啊 杨天白怂怂间 摆摆手 也是一脸疑惑 自己才从安南城出来 不认识什么朋友 也不清楚 对方为何找自己 还没等杨天白开口问 只见那男子 从身后拿出一捧鲜花 缓缓地来到杨天白面前 深情地说道 只因在人群之中之中 多看了你一眼 我就深深沦陷 一不小心爱上了你 多想和你一不小心白头偕老 这一路哪怕在荆棘坎坷结局 只希望是你 姑娘我喜欢你 请和我交往吧 苏娜娜在一旁捂着嘴 一脸不可置信 我就说她能卖个好价钱吧 这才刚刚进城 就有人盯上她的屁股了 周围的行人 也纷纷停下来看热闹 答应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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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人了咧欢呼道 我不同意 这时人群之中 则走出一千千君子 扇着扇子道 你是哪里来的蠻汉 竟当街让如此美丽的姑娘难看 转头又对着杨天白温柔道 人间纵有百媚千红 唯独你是情之所忠 姑娘如今成边花正好开着 你我正好相遇 不然一同去赏花作业 如何 这是哪家姑娘 穿得如此奇怪 竟还有两人争相求爱 底下一些吃瓜群众 窃窃私语道 此时的杨天白则一脸吃了屎的表情 自己忘记了 还穿着苏娜娜给的一套女款大红裙 因为自己没有戴官 而是竖发 再加上自己本就比较清新 这才被人误会成女子 老子 男的 不卖屁股 滚 杨天白故意将嗓音压成 恶狠狠说道 两名男子都明显愣了一下 左瞧瞧右看看 反复确认 你看我就说他是男的吧 你们骗不信 每人输我二十枚零食 底下跟着捧花男子来的其中一人 对着几人喊道 真是的一个大男人 穿这种女装干嘛呀 还穿得那么妖艳 其中书前的一男子苦恼道 捧花男子 在确认杨天白是男的后 将鲜花丢弃一旁 转身嘟囔道 真是的一个大男人穿那么骚 想勾引谁啊 老子穿什么关你屁事啊 穿衣自由动不动 自己眼下还怪别人 你们家表白之前 都不问一下性别的吗 杨天白对着男子背后喊道 转头一看 拿着扇子的翩翩公子 依旧盯着自己看 还咽了咽口水 公子 难得我也渴 拿扇子的男子 眼神跃跃欲逝 又充满期待的问道 渴你妈 滚 杨天白喊道 男子见杨天白发怒 只好灰溜溜离开 边走还边摇头嘟囔道 多俊俏的脸蛋啊 可惜 可惜 此时杨天白转头一脸忧怨地看着 拿着刘尹时 笑得前仰后翻的苏娜娜道 都怪你 哈哈 不行了 笑死我了 公子 难得我也可以 哈哈 蘇娜娜模仿着刚才男子语气道 我不管 你现在就带我去换衣服 杨天白拽着着还在笑的苏娜娜 来到了最近卖衣服装备的商店 你好 两位姑娘 需要点什么呢 店员看见 两人进来 急忙上来招呼 我 男的 杨天白道 哦 不好意思 公子您需要点什么呢 店员问道 衣服 男的 随便哪一件都行 杨天白现在只想赶紧脱下这身土 到吊渣的大红衣服 您看看这件怎么样 上品天接到气 采用黑鸭妖兽羽毛和骨臀击骨制作成 轻薄保暖 防护性优越 日常生活或者野外寻宝战斗都方便 我看它十分符合您的气质 最重要的是 今天开店周年庆 还可以打七折 这款很好卖的 就剩下这一件了 错过真的只能拍大腿了 现在购买 只需要二百枚零食店员正卖力地给杨天白推销着 杨天白严重怀疑 这个店员是不是穿越过来的 这台词听着让人无比熟悉 其变我不变 杨天白突然对着店员道 店员脸上写满疑惑 没事 就这件吧 杨天白道 当即 杨天白将这件穿了几个月的大红衣换下 还给了苏娜娜 换上新衣的 站在铜镜前 细细打量着自己 没想到这系统重组的身体 竟然还自带美颜啊 比原来帅了不少 不知道杨天和李游 在见到自己的时候 能不能将自己认出来 杨天白心中暗暗道 先生这边 总共二百枚零食呢 店员提醒道 杨天白转头看向苏娜娜 看我干嘛 又不是我买衣服 自己付钱 苏娜娜道 忘了自己没有钱了 一心只想换件衣服 杨天白小心翼翼地 拿出腰间保存的很好的药盒 递给店员道 怎么样这盒丹药 能值多少钱 店员接过丹药 打开盒子后拿出来闻了闻道 不好意思 公子 我们店不收撞羊药 杨天白 第十八章 明月楼 最后在杨天白的不懈坚持之下 苏娜娜还是掏钱了 不过她让杨天白写了欠条 不是二百枚零食的欠条 而是包含各种费用的 二十一万一千七百二十一枚零食 拿到欠条的苏娜娜 则每次知道 在一旁对着欠条看了又看 仔细斟着每一个字 生怕杨天白玩文字游戏 杨天白则根本无所谓 她自己的系统就是一个吞金兽 而且还是狠坑的吞金兽 原本杨天白已经打算放弃这个系统了 因为经过了上次的事情 她严重怀疑 这个系统就是来骗零食的 不过她愿意为了 言出法随 再缩哈一次 搏一搏单车便宝马 某位成功学大师说过 缩哈是一种智慧 反正这年头 欠钱的都是大爷 不怕欠得多 就怕欠得少 欠得多了 保你的人就多了 不然你出事了 你欠的钱谁还呢 那不坏账了吗 所以 你一早就知道 那个那一罐丹药 根本就不是什么疗伤的丹药 而是撞羊药 两人走在大街上 杨天白对着苏娜娜说道 没有 我不知道 我一女子 怎么可能知道什么撞羊药呢 我需要用到这种东西吗 苏娜娜转过头撇撇嘴道 但她心虚的不敢看杨天白 你觉得我会信你吗 犯罪心理学写道 一个人撒谎 会不知觉地做出 连她自己都察觉不到的小动作 你刚刚转过头去的时候 是不是撇撇嘴了 杨天白道 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苏娜娜道 同时心里也惊讶道 居然被她猜到 连我自己都没有发现 看来下次撒谎得忍住不撇嘴了 你嘴里就没有一句真话 你好歹给我鼻鼓丹也好啊 撞羊药什么的 谁需要那种东西啊 你需要吗 该不会 你这次跟我说干一票大的 也是在骗我吧 打算把我卖掉 去当牟丽挖矿 杨天白现在十分怀疑 苏娜娜真的会干出这种事情来 听到这的苏娜娜心里一惊 糟糕被发现了吗 她现在是要开始长脑子吗 得想办法轰轰 随即转头 一脸真诚地对着杨天白道 你把我这样想我真的太伤心了 我可以保证我 绝对不会把你卖去挖矿 我带你出来 真的是为了赚零食 只不过 赚的零食都是我的 杨天白看见他语气诚恳 心里有点怀疑自己直觉 好吧 我在最后相信你一次 我们这次 是不是要去偷城主府 杨天白一脸期待道 大哥 你是不是嫌病长啊 我一个金丹出七 你一个炼器出七 去偷一个化神器的东西 你心里是有什么心事想不开吗 说出来 让我乐呵乐呵 苏娜娜道 只要城主府真的有十个亿 自己知道在哪里 而且能够躲过阵法禁止 杨天白觉得自己 还是会搏一搏 等抽到 言出法随 原因化神 我直接原地飞升 随着两人不断走着 便来到了一家青楼面前 我们到了 苏娜娜指着道 明月楼 这是青楼吧 这就是我们此行的目的地 杨天白疑惑道 苏娜娜 点点头 我们是出来干一票的大的 不是出来干一跑 你想找乐子能不能晚一些 搞零食才是最重要的 我现在 很着急杨天白道 我知道你很急 但是你先别急 我是那种人吗 我堂堂公主 什么美色没见过 需要来这种地方 来这里就是来搞零食的 这也是我家开的 老规矩等会进去 我先踩点 听我指挥 看我眼神行事 苏娜娜说完便领着杨天白 进入明月楼 哎哟 苏姑娘 好久不见你来玩 经过带朋友来吗 近段时间刚来一批 俊俏的姑娘和牛郎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吗 不是 门口接客的老宝 看见苏娜娜 便迎了上来 嘿嘿 不是 她不是来玩的 苏娜娜尴尬道 听到这话 老宝肉语气 一便委屈到苏姑姑 你这样不合规矩吧 哪有出来吃饭 还自己带菜的道理 杨天白听到这头皮发麻 什么玩意儿 把自己当成什么了 把我当成鸭子了 老子不卖屁股 苏娜娜怕漏线 便付在杨天白耳边轻声道 还是老规矩 你去那个房间等我 等下他们要代码 尽量拖住 给我争取时间 说完便跟着老宝 来到一间包厢之内 你确定他的家是清白 收下不会有任何的风险 不会有背后的势力 来找麻烦 老宝对着苏娜娜道 当然 他可是 我从千万里之外 千辛万苦带出来的 他的全家都死了 就剩下一个失踪的妹妹 去找他那妹妹 我与他相处几个月 早已情同姐弟 如不是有难处 谁又会将自己的 至爱亲朋带来这里呢 说着 苏娜娜便委屈地 擦着不存在的眼泪 所以 二十万没零食 是不可能的 至少得三十万苏娜娜 随即诱到 不行不行 三十万太贵了 老宝摇摇头道 哪里贵了 现在的行情 一直都是这个价好吗 你看看他那俊俏的脸庞 伟案的身姿 还有那八块大腹肌 说着便拿出 留影时给老宝看 你看看他穿女装 还迷死了不少男人呢 好好调教 将来可以炒作成头牌 可男可女 你就偷着乐吧 苏娜娜道 可三十万 真的太贵了 老宝道 三十万可以了 这一路把他带过来 一路的吃穿用刑 已经花了不少了 到我这里 已经没有的赚了 甚至都亏本了 我俩熟识 我才来这里的 你要是给不出价格 我再去别处看看 说着便要起身离开 行 行 行 三十万就三十万 不过先验货 老宝咬咬牙道 你真的保证他不会跑吗 老宝又问道 我保证 他不太聪明 被人卖了 都会帮人数钱的那种 不幸的话 等下我们试试之伤 苏娜娜拍拍熊扑道 那我去验货 老宝说着便离开 同时又招呼这几位俊男靓女 进来招呼苏娜娜 来来来 姐姐想死你们了 苏娜娜对着几人招手道 正在沉浸在温柔香之中的苏娜娜 包尖尖门 被从外面用力推开 这就是你说的踩点 让人拖住他们 你自己却在这里左右右抱 吃着水果喝着小酒 还有人给你按摩锤尖 你知道不知道 我在外面遭受了什么待遇 他们一群人 过来要脱衣服 现在咱俩换任务 只见杨天白衣衫不整 怒气冲冲地在口喊道 后面跟着老宝和几位护卫 第十九章 我的 我的都是我的 此时 苏娜娜对着杨天白身后的老宝 眨眨眼色 暗示老宝别说话 看我怎么忽悠他 而在杨天白的视角看来 苏娜娜则是对他眨眨眼 等一下 他之前跟我说过 看他眼神行事 那么说 现在可以行动了吗 杨天白正思索着 苏娜娜就开口道 你先去库房 盘点三十万枚零食出来 果然 该行动了 没想到这次行动 竟然在大白天 还当着对方的面 叫我光明正大的去拿 这家店该不会真是他家开的吧 杨天白心道 不过杨天白并未想太多 他现在只想快点拿到零食 然后去抽奖 但他并没有发现自己 其实已经有了赌徒心理 赌徒为了回本 通常会不断地加大投入 甚至性情大变 还不自知 而现在的杨天白 显然已经被 言出法随 冲昏了头脑 杨天白一想到自己等一下 就可以得到零食 便两眼放光 朝着苏娜娜眨眨眼 点点头仿佛再说 没问题 我懂的 你放心 然而 在苏娜娜的视角里 他却是以为 杨天白的问题 越来越严重了 看着他那激动的神情 心里暗到果然智商不高 被卖了好不自知 原以为我还需要将他绑过来呢 结果一说到有零食 屁颠屁颠就过来了 苏娜娜甚至怀疑 如果零食足够 杨天白甚至愿意 自己跑到床上 自己把自己绑起来 护卫看了看老宝 老宝点点头 算是默许了苏娜娜的话 随后护卫便带着杨天白 往库房走去 检查这事吗 不着急 他现在还不知道真相 等我拿到钱了 交易就算完成了 到时候 你们把他绑起来 仔细再检查都可以 你放心 你是了解我的 要是有瑕疵 我愿意退货 苏娜娜半推半哄地 对着老宝道 只要他拿到零食 就不可能退的 什么 有瑕疵 那是你们检查的时候弄的 他只希望杨天白 现在别发现真相 因为明月楼 不太愿意购买 不受控制的人 万一逃跑 或者出现其他什么问题 就有可能连成本都收不回来 一般情况下 都是在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 偷偷生米煮成熟饭 然后再寻寻善诱 连哄带骗让他们自愿留下 看在你的面子上 就破一次脸 老宝道 杨天白被护卫带着 来到了库房门口 把储物戒指拿出来放在这里 自己进去盘点 拿出来我检查就好了 门口的帐房先生 眼皮都没有抬一下 手指着桌子上的小盒子道 而他的眼睛 则盯着手上的一本书 看得津津入味 不知是在看画本 还是在研究功法 我没有储物戒指 确定我自己进去拿 杨天白看着门口 写着库房重地 善入者杀的的标语疑惑道 你什么修为 库房管事道 练气期 杨天白道 自己进去盘点 别在话 库房管事不耐烦说道 这些原本就是他的工作 一开始账房每一笔出入 都需要他自己去盘点 但是一天下来 盘点的次数太多了 兢兢业业地工作了一段时间 熬成老油条以后 便开始偷懒 仗着自己有点关系 便经常让来取钱之人 自私进入库房自己盘点 他自己则坐在门口 在账本画一笔 别人出来的时候再扫一眼 因为来的人 基本都是明月楼的自己人 每一个人基本都偷偷多拿些零食 管事偶尔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反正账本在他手里 想怎么改就怎么改 他自己和劳保则是拿最多的 而其他明月楼的人员 因为每次都能多得到些零食 都没有人主动去揭发他 就这样 一个利益共同体 就稳定形成了 到后来 明月楼每个人都习惯了 自己进去盘点 反而会觉得 是库房管事对自己有意见 墙上的标语也就形同摆设 库房管事自觉凭着自己住机器的修为 根本没有把练机器的杨天白放在眼里 也就懒得搜身放任他自己进去了 不过他可能不知道的 是将杨天白放进去 是他这辈子最后悔的一件事情 进入库房的杨天白 看着琳琅满目的零食 顿时两眼放光 我的 我的 都是我的 哈哈哈哈 随即 杨天白将三万枚零食快速盘点好以后 打开系统空间 将其他零食一扫而光 我靠 这么大的明月楼库房的零食 还不到二百万枚 杨天白瞪大了 看着系统上显示的一百八十九万多枚零食 陷入了苦恼 靠 还说什么天津城最大的青楼 原来是个穷鬼 原以为十亿枚零食稳了呢 现在可怎么办 这点零食抽不到 严出法随 该怎么脱身呢 杨天白苦恼自言自语道 其实也不怪杨天白 明月楼的确拥有的财富不止这些 修仙界没有人会愚蠢到 将自己的好东西放在库房之中 大部分财富 都在明月楼楼主彭奎阳的储物戒指中 随身携带着 而明月楼的库房里 仅仅只存放了 维持明月楼正常运转的资源 真不该那么冲动的 现在真是进退两难 也不知道能不能跑出去 现在杨天白能在定奖池的 二十个奖品之中抽十次 如果这十次能抽到 严出法随 则一切问题将迎刃而解 正当他在犹豫 要不要现在抽的时候 门外传来管事催促的声音 怎么那么磨蹭快一点 在里面生孩子呢 哦 来了 来了 杨天白赶紧出来 将库房门迅速锁上 然后将药室放在库房管事的桌子上 后者漫不经心地扫了一眼 杨天白麻袋中的零食 便丢给他 催促道 赶紧滚 便继续躺在堂椅上 悠闲地看起了书本 杨天白带着三千枚零食 来到了苏娜娜所在的包厢内 苏娜娜看见零食双眼 瞬间变成美元美元符号 一把夺过零食细细端向起来 一 二 三 二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八 二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 三十万 没问题 树木正确 苏娜娜一脸笑嘻嘻地将零食抱怀里说道 众人服额 有必要一枚一枚鼠吗 杨天白更是无语 他自己都已经点过一遍了 苏娜娜还在不慌不忙地数 这个时候 不应该想办法离开吗 第二十章 自在吉义宫 可以再送个储物戒指吗 我的储物戒指 一部分空间损坏了 苏娜娜对着老宝道 这个没有送的 一个最低品贴的储物戒指 都已经两千多枚零食了 老宝道 我觉得这个可以有 苏娜娜就像无赖般缠着老宝 这个真没有 可以有 两人就这样争执着 杨天白现在正在琢磨着如何离开 现在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来到了修仙者聚集的城镇 可以自己打探消息了 已经不再需要跟着苏娜娜了 那个 哪里有茅房 杨天白不合时宜的声音响起 那边 那边 正在跟苏娜娜争执的老宝头都没回 也不管是谁问的 就自然而然地脱口而出 之后便跟苏娜娜继续争执起来 杨天白临走时 还不忘跟苏娜娜使了识眼色 意思是 告诉他 自己先走一步 计划很顺利可以撤了 让他自己想办法脱身 走出包间的杨天白 直接快步离开 静止走出大门 欢迎下次光临 门口的门童 对着杨天白喊道 出了门的杨天白 立刻马不停踢地小跑离开 呼 吓死我了 还好没有被发现 得找个隐秘的地方躲起来抽奖 此时 明月楼内 当年要不是 正在苏娜娜激动地喊着 不好了 不好了 出大事了 这时库房管事急急忙忙地来到包间 库房的零食不见了 一枚都没有了 库房管事说道 这时 两人停止了争吵 怎么回事 老宝急忙问道 刚刚前院将今日的零食送来 我将零食拿进去放的时候 发现零食都不见了 库房管事说道 之前有谁进去过吗 老宝问道 就张老三领过去的 一名黑衣练气气修士 库房管事道 他人哪 刚刚还在这的 老宝疑惑地问着周围人 他去茅房了 一名护卫道 谁让他去的 把他找来 老宝大声道 这时 苏娜娜猛然记起 杨天白临走之前 对着自己眨了眨眼 心里顿感不妙 这货该不会跑了吧 我去叫他过来 苏娜娜自告奋勇道 你现在哪也别去 就在这里 老宝道 不一会去找杨天白的人 回来说道 他刚刚大摇大摆地 从门口走了出去 苏小姐 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解释 否则我也不好向楼主交代 老宝对着苏娜娜道 同时 周围几名护卫 将苏娜娜包围起来 不可能 他根本没有储物戒指 苏娜娜道 那谁知道呢 老宝道 苏娜娜看见周围的人步步紧逼 随即掏出配件 砍向其中一名护卫 企图逃走 老宝也早有准备一掌打出 将苏娜娜打倒在地 苏娜娜欲要起身反抗 但老宝已经将剑架在他的脖子上了 说说吧 库房总共丢失五千多万多枚零食 这笔账怎么算 老宝对着苏娜娜道 而在另一边 一处空旷无人的角落里 天灵灵地灵灵太上老君 耶稣 观音菩萨 妈祖保佑 杨天白将他上一次记得的 所有神仙名字摆了个遍 希望这次运气爆棚 欧皇附体可以抽到 研出法随 杨天白碎碎念叨 随即 杨天白打开系统界面的特定奖池 摩拳擦掌的准备抽奖 随着杨天白手指一点 零食 一千 特定奖池里的二十个奖项 不断闪烁起来 最后停留在了PPT精通 然后各种关于PPT的操作 不断涌入杨天白的大脑之中 哼 真不愧是天选打工人 杨天白自嘲道 没事的 还有机会 下次一定出 杨天白再一次点击抽奖 这一次闪烁点停留在了 笑声难听 笑声变得难听 哼 哈哈哈哈 搭 搭杨天白尝试笑了一下 结果他发现 现在自己的笑声 不仅声音更大了 而且像鸭子叫 没事 大不了以后不再笑就爽 杨天白自我安慰到 第三次耳朵会动 第四次香烟一包 第五次小板瞪一个 第六次可以站着睡觉 第七次站着说话 不会腰疼 第八次筋膜腔肌肉按摩器 第九次双背疼痛 受到伤害时感受到双背疼痛 此时 杨天白坐在小板凳上抽着烟 拿着筋膜腔按摩 心里不止双背疼痛 他现在已经没有了一开始的镇定 就最后一次了 杨天白吐着烟道 无所谓了 毁灭吧 哈哈哈哈 杨天白从一开始的满怀希望 再到中间的暴怒无奈 现在他已经看开了 花了那么多没零食 他觉得最值的就是这包香烟了 不然他现在已经不知道该怎么排解他的忧愁了 随着他再一次点击 闪烁停在了自在疾异攻 在此状态之下 身体对危险会自动做出反应 无需大脑思考 身体会自动躲避和攻击 呼 好家伙终于有一个能用的了 这不是狗空的技能吗 杨天白知道这是孙悟空在超蓝篇的技能 这个技能可以最大程度上激发身体的极限 现在只剩下867,411枚零食了 再次抽特定奖池的话 还需要100多万枚 看来只能去普通奖池碰碰运气 或者看看兑换商店了 杨天白在兑换商店 花10万兑换了一个储物戒指 再花1万兑换了臂鼓丹 他现在还是练气期 还是需要吃饭 到了珠基期初步臂鼓一年 偶尔吃几次 到了金丹期才可以彻底闭鼓 他想了想 又兑换了几套衣服和面罩 方便逃跑 现在他还剩下34万枚零食 他现在还没想好怎么用 干脆就先留着吧 对于普通奖池 杨天白还没从被系统吞零食的阴影之中走出来 万一出现个奇怪的负面buff 就亏大发了 接下来 杨天白换好衣服后 鬼鬼祟祟的来到大街上查探 奇怪了 明月楼到现在还没发现零食不见了吗 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 难不成这次还真是苏娜娜他家开的店 杨天白原本在城中小心翼翼 但是他发现明月楼没有什么动静 索性就光明正大的在大街上走动起来 第二十一章 完了 回不去了 杨天白走在天津城的大街上 正在计划接下来的打算 现在自己的实力还是太弱了 没想办法变强 自己是开脉修炼 上线不会太高 修炼也会很艰难 这一点 杨天白在安南城的时候已经领教过了 他比其他人的优势在于系统 而系统又是一个吞金兽 只有足够多的零食 才能在系统兑换有用的物质 那么对于杨天白来说 零食就等于力量 草率了 早知道就一开始就兑换储物戒指 然后将一部分零食放进去 也不至于现在一枚零食也没有 看来接下来的目标就是 赚零食了 如何才能快速获取大量的零食呢 最快的办法当然就是掠夺了 但杨天白看了看自己的实力 这显然行不通 或者像散修那样去各地淘宝 那也不行啊 自己现在没有非洲 没有零食 光靠走路走不了多远 再说了这种靠运气的事情 杨天白根本不指望 那就只能卖了 但是想想自己能卖什么 像安南城那样卖香皂 各种水果 不好意思 修饰不需要 杨天白观察到 有卖各种功法 各种灵质 各种武器 各种法宝服录 各种灵宠 亦或是妖兽的皮毛 或者是血肉等各个部位的 这位兄台 你这些妖兽 是在哪里打的啊 能不能带我一起去啊 杨天白对这一旁 卖妖兽弱的修饰问道 没问题 不过方便展示一下修为吗 男子道 杨天白随即展示出 自己练气初期的修为 不好意思 这些妖兽是自家养的 男子笑着对杨天白道 区区练气 还想去打妖兽 带去都嫌麻烦 又帮不了什么忙 就这样 杨天白一连问了几个 结果都是自家养的 跑去问卖灵直的 都是自己种的 卖灵直的嘴巴更严 更不会平白无故告诉别人 自己去拿来卖不香吗 干嘛要告诉其他人 平白无故多一个竞争对手 一圈下来 杨天白收获了许多白眼和嘲讽 除此之外 一无所获 然后 杨天白便打算偷偷跟踪 结果 跟了第一个就翻车了 人家一出城门 直接拿出非洲飞走了 这一下杨天白傻眼了 入城 需要两枚零食 自己回不去了 就这样 杨天白在城门口晃悠了大半个月 从系统空间兑换了个破碗 在城门口做了半个月 一枚零食也没有收获 真是人心不古啊 事态炎凉 这修仙之人 就那么没有同情心吗 杨天白蹲在城门口感叹道 哟 还是一枚零食都没有吗 城门口的守卫打去道 大哥 要不你行行好赏我俩吧 杨天白可怜巴巴道 开什么玩笑 我一年才挤的零食啊 自己修炼都舍得 不过看你可怜我可以帮帮你 守卫说道 真的快说说看 哪里有灵质 哪里有妖兽 杨天白激动喊道 别想了 这周围的灵质早就被豪吐了 妖兽也被杀光了 你有非洲 或者修为再高一些 兴许还能更远地方去碰碰运气 不过嘛 就你这练习期 想要去到远一些的靠跑 都得好几年 守卫道 那你的意思是 杨天白疑惑地问 你之前不是拿着丹药说 想抵扣入城废吗 这两天我们头儿受伤了 需要些疗伤的丹药 你可以跟我换 拿给他 守卫道 之前杨天白的确在系统里 兑换了一些丹药 尽管这些丹药 比如成费贵了许多 但是人家守卫不需要 所以就没有同意 他们零食一般会存起来 买些工法和武器 一般很少买消耗品 除非需要的时候 诺 这十枚零食 就买你上次的那瓶丹药吧 守卫道 杨天白从系统空间里 用了三千枚零食兑换的 现在指着十枚 成交 杨天白道 来 头儿 要买来了 在轩位堂买的 总共用了二百枚零食 刚刚跟杨天白达成交易的首位 对着他的上级说道 好的 知道了 你先下去吧 随即 在公费支出账本上写下 养伤单药一瓶 花费两千 杨天白原本是打算 在系统空间兑换物资来卖的 结果发现 系统吃回扣太严重了 同样的单药 系统比城内的价格高几十倍 所以他就放弃了这个方案 沙头的买卖有人做 亏本的买卖 杨天白自然也不做 难道要打工 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 这辈子都不可能打工 再说了 有哪个修士需要做PPT吗 看来还是得先进入一个宗门当打杂的 再偷学技能 最后出来单干 最好是去一个阵法 练器 或者是练单的地方 先打杂再学习 最后出来单干 积累财富 然后再做大做强 杨天白已经做好了计划 这位道友 你清楚这附近有哪些宗门吗 杨天白对着一个卖灵药的修士问道 怎么 你想去偷人家的灵药 卖草药的修士问道 不是 我只是觉得 这样四处漂泊 也不是一个办法 倒不如败入宗门 杨天白道 这离天进城最近的宗门就是 七星宗了 卖草药修士说完便不再说话 然后呢 在哪个方位 过去要多久 杨天白看着他说话着急道 过去要很久 骑马要多久 骑马比飞过去要更久 杨天白疯了 他发现跟这个卖草药的说话太费劲 我的意思是 飞过去要多少天时间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 你又不买东西 男子道 杨天白无语了 这仙界的人情味 怎么那么淡薄啊 没有人告诉他们人和人之间 应该相互帮助 助人为乐 帮助他人快乐自己吗 等自己实力够了 一定要整顿修仙界的教育系统 说着 便犹豫地从储物戒指当中 拿出两枚零食递给男子 男子接过零食 顿时喜笑颜开 看见杨天白有如看见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一样 急忙招呼气坐下 道友不用那么客气 我叫齐广鹏 以后就是兄弟了 有事情之一声 做兄弟 在心中 便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述起来 第二十二章 该不会那么巧吧 随着齐广鹏的不断描述 杨天白的得知 距离最近的宗门七星宗 如果乘坐距离非洲 则需要九日的时间 杨天白根据自己的速度算了算 自己身体现在的速度可以比得上驻姬后期了 甚至还比驻姬后期快一些 自己过去的话 则需要两年时间左右 周围还有火云门 清华宗 还有一个修士统治的王朝 大康王朝 而在天津城最大的势力 则是阴家 附近还有一些小宗门 听得杨天白云礼物礼 那这些宗门啊 王朝啊 家族啊之类的 有什么区别吗 哪个比较大 杨天白疑惑道 没有什么区别 上述的几个宗门 或者王朝 都占据了相对不错的灵脉 宗主长老实力都在原因 甚至应该还有化神镜的偷偷藏起来 而周围的小宗门 则是一些宗主实力 在经单期 占据了一点点灵脉 需要依附以上宗门 才可以存活 还有一些跟我一样是驻姬的修士 占据了一些灵气 较为丰富的地狱手底下 有几位炼器修士和凡人 在那里修炼 还有一些炼器修士 统治几个凡人村子 像这种驻姬和炼器开宗立派 纯属自娱自乐 那如何区分 哪个宗门比较强呢 杨天白问道 判断其实力强弱 不能单单从名字来看 因为有的人 希望自己的传承 能够传下去 便开宗立派 有的人喜欢享受权力 便建立王朝 有的人则喜欢建立城镇 不靠灵脉 依靠税收来积累资源 有的则喜欢 以家族形式建立宗门 有时候 一个王朝管控几个宗门 也有一个宗门 控制几个王朝的情况 什么宗门 门派其实都是抱团取暖 想知道哪个宗门厉害 就得看他们有多少灵脉 多少灵天 没有实力的门派 是守不住这些的 齐广鹏道 那道有属于何门河派啊 杨天白问道 我原先在一个小宗门当长老 后来我外出的时候 我们宗门被刺凶双道 给洗劫一空 我们宗门齐齐出动 去追杀刺凶双道 其他宗门趁我们空虚之时 趁机攻占了我们宗门 当我回去的时候 宗门就已经改换招牌了 所以我现在算是无门无派 齐广鹏道 不会治妖巧吧 该不会洗劫他们宗门的 就是自己吧 那道有将来有何打算呢 去小门小派又没什么前途 最近这段时间 去大宗门又不太合适 最近几个大宗门火气都很大 时不时发生冲突 而且最近他们都一直在各地收人 估计啊 要发生什么大事了 我们这种无权无势中途加入的修士 大概率都是炮灰 委派的都是最危险 最累的任务 所以我跟几个相识好友 约好一起去打妖兽 找找灵药 探探宝来换取资源 收了好处的齐广鹏 侃侃而谈 将自己的事情一股脑说了出来 那你们可以带带我吗 阳天白道 兄弟啊 不是我不带你 只是你才练习七 去打妖兽很危险的 我建议你 还是去找一个宗门加入 好好提升一下实力 像你这种情况 一般不会给你太难的任务 真要打起来 你大概率也是被安排做后勤工作 就种种灵职 挖挖矿什么的 齐广鹏道 阳天白很享受自己的修为 虽然只有练习七 但是自己的战斗力 可比他们强 但是 想到这里人多眼砸 自己的底牌 不能够随随便便暴露 便不再多说什么 看来自己还是得先进入一个宗门了 不过得去大宗门 小宗门连灵脉都没有 还随时可能负面 而自己最缺的就是灵石 所以得找一个实力大的宗门 那你说 那些门派招人 一般都在哪里呢 阳天白道 就在擂台附近 有时候看见好苗子 各个宗门 还会在擂台绝生死呢 可热闹了 之前阳天白不清楚 明月楼那边的情况 就没有往热闹人多的地方走 所以也不清楚这一情况 当阳天白来到内城 还没等他开口问 便见一人上前 道友 可有加入门派 赤灵宗要不要了解一下 你赤灵宗算什么东西 道友别听他的 看看我们明熙宗 道友 看看我们天行宗 就这样 几人不断在阳天白面前推销着 不断推丧 相互辱骂 呸 你们天行宗什么东西 上次你们的圣子 还不是被我们的圣女 砍断一条手臂后 灰溜溜逃跑 你在狗叫什么 不服有种上擂台啊 上啊 怕你啊 走啊 你先上 你有种就先上 两人就这样不断打嘴炮 平常打打嘴炮还行 没有上面的命令 谁都不愿意上擂台 冒着生命危险去招人 兄弟 我们天行宗美女如云 来我们宗门找道理 很容易的 修道之人 何须同凡人一般 沉溺难欢女爱 道友 来我们宗门 我们宗门占据了一座山林 里面都是各种妖兽 你可以选一个当自己的座棋 平时还可以去里面训练提升实力 这才是修士的不二之选 道友 我们有最好的练习师 来我们宗门 武器装备管够 就这样 众人不断争吵着 最后 杨天白果断地选择了天行宗 他发誓他 绝对不是奔着天行宗的女修去的 而是天行宗给的零食最多 其他宗门给练习七的修士 每年是两枚零食 而天行宗则足足给五枚 虽然这多两枚 对杨天白来说 并没有什么用 但杨天白就觉得 天行宗的宗主很有格局 零食应该也是最多的 随着杨天白选择了天行宗 众人便一哄而散 只留下天行宗的三人 还在围着杨天白 道友好眼光 记住你现在的选择 将来的你一定会感谢现在的自己 天行宗的修士 握着杨天白的手激动道 对了 道友 啊 不 师弟 师弟方便展示一下修为吗 当即 杨天白便露出自己练气初气的修为 天行宗众人满意地点了点头 可以请师弟简单描述一下 之前的修炼过程吗 并不是不相信师弟 只是现在非常时期 我们也怕其他宗门的人 放进来探子 都是为了宗门吗 也请师弟理解一下 杨天白觉得这道没什么 只不过不能全盘拖出 不然被人知道自己更为怜心还有往来 恐怕会有修士 过来打探那颗破珠子的事情了 第二十三章 吃撑了 我本在一处凡人村庄 有次外出放牛 看见一前辈在那里修炼 后面我老前辈与我交谈甚欢 对我十分喜爱 随即便赠予我一次机缘 帮我助我开脉修炼之后 便不知所踪 杨天白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 那你现在还找得到那位前辈吗 知道他是谁吗 他走了之后 还有再来找你吗 天行宗弟子 对着杨天白问道 没有 老前辈离开后 便是好几年未曾见过 我也不认得他是谁 天行宗众弟子 当即变了脸色 也就是说 你是一个无权无视的开脉修士 杨天白愣了一下 不明白 前面还一口一个失地叫着的师兄 突然对自己十分冷漠 师兄 可以这么说 别叫我师兄 我不是你师兄 别乱判关系 去去 这种低级的开脉修士 过来倒什么乱啊 浪费时间 杨天白一头黑线 自己竟然被叫做低级修士 他现在很想告诉他们 哪怕自己是练气修为 依旧可以吊打他们这几个 哈哈哈哈 我还以为是什么了不起的宝贝呢 原来是个开脉修士 还好我白鹤宗 没有去跟你们抢一个开脉修士 不然说出去 宗们脸上都无关光 就是 就是 听见众人在下面不断地嘲讽 杨天白这才知道 原来大家都那么不待见开脉修士 不过也不怪别人 开脉修士没有灵灯 修炼速度奇慢 大概率一直都是练气修 且修炼所需资源巨大 哼 开脉修士又如何 你们这群鼠目寸光的鼠辈 仗着自己有灵根 而看不起开脉修士 殊不知 你们在我眼里 同样是废物 杨天白寻着声音望去 只见人群之中 一名老道冷声道 大胆 何人在此胡言乱语 你是何人 胆敢如此羞辱我等 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够胆抱上明懒 老道的话 顿时在人群之中激起千层浪 面对众人的讨伐声 老者镇定自若 只见他不再收敛气息 原因其强大的威压 使得众人冷汗直流 我说的话 你们有意见吗 前辈英明 我等在前辈面前 确实如楼一般 众人对着老者拱手道 说完便迅速离开了这是非之地 生怕老者记恨自己 没几下现场 便只剩下灵星几人 老者来到杨天白面前 多谢前辈解围 不知前辈如何称呼 杨天白对着老者道 叫我虚一道人就行 我是虚一道宗门的宗主 这帮人真是蜀目寸光 有眼无珠 我生凭最恨这种 看不起开脉修士的人 前辈这是为何 杨天白疑惑道 虚一道人叹了口气 因为我自己就是开脉修士 看见方才你被众人嘲笑 想到了当初的自己 所以情不自禁 便训斥了他们 哎 开脉修士的修行 道路艰难 也怪不得他们如此想 杨天白无奈道 非也 非也 这帮蜀目寸光的修士 根本不了解真正的开脉修士 只要有合适的功法 开脉修士的修炼速度 将易于常人 虚一道人道 前辈 此话当真 杨天白还第一次听见这种说法 不由地怀疑起来 我哄骗你有何好处 我自己就是开脉修士 短短三百年 便从练习期步入原因期 不知前辈 可否将功法介于我观摩观摩 杨天白知道这很难 但还是想试一试 这 你并非我门中弟子 我不可能无缘无故地将功法给你看吧 不过吗 你若是入了我的宗门 那就是本门弟子 我看你气质不凡 倒也勉强入得了我的眼 虚一道人为难地说道 这 杨天白并未相信对方的一面之词 开脉修士修炼困难 这是修仙界公认的常识 看见杨天白由于虚一道人 便开口道 你先别拒绝 我们到旁边的酒楼边吃边聊 我跟你好好讲解宗门情况 你别看宗门刚刚成立 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对标那些最强大的宗门 我相信有你的加入 将来我们必将独霸一放 说着便拉着杨天白走向酒楼 杨天白听个云里雾里 越听越不靠谱 但是 自己没有吃过修仙者的零食 心中也是好奇便打算跟着去 来到酒楼 两人便找了个空位坐了下来 很快 店小二便端上一壶零酒和一些妖兽肉和零植 来尝一尝 这是新鲜的骨臀肉 须一道人说着 便夹起一块肉送进嘴里 杨天白也夹起一块肉尝了一口 只见一股灵气在口中缓缓流淌 不断滋润身心 虽然味道不怎么样 但确实对修饰有好处 这时 杨天白瞪大双眼 死死盯着系统屏幕 看着上面出现的一行字 身体强度 加0.001 自在极易攻加 0.001 莫非是这腰瘦肉的原因 杨天白又夹起面前的零食吃了起来 系统又出现了 身体强度 加0.001 自在极易攻加0.001 体力加0.0008 哈哈 原来如此 除了用零食兑换功法 还可以通过吃带有零兽 妖兽 零食来 精进在系统兑换的各种技能 还可以增强体魄 杨天白心里暗暗道 唉 当初抢了那么多零食 怎么就没有好奇尝一口呢 想到大把大把的零 直都丢给了苏娜娜 心里顿时一阵懊悔 不过很快 杨天白便将懊悔化为食欲 大口大口地 吃着桌子上的菜 喝着零酒 虚一道人刚吃了两口肉 还来不及尝出味道 桌面便空空如也 就连零酒也是一滴不剩 还没吃饱是吗 杨天白点点头 这种情况下 就算自己吃饱 也要往嘴里硬塞 当即 虚一道人便招呼 殿小二再来一份 并叮嘱杨天白慢慢吃 管够 看着狼吞虎咽的 杨天白他更肯定了 杨天白这辈子 没吃过什么好东西 那个进入宗门的事 看着又吃完一份的杨天白 他才找到机会说句话 还能再来一份吗 没吃饱 杨天白道 没事 随便吃 虚一道人和善地笑道 第三次 第四次 第五次 随着杨天白越吃越多 虚一道人脸上的笑容 也越来越少 终于在第九次的时候 杨天白打了个宝格 倒在了桌子上 呼呼大睡 我活了那么久 还真是第一次见到 有人能把自己吃到撑晕的 是啊 这该不会是他活了那么久 第一次吃饭吧 我要是向他那吃 估计身体早就撑爆了 周围的食客纷纷议论道 虚一道人 则气呼呼地付了钱 踢着昏迷不醒的杨天白 走向城外 第二十四章 被拐卖进深山 前辈 你这是要带我去哪呀 中途醒来 还想再吃的杨天白 发现自己 正被虚一道人 提着往城门走 你已经答应 进入我的宗门了 你忘吗 啊 有吗 什么时候 杨天白不记得 自己什么时候答应了 你这小子 吃完饭就不认账了是吧 虚一道人气呼呼道 虚一道人 在杨天白疯狂地吃东西时 不断讲述着自己的修仙经历 以及沉默加入宗门之后的各自好处 杨天白一心只想干饭 对于虚一道人说了什么 根本不在意 只是礼貌地微笑点头 然后大口吃饭 毕竟少说一句话 就能多吃一口 杨天白一息记得自己 光顾着吃东西了 压根不清楚 中途虚一道人说了什么 难道是那时候自己答应了 算了 去就去吧 先看看情况再说 实在不行 就再换一个 宗门就舍了 就这样 虚一道人带着杨天白 来到了城外外 召唤非洲 飞离天境城 前辈 我们宗门有几名弟子 有多少灵脉 多少灵甜啊 杨天白好奇问道 他发现 虚一道人还是不错的 作为原音器的修饰 不但帮自己解围 还请自己吃饭 滚 非洲之上 虚一道人一改之前 一脸和蔼的面容 取而代之的是 一脸阴毒恶狠狠道 愚蠢的低级修饰 真以为老夫将你收入宗门了吗 在天境城 老夫还有所忌惮 出了城 可由不得你了 杨天白瞪大双眼 貌似明白了 自己这是被拐卖了 也不知道原音器的实力如何 自己的身体 可以抗得住苏娜娜 这个金丹器的攻击 也不知道 能不能抗住原音器 果然修仙界就没有什么好人 自己还是太年轻了 之前被保护得太好了 看来以后 不能那么轻易相信人了 在实力不够之前 能狗则狗 就在杨天白四处张望 考虑着从非洲一跃而下之时 吃了老夫那么多零食 你就老老实实地 去给老夫挖灵矿吧 再没挖够 一千枚零食数量的灵矿之前 不许休息 别想逃 否则你会知道 死亡也是一种奢望 好baby 竟然拐卖 自己去挖灵麦 等等 挖灵麦 杨天白的嘴角微微上扬 自己的系统 不就是要不断地吃零食吗 直接让自己去挖灵麦 这跟请猴子看桃园有什么区别 前辈 我不跑也不敢跑 你让我挖灵麦 我就挖灵麦 你让我休息我就去挖灵麦 来 我们给非洲提提速 这样也能早点挖上灵麦 杨天白心里已经迫不及待 跃跃欲试了 逃跑那是不可能的 好不容易发现灵麦 自己跑那不是脑子有坑吗 死子怕不是有脑脊 看样子 他怎么比我还兴奋 也不知道 有脑脊之人会不会挖灵麦 早知道就不带他去吃东西 这样子 就算是他不会挖 自己也就损失点时间 再找个人就是了 虚一道人心道 两人靠乘坐着非洲飞行了几日 最终来到了一处灵气浓郁的偏僻山谷之中 最后在了几十间茅草屋面前停了下来 虚一道人将杨天白丢给了一名老妇人 此子花了我们一百多枚零食 好好看着 别轻易让他死了 然后老妇人便领着杨天白 来到一处茅草屋面前 拿出令牌 解开阵法禁止 将杨天白丢了进去 随后就离开了 又来了一个倒霉蛋 只见茅草屋之中 零零星星 躺着二十几个人 大部分面黄肌兽 兽骨淋漓 有几人还身受重伤躺在地上 仿佛随时都会咽气 这几位道友是怎么回事 他们看起来状态不是很好的样子 杨天白问道 你现在还搞不清楚状况吗 那几位都快死了 一名状态较好的男子道 不是挖林矿吗 怎么会变成这副样子 在杨天白的印象之中 他认为修士去挖个矿 是很简单的事情 毕竟修士的体质易于凡人 他以为 就算是被拐卖来挖矿 也不至于会被轻易弄死 不然人死了 谁来挖矿 看来是来了个傻子 老爸给他讲讲情况吧 我见不得他那么乐观 一名修士对着身后的老爸说道 说完便躺在地上休息起来 我等这些人 都是被那老道强行抓来 或是框片来 这老道走了 狗屎运在此的方 发现了林脉 便想偷偷开采 就和那老妇联合 强迫我等 再次给他们开采林框 拼命地压榨我们 我们灵气耗尽 就为我们吃鸡发钱力的丹药 继续挖 直到精疲力竭才丢弃在这里 能恢复就继续挖 没挺过去的就死了 尸体被随意丢弃 这段时间 已经死了两三成了 他是第一个被抓来的人 我是第八个被抓来的 前十个人中 就只有我们两个还活着 老爸指着刚刚躺下的男子道 你们为什么不逃跑 杨天白憨憨地问道 老爸犹如看傻子般 盯着杨天白 我们只是修为低 并不是智商低 甘愿在这个 给人平白无故挖林脉 那老道和老妇 都是原因期修饰 我等大部分都是助击和练器 再加上少数金丹约莫 两百余人 如何能够逃跑 况且还有三个金丹七的 在监督我们干活 这三人原本也是 被抓来挖林脉的 但是在我们上次策划逃跑之时 有两人却跑去告命 至此之后 整个区域也被布置了阵法 一旦有人离开 便会被那老妇感应到 而像关押我们的这些茅草屋 也布置了阵法 再来的路上 杨天白便将周围暗暗观察 如果出现其他意外 自己该如何脱身 不过再听了老八所说 看样子确实难办 杨天白知道有阵法 但他并不了解阵法 也不知道如何破解和避开 如果想要逃跑 就必须战斗 但杨天白可不会傻乎乎地跑去 和元英修饰打 他可以和金丹七的修饰打 但可没有把握和元英七扳手腕 最好的办法就是制造动乱 人越多越好 然后趁机逃跑 第25章 灵脉的作用 这两个修饰简直不是人 尽这般对待我们 不过诸位倒有放心 我这里有些许疗伤的丹药 我相信我们终会有出去的一天 杨天白义愤填膺地说道 当即就在自己身上 不断摸索着储物戒指 想依靠之前在系统兑换的丹药 来收买人心 但是杨天白摸索了半天 身上除了自己穿的衣服以外 空空如也 别费劲啊 储物戒指都被他们拿走了 我们的法宝武器都在他们那里 其中一人说道 我的储物戒指啊 我花了十万零食兑换的啊 里面还有我兑换的丹药 和几件盗器衣服啊 该死的虚一道人 看我在挖灵脉的时候 不把你的灵脉全丢进系统 我就不叫杨天白 等我有足够的零食 兑换强大的功法 就将你捶爆 杨天白心里暗暗发誓 他现在痛心疾首 垂胸顿足 恨不得将自己的储物戒指抢过来 再将蓄意道人狠狠抱打一顿 看他痛苦的样子 我就心里舒坦多了 第一个被抓进来的修士 看着杨天白 面目猙獰的表情调侃道 随后 杨天白便被老傅单独叫了出去 哈哈 终于要挖灵脉了吗 我都等不及了 灵脉我来了 杨天白被带到了一处矿区之内 只见矿区内有数十名修士手上 不知道拿着什么类似于铅笔之类东西 在一块块黑乎乎的石头上不断滑来滑去 给杨天白的感觉就像是在考古 拿着矿稿 然后注入灵气 将悬矿上面的零石粒子刮下来 然后包到纸上 老傅说着便拿起一块灵矿和一块灵稿 递给杨天白 杨天白细细打量着这两样东西 这个灵稿不知是什么材质制作成 杨天白用力捏了一下 发现其坚硬无比 自己的力量竟对他竟然造成丝毫伤害 而细细打量着所谓的悬矿 只见一块足球大小的悬矿之上 灵星镶嵌着几颗三到五毫米的灵石 杨天白好奇地拿手去抠 发现这灵石和悬矿紧密相连 且两者都无比坚硬 将灵气注入灵稿 老傅道 杨天白按照老傅所说 将灵气注入灵稿之中 然后向着镶嵌在悬矿的灵石四周撬动 尽管如此依旧十分艰难 杨天白努力地想将灵石抠下来 但是悬矿只是出现一道微小的缺口 弄了会儿 杨天白就已经满头大汗了 快点 加大灵力 老傅在一旁怒喝 杨白听闻当即将灵力输入灵稿 使出吃奶的劲 才将一块四毫米大小的灵石抠出来 对 就是这样 切记不可损伤灵石 如果灵石块小于这个 那么它就无法保存原本灵力 就会变成悬矿 老傅指着一块两毫米左右的悬矿道 杨天白看着抠出来的灵石 感受不到丝毫的灵气波动 这灵石和毫无灵气 仿佛就像普通的石头一般 灵石太小是无法利用的 这种情况下 对于修士来说 它只是一块坚硬石子 老傅道 那是不是灵石越大越好 杨天白好奇问道 并不是 灵石太大 其内部的灵力被外面所覆盖 也无法利用 只有大小合适 才能发挥灵石的最大用处 也就是现如今 我们所使用的灵石大小 老傅道 难怪自己所见的灵石 都是小拇指头大小的椭圆形状 看来这大概率 就是灵石最大利用率的体积了 前辈 不知这悬矿为何物啊 为何如此坚硬 杨天白疑惑道 这悬矿就是制作修士甲咒 兵器 以及炼丹炉和住所的最基础材料 老傅回答道 看来这灵气还真是神奇 不仅能够滋润修士的身心改造及体质 还可以对周围环境产生影响 一般来说 有灵脉的地方 灵气就会十分浓郁 更有利于修炼 而灵脉周围的土壤 长时间受灵脉侵袭 则慢慢变成悬矿 最后变成灵石 将灵矿挖掉填上土壤 因为有灵气残留 这片土壤又可以种植灵脂灵药 难怪所有大宗门的剑礼 都依靠大灵脉 修炼速度更快了 灵石有了 灵石又可以修建阵法 建立护宗大阵 悬矿又可以制作武器和炼丹炉 装备就有了 之后种植灵药 又会有各种丹药 这样后勤不及也跟上了 看来灵脉的大小 决定了宗门的实力 难怪那些大宗门 看彼此都不顺眼 都想着 如何才能消灭对方 掠夺对方的资源 那前辈是打算再次建立宗门吗 杨天白道 你不觉得 你的花太多了吗 老傅冷冷道 随即便领着杨天白 来到了一位金丹修士面前 见过前辈 这个是新来的吗 男子对着老傅作一道 我已经交代了他挖铃矿的注意事项 接下来就交给你了 次子花了我一百多枚零食 在他没完够一千枚零食之前 别着急给他喂鬼饮蛋 不然我怕他撑不过去 老傅交代完便转身离开 前辈 你好 还没等杨天白说完 男子便一鞭子抽过来 打在杨天白身上 杨天白的肩膀 顿时出现一道红印 哦 疼疼疼 受到双背疼痛的杨天白疼的上蹿下跳 别废话赶紧干活 一天最少扣出五百枚零食 不然不许回去休息 记住了 我叫王明 如果玩不成我的名字 将会成为你的噩梦 男子大声喊道 对于这里发生的事情 众人仿佛早已习惯 都在默默地 做着自己的事情 没有一个人回头看过来 我坐 我马上坐 杨天白说完 便开始拿着悬框抠了起来 等我吸收完这里的灵框 我第一个拿你开刀 杨天白边挖边 在心里咒骂王明 靠 怎么这么难 干了大半天的杨天白 看着自己挖来的零食块 干了大半天 挖出来的 估计都不到二十枚零食 这五百枚零食的工作量 屁股决定的吗 此时的杨天白 已经感觉到些许疲惫 挖零食的小心翼翼 不能将零食块弄碎 还要不断地往零稿注入零力 这是十分费神的事情 杨天白尝试着 将自己挖出来的零食碎块 放入系统空间中 我靠 系统大哥 你睁开眼睛看一下 这些都是零食啊 白花花的零食 你不要吗 小是小了点 鸡少成多知不知道啊 你不收这些 我可怎么办啊 喂 那个新来的 在那嘀咕什么呢 是不是在背后说我坏话呢 不想挨鞭子 就赶紧干活 王明在远处喊道 第26章 不是先帝胜似先帝 就这样 杨天白一连挖了十来天 每天无论他如何努力 依旧达不到500枚的产量 结果就是 天天被王明抽上几鞭子 马德 这样下去不行 系统无法吸收这些不成型的零食 已经没有留在这里的理由了 必须得想办法离开 不然迟早得死在这里 杨天白摸着伤口疼的呲牙咧嘴 好在他的体质易于常人 又有极强的恢复能力 不然他现在的状态 就不仅仅是呲牙咧嘴那么简单了 因为他看见一些修士 仅仅是被抽了一鞭子 便血肉模糊 甚至还露出白骨 就这样 杨天白又连续两个多月 因为完不成产量 而被王明抽打 马德 老子不忍了 这破玩意儿 爱谁谁 杨天白丢下手中的工具 对着王明破口大骂 怎么你有意见啊 王明戏谑道 这是哪个杀比定的五百枚产量 我一个炼气漆修士 累死累活 都挖不出一百枚 杨天白怒吼着 什么 你才炼气漆 炼气漆每天挖五十枚就可以了 王明疑惑道 杨天白听到这顿时傻眼了 他除了前面两三天 没有达到五十枚以外 后面的产量都达标了 那我这些段时间的 打不是白挨了吗 杨天白愤恨道 怪我咯 第一天抽了泥鞭子 你像个没事人似的 正常情况下 炼气修士早就皮开肉战了 我还以为你是金丹七了呢 后面打你 你也是一声不吭的 谁知道你是炼气漆啊 王明道 你不知道我是炼气漆 杨天白瞪大眼睛 你不说我怎么知道 王明道 你不问我怎么说 那我这些天挨的打怎么算 杨天白气愤道 那你想怎么样 王明审视着杨天白 我想休息几天 杨天白现在的灵气 已经所剩不多了 他想趁着休息几天 找机会逃跑 不然他真的迟早死在这里 如果他是普通的炼气漆 感觉现在已经灵气枯竭了 被为鬼影丹了 自己是依靠了身体的力量 才能完成产量 而平常的炼气修士 可没有杨天白这样的力气 所以 想要完成50枚 也是十分困难的 普通的炼气漆 近来挨挤鞭子 再加上不断使用灵气挖灵矿 伤势恢复缓慢 最后被为几次鬼影丹 激发最后的潜力 这种丹药 可以短时间内 激发自身的潜力 但是这属于截则而鱼的方式 到最后 吃了鬼影丹的修士 往往会损坏根基 逐渐无法吸收灵气 最后伤势无法恢复 慢慢死去 不可能 这不是我能决定的 最多在你完成任务的时候 可以随意走动 我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是 仅限一个月内 一个月后 你的你 每天必须挖到80枚的产量 王明说道 凭什么 杨天白气愤问道 因为你有挖到过80枚 王明说道 我不服 杨天白愤怒地说道 不服又怎么样 你最多只能一怒之下 就怒一下 我算是给你面子了 再废话 我连一个月的自由活动都不给 别忘自己的身份 王明板着脸冷声道 杨天白看着王明 一副得意的样子 内心十分憋屈 如果这里不是有两个原因期作证 别说王明 就是其他三个金单期一起上 杨天白都不觉得 他们能够留下自己 看来得从长计议 趁着这一个月 可以自由活动的机会 好好利用起来 趁此机会 不断游说其他人联合起来 组织群众 充分发挥群众力量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消灭这里的剥削和压迫 就这样明确目标的 杨天白干净满满 每天都提早完成任务产量 道友 你好我来帮你吧 你先话 杨天白对着旁边 快要坚持 不下去地修饰道 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 来获取民心 为发动暴乱积累人心 谢谢你了 道友 我真的收够了 天天一刻不停地挖 每次达到产量 下次的产量都会提高 说好的可以休息 只有快死的那一刻 才被允许 我感觉自己 就像那奔流不息的河流一样 一刻都停不下来 一旦停下来 就会有鞭子抽下 促使我不断麻木地前进 真希望我这一躺下 就可以永远不用醒来 我叫张力乐 希望你以后还能记得我 男子面路歇许轻松 躺下休息 道友 别这样想 希望会有的 未来也会有的 活着就会有希望 杨天白握着张力乐的手 坚定地说道 希望 未来 我们哪还有什么未来 一切都已经注定 这里就是我们的坟场 在我们被抓了的那一刻 一切都已经注定 是啊 那有什么希望和未来 就是 就是 周围几人说道 道友们 同志们 相比道友 我更喜欢称呼你们为同志 同志是什么意思 众人不解道 同志这个称呼 来自一个很远的地方 他形容的是 有着相同志向的一群人 在那里有一群伟大的人 他们生逢乱世 却能踏着泥泞走来 即使是到黑暗 他们仍心向光明 他们视死如归 敢叫日月唤星天 肉体虽然逝去 但他们 却给后人留下了几样 也是他们将同志 这两个词 发扬光大 杨天白一脸严肃 目光坚定 敢叫日月唤星天 看来他们是一群很伟大的人 如果能出去的话 我倒想 和他们认识认识 我喜欢同志这个教法 他们是传说中的先帝吗 众人在地下议论道 不 他们不是先帝 他们只是一个个普通人 但他们 却胜过先帝 所以 同志们不要放弃希望 不要忽视团结的力量 临时值钱 我们的命不值钱 这就是我们的灾难 我们要反抗 我们要团结起来 一根手指容易折断 五根握紧就是拳头 宁可站着死 也不要跪着苟且偷生 利益是由自己争取来的 而不是靠施舍 我们就算再弱小 也要证明我们不愿意任人宰割 接下来 杨天白便一边帮其他人挖灵矿 便又不断讲解革命历史 一连几天都是如此 不过他稍微改编了一下 变得更加符合这个世界 也让修仙者更能明白 渐渐地 杨天白的周围人越来越多 越来越热闹 众人叽叽喳喳讨论着 王明在后面静静地看着 哼 有趣 第27章 同志 你见过杨天白吗 随着杨天白的帮忙和讨论 氛围一下子变得欢快了许多 挖灵石的速度 不知不觉也快了许多 因为他们心中都怀揣希望 好了 时间到了 让我看看 是谁还没有完成任务 王明细血地打量着众人 目光不断在众人身上来回巡视 你看看他的样子 像不像刚刚杨天白同志所说的那些 背叛自己阶级的奴隶 手上有了一点点权力 就更加残忍地对待自己的同类 来补偿他们在奴隶主 面前失去的自尊 对 对 对我看错不了 看他那一副享受权力的快感 别忘了 他以前可是跟我们一样 是挖灵石的 几人在下面窃窃私语 你 你 还有你们几个过来 人群之中出来了酒味修士 其中便有张力乐 王明二话不说 扬起鞭子就冲着张力乐抽去 张力乐顿时皮开肉绽 倒在地上 鲜红的鲜血不断从体内涌出 凭什么 凭什么打人 对啊 凭什么 底下众人一顿骚动 王明环视众人道 他们几个没有完成任务 你胡说 我明明完成了 张力乐趴在地上 气喘吁吁说道 原本他就已经处在了极限 灵力早已耗尽 现在在挨一鞭子 更是雪上加霜 是啊 他明明完成了呀 对啊 你怎么能平白无故打人呢 众人齐声抗议 他的灵石之中 有一部分是杨天白帮忙的 这一部分不算他的 算杨天白的 我可以没有说 你完成任务 以后可以帮别人做 王明看着杨天白挑衅说道 怎么可以这样 为什么不能帮忙 对啊 你这是在故意挑刺 我们这些挖矿的苦是苦 可不至于是畜生啊 冰石完不成任务就抽 完成了也没有好处 现在完成了还抽 养牛马 还需要喂草料呢 对 我们不要做任人宰割的牛羊 众人齐声抗议 啊 反了 反了 你们要造反吗 随即 挥动着鞭子打向张力乐 张力乐看着鞭子 向自己抽来 缓缓闭上眼睛 他真的坚持不住了 现在只强撑着 就在他任命等待之时 却迟迟不见鞭子落在自己身上 他缓缓睁开眼睛 只见杨天白抓着即将落在自己身上的鞭子 既然是我的原因 那么这几鞭子 便由我来受就是了 只见杨天白手鞭子 站在两人之间目光坚定地与王明对视 哦 好啊 一共缺少五十六枚零食 每一枚爱一下 不知道你这一副异于常人身体 能不能顶得住呢 王明细血地看着杨天白 不要啊 杨同志 大可不必啊 是啊 平时就算没有完成 最多也就一两鞭子 大不了我们跟他拼了 我也是金丹七 谁怕谁 对 拼了 众人一副气势汹汹的模样 就要冲过来 同志们 听我说自古革命无不流血牺牲 今次流血自无辈始 同志们 时机不对 要沉住气 相信光明与未来 等到那日出东放 啪的一声 鞭子落在了杨天白身上 哦 痛痛痛 杨天白原本是想表现自己誓死如归 坚毅不拔 面对疼痛一声不吭的品质 奈何 双倍疼痛 毁这一切 现在的他 疼得嗷嗷叫 同志是吧 革命是吧 还时机不对 还团结就是力量 我倒要看看 是什么世界 来我倒要看看 你要急谁的命 王明鞭抽打着杨天白 便调侃道 今天的他 挥舞鞭子 格外用力 随着鞭子 一遍又一遍的落下 原本只是红印 再后来就是血痕 最后变得血肉模糊 杨天白的叫声 也逐渐微弱 到最后 发不出一丝声音 众人看着杨天白的 被一遍又一遍的抽打 恨得咬牙切齿 双目通红 有几人甚至暗暗调动灵力 但随即便被周围的人阻止 对着他摇摇头 够了 已经够了 再打下去人就死了 杨同志是为了也为了帮我 这鞭子本该就抽在我身上 剩下的 由我来受 九人的其中一人冲出来 将自己的身体 挡在了杨天白面前 王明不为所动 只是继续挥动着鞭子 口中不断念着34 35 36 我接下来的 由我来受 又有两人冲过来 挡在前面 还有我 还有我们 可恶 不要小瞧了我们团结的力量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冲出来 王明面前变成了一堵人墙 54 55 56 打完了的王明 将鞭子丢弃一边 伸了伸懒腰 哎呀 累死了 今天看在你们所有人都完成任务的情况下 我允许你们回茅草屋中休息一晚 记住 只有这一晚上 今天的事情 不许向其他两处矿区的人透露一个字 记住了 是不许透露一个字 说完便自顾自的离开 就在王明离开时 众人立刻跑过来查看 杨天白的情况 怎么样 快看看杨同志的情况 没事 还有气 他可真厉害 挨了那么多下都没死 谁还有灵气的 快给几位受伤的同志聊聊伤 就这样 杨天白被众人抬回了茅草屋 便留下了两人照顾 其他人则各自回到自己原来的茅草屋 这一晚上 整个茅草屋都在七嘴八舌地讨论着革命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对 我建议将杨同志选做我们的领袖 他虽然修位低 但是他的思想 正是目前我们最需要的 对 没错 我同意 同意 我也同意 几处茅草屋 时不时地发出同意二字 有几人则鬼鬼祟祟地观察的这些人 就这样一传时 十传百 经过两天的发酵 杨天白的大明和他的事迹 以及雨露 传遍了另外两个矿区 另一处矿区内 杨天白 终于让我发现你了 真是苍天有眼啊 这一次 我要夺回我失去的一切 苏娜娜仰天长笑 同志 你见过杨天白吗 听说他在另一处矿区 我真想见见他 一男子对着苏娜娜问道 不 我不认识 他怎么会不认识呢 他只是不愿意跟对方说话 我猜他准是个大脑袋 大高个子 很有主意的男子汉 男子看着天空道 也许吧 苏娜娜抬起头望向天空 第二十八章 我有一个梦想 就这样 随着杨天白的事迹 不断地传播 有不少人则开始尝试逃跑 但是都被抓了起来 茅草屋内 外面情况再怎么样了 杨天白探出身子 问向秦安虎 秦安虎就是那个第一个 被抓进来的人 一切正如计划里的一样 秦安虎回到 老八那边的情况呢 杨天白又问道 一切准备就绪 可以行动 好 日出就在东方 在杨天白所在的二号矿区内 王明 你怎么搞的 你管理的矿区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你到底在干嘛 我这几天 耳边天天都是杨天白 一号矿区的管理者 潘江对着王明质问着 我矿区的人听到这些消息 好几个都尝试逃跑 被我给抓住了 三号矿区管理者 陈叶江说道 这件事情必须解决 不然任由舆论发展下去 会出大乱子的 如果玩不成 两位前辈交代的任务 我们吃不了兜着走 潘江说道 但是又不能杀太多 不然人手不够 玩不成产量 那几个逃跑的我都没舍得杀 秦叶江道 那就擎贼先秦王 杀几个带头 特别是那个什么革命领袖 杨天白 而且要公开处刑 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 我相信 只要杨天白一死 这些事情就会不了了之 潘江说道 我觉得可以 陈叶江说道 随即两人转头 齐齐看向王明 你的意见呢 我没意见 就按两位说的办吧 王明双手一摊 好 就这么办吧 那杨天白既然是你矿区的人 那么就由你去将他抓起来吧 潘江对着王明说道 诶 听说了吗 那个最近很出名的杨天白 听说要被公开处刑了 我早就知道了 会有那么一天 他就是该 带着一群愚蠢之徒 四次宣扬什么革命 绝对是真的 我平时跟陈大人关系不错 是他偷偷透露的 嘿 这下子有好戏看了 苏娜娜听着旁边的几人议论 杨天白 你可别真的死了 你要是死了 我的灵石谁来还 所有人都先停下手中的活 先过来 听见陈叶江的命令 众人停下手中的活 纷纷跟随陈叶江 来到一处空地之上 空地只是已经有不少人在聚集 而原本的空地 只是不知何时 架起一座十几米的高台 高台之上 陈叶江 潘江 王明三人 端坐在椅子上 而他们面前 则是被五花大绑的杨天白 发生什么事情了 不知道啊 那不是杨天白吗 他就是杨天白 看起来怎么弱不经风的 什么 杨同志 怎么会被绑在那里 他们到底 想要干什么 该不会是要处决杨同志吧 底下众人议论纷纷 有惊讶 有愤恨 也有一副 事不关己看戏的模样 都到齐了吗 陈叶江说道 还有几十名动不了了 躺在茅草屋内 等着厌弃之外 其余人都到齐了 潘江答道 随即 三人起身站在高台之上 俯瞰着底下的修士 大家最近也都听说了一个名字 杨天白 此子来到矿区之内 屡屡破坏这里的规则 四处散播谣言 妄图逃跑 甚至还有极个别修士 将他视为领袖 杨天白 你可知错 你若当着底下所有人的面 认错跪着 将矿场走一遍 今天便可以不杀你 潘江对着杨天白道 他内心其实是 不想让杨天白死的 就算杨天白一死 也会有黄天白 黑天白出现 最好的办法 就是让杨天白 当着所有人的面前认错 亲口否认自己 曾经所说的 杨天白 你还有什么话说 看见陈天白不为所动 潘江催促道 底下众人目光死死地 盯着高台之上 都等待着杨天白的回答 神情各异 有的则希望杨天白 赶紧被处死 有的人则暗暗调动内力 只等杨天白一声令下 有的人则是一脸看戏的模样 我早已受够了 这样麻木的日子 每天都在不停地挖着灵石 最后的结局 就是筋疲力竭地死去 同志们 道路是曲折的 但未来是光明的 胜利终将会属于我们 难道你们每日不停地修炼 经历各种磨难 九死一生 才有了这一身的修为 难道就是为了来到这里 累死累活地挖灵石吗 没有人的命 比谁更高贵 我们的血都是一样的 流出来的都是红色的 有的人死了 但他还活着 有的人活着 但他已经死了 杨天白看向攀江目光如炬 眼神坚定说道 我的回答是 与其每日担惊受怕 屈辱的苟且偷生 倒不如放手一搏 哪怕是死亡 我的脊梁 也不会有一点弯曲 随后又转头看向台下众人 我有一个梦想 我希望将来 我们能够在外面 一起在阳光之下悠闲漫步 我希望你们脸上出现快乐和幸福 而不是现在的恐惧和睦 我希望我们 不再像现在这样 每天没日没夜地挖着灵矿 每天还要不断地遭到鞭打 杨天白说完这些之后 又抬起头目光 坚定用洪亮的声音喊道 人对自由的向往 是任何高强和阵法 都无法阻止的 众人在听完这些之后 有的热血沸腾跃跃欲试 有的则一脸鄙夷 苏娜娜在底下瞪大双眼 一脸不可置信 离开我之后 他长脑子 潘江听完这些话 勃然大怒 处死他 处死他 就现在 王明随即调动灵力 掌心出现两个光球 不过这两个光球 却并未打向杨天白 而是打向了 陈叶江和潘江两人 两人见状当即闪开 并和王明拉开距离 同时 底下也不断有哀嚎声传来 有数十名修士 手中拿着灵稿 趁着周围人不备 狠狠插向他们的脖子 现场顿时乱作一团 众人迅速调动灵力 与纷纷和周围人拉开距离 警惕地看着周围的一切 看着地上的数二十多具尸体 倒在地上 所有人都一脸猛然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只见原本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 只剩下数十名修士 手中都拿着灵稿 上面还滴着血 此时的杨天白 也挣脱绳索 站在高台之上 第二十九章 以炼气之躯 对战金丹 看着周围发生的一切 潘江对着王明怒喝到王明 你要干什么 因为我也怀揣着 对自由的向往呢 王明冷冷答道 哼 我一早就看出你不对劲 早防备着你呢 那真是可惜了 差一点就得手了呢 王明活动着手腕说道 是啊 真是可惜 你很快就会死在这里 就凭你们两个 一个金丹七 一个炼气七 我别忘了 我和陈叶江也是金丹七 你拿什么跟我们玩 潘江戏学道 如果再加上我呢 潘江刚刚说完 苏娜娜便纵身一跃 来到高台之上 哟 好久不见 你怎么也在这里 你是来踩点的吧 杨天白看着突然出现的苏娜娜问道 踩个屁 我们的账后面再慢慢算 你可别死了 苏娜娜说道 我知道你金丹初七 天赋非凡 但是 我们两个都是金丹后七 你们觉得还有剩饭吗 况且我们身后 还站着两位元英前辈 陈叶江看着苏娜娜和王明道 还有我们 底下 拿着领导的数十名修士喊道 随后又有两名金丹七 跳上高台 站在杨天白身后 其中一人 便和杨天白同属一个矿区 现在四对二了呢 王明对着两人戏谑反问道 你 你们 潘江面色难看 你们真的以为 你们能够逃出去吗 就算你们打败了我们 一旦出到矿区外围 就会触动阵法 你们觉得 你们能够在两名 元英修士的手底下逃跑吗 到时候一旦被发现 所有人都得死 你们这样做 就是在连累所有人 你想让我们所有人 都给你们陪葬吗 现在杀死杨天白 我可以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 大家依旧 还像原来一样 我和陈叶江保证 不会向须衣道人 透露半个字 这样的日子尽管艰苦 但至少还活着 不是吗 随着潘江的说完 有几名修士的内心 动摇了一下 是啊 就算我们能够打败他们 到时候 我们又如何能够 在两个元英修士手上逃掉呢 你们死了不要紧 可不要连累了我们啊 底下一些人议论道 同志们 请坚定你们的内心 王明这段时间 不断研究阵法 我们有信心 能够安全通过阵法区域 杨天白见听见这些言论 便开口说道 底下众人听到这些话 眼中纷纷露出希望 就连原本看戏之人 也开始悄悄站在杨天白一侧 有些人则悄悄绕到 潘江和陈夜江身后 潘江见自己 被众多修士包围起来 便开口喊道 笑话 说出来你们信吗 他要是能不有办法出去 他还要待在这里吗 他会那么好心带你们出去 他这是在利用你们 你们还以为他 真是爱你们啊 所有人都听着 他们是绝对跑不掉的 现在帮助我们拿下他们 从今往后 你们也可以不用 每天挖零石 以后这里建立宗门 你们都是功臣 都可以当长老 享受特权 潘江喊道 他只是随便的承诺 挖不挖零石 不是他能够决定的 见不见立宗门 他自己也不知道 众人听完 当即有一半人 选择站在了潘江的一侧 大人 我愿助你一臂之力 我也是 还有我 底下众人分成两派 随即有三名金丹七 也跳上高台之中 站在潘江和陈夜江两旁 你们别相信他 你们忘吗 上次逃跑 就是他们两个带头高的秘 像这种出卖同类苟且偷生的人 你们还指望他们遵守诺言吗 像这种败类 就应该像他们一样 安静地躺在地上 说着 王明便指向了 底下躺在地上的尸体 他的确如潘江说的一样 虽然一直在研究阵法 但是已经没有十足的把握 不触动阵法 当即又有几名 悄悄后退至边缘 就算最后 我们没有办法通过阵法 到时候 我们可以各自散开逃跑 谁被抓住 就个安天命马 等到实力强大了 再来给死去的同志报仇 或者像其他宗门透露 这里发现了灵脉 杨天白说道 袁英修士挪动着身体 缓缓靠近杨天白的阵营 总有一些人认为 倒霉的不会是自己 而是别人 现在两拨人的炼气 助击修士 杨天白这边占了多数 而高端战力这边 杨天白有四个 潘江那边有五个 两拨人就这么 剑拔弩张地对峙着 一拨人想要离开 哪怕被发现 生死各安天命 另一拨人 则害怕他们离开失败后 自己被两位袁英修士迁怒 所以站出来阻止 希望借此 向两位袁英修士示后 企图改善自己的生存环境 我们有五个金丹 你们的落败是迟早的事情 就算你们侥幸赢了我们 你以为你们能阻止 我们去通知两位大人吗 投降吧 不要再做毫无意义的抵抗了 潘江居高临下 仿佛自己这边已经胜利了 而有些人 则看清了形势 对啊 如果其中一个金丹跑去告密 那么我们 谁能够阻止呢 有人绝望地说道 有些人的内心 也开始了动摇 同志们 不要动摇 请相信团结的力量 谁说袁英七 修士不可战胜 今天在这里 我便以练习七的修为 挑战金丹七 怯懦的人 总是被自己的认知所局限 总以为很多人情不可取 他们往往把自己 困在自己的认知当中 还给他取名为现实 杨天白健壮 也不得不站出来说两句了 原本他打算自己不出手的 看来瞒不住了 摊牌了 老子可以跟金丹七摆摆手腕 众人听到这话 顿时一阵寂静 各个看向杨天白的眼神中 有佩服 有嘲笑 也有不屑一顾 就连王明 也一脸惊讶地看向杨天白 他知道 杨天白有着异于 常人的体魄和恢复力 但是他不觉得杨天白 能够和金丹七修士动手 毕竟这太害人听闻了 而苏娜娜这边 则是知道杨天白的实力的 自己刚刚突破之时 便拿他来练手 知道杨天白有着 就连金丹七 也无法挣脱的怪力 虽然他不能跟寻常的金丹七相比 但是冲过去 趁其不被手脚并用 死死抱住一名金丹七 不让他去报信 应该可以做到的 第三十章 区区练弃七罢了 听闻杨天白的言论 一名攀江阵营的金丹七修士 顿时哈哈大笑 真是无知 他难道不知道金丹七的厉害吗 放肆 就让我来会会你 别说我欺负你 我不用双手 让你识招 能碰到我算我说 攀江阵营之中 另一名金丹七修士 何迟到 他看向对方几个金丹七修士 看起来都不好惹 他正打算打起来的时候 自己偷偷跑去报信 现在听见杨天白的言论 他也不管其他人嘲不嘲笑了 就指明了要和杨天白打 可恶 被抢抢先了 另一名金丹修士 心中懊恼了 看着对方的四个修士 他也不想打 又没有什么深仇大怨 万一自己陨落了 可不划算 咦 这人好不要脸啊 说得大意凛然的 估计他打不过其他同杰修士 没想到 竟还有比我脸皮还厚的人 众人纷纷思语道 潘江也嫌弃挪了挪身子 离那位金丹修士远一些 他自认为 自己是个卑鄙小人 但是自己是一个要脸的卑鄙小人 杨天白当即发动 自在极异宫 顿时他的神情变得十分冷漠 眼睛露出目空一切的神情 犹如一位掌管着生杀夺余的王 周身环绕着淡淡的白光 散发着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气息 无形的威压向着众人袭来 面对这股威压 就连在场的金丹修士 都感到一阵汗颜 他 他真的是恋七七吗 我也是恋七七 为什么我在他面前 感觉自己渺小如蝼蚁 底下众人纷纷议论起来 就连一开始不屑一顾的金丹修士 也不由得认真对待起来 苏娜娜则一脸不可思议 看着杨天白这副模样 他感到十分陌生 仿佛这个不是他所认识的杨天白 他难道还保留了实力 还是说变强了 看来还有很多事情我不知道 不过这副认真的样子 比原来帅多了 杨天白缓缓看着自己的变化 他细细感受着 自在吉异功所带来的加成 他才发现 原来自己发挥的实力 还不到这副身体极限的一半 此时 众人看着向杨天白发出挑战的修士 期待他出手是一次杨天白的实力 望见众人都在看自己 他虽然吃惊杨天白的变化 但不认为区区炼七七 能对他造成威胁 哼 装神弄鬼 区区炼七七罢了 我韩耀文才不是下大的 说罢便伸手一指 向着杨天白的脑门 射出一道灵气 随着灵气不断靠近杨天白不为所动 依旧打量着自己的变化 随着灵气攻击不断靠近 在灵气距离杨天白 紧紧不到一指的距离之时 韩耀文的神情一脸轻松 这种距离 就连他自己都无法躲避 他不认为杨天白区区炼七七 能躲掉 天哪 他在等死吗 怎么回事 杨同志怎么不动啊 我看 他是被吓得不敢动了吧 底下众人纷纷议论 就连王明和苏娜娜也暗自焦急 来不及了 他怎么不躲开 以他的速度这种攻击 这种距离应该可以躲开的 苏娜娜本以为杨天白可以轻易躲开 但现在看着他静静站着 想上去拉一把 也已经来不及了 就当众人在看好戏的同时 只见就在攻击快触及杨天白之时 杨天白以极快的速度 轻轻歪了一下头 快到绝大部分都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这样 那道攻击贴着杨天白的皮肤掠过杨天白 发生什么事了 被躲开了 这怎么可能呢 不对 明明穿透过去的 胡说 就是躲过去的 底下众人不断议论 只有在杨天白附近的几名金丹修士 才清楚地知道 杨天白在一刹那躲开了 好快的速度 几名金丹修士不由地感叹 他们自认为 就算是自己 也不一定能够保证躲开 但杨天白却是做到了 几名轻视杨天白的金丹妻 也暗暗防备起来 侥幸罢了 不过区区练气期 我就不信 你能躲过第二次 韩耀文说着 便再一次发动攻击 这一次的攻击 又是被杨天白轻轻躲过去 甚至他的脚都没有挪动一下 依旧站在原地 目光看向韩耀文 眼中冷静到极致 不带一丝一毫的情绪 韩耀文顿时恼羞成怒 第一次他可以说是失误 第二次被躲了过去 他的面子可丢大了 自己堂堂金丹修士 如果拿一个小小 练气期没办法 他都不好意思说 自己是金丹七 以后注定会被嘲笑 吃饭都只能跟 练气七修士坐一桌 我倒要看看 这次你要怎么躲 韩耀文当即举起双手 不断从五根手指 发射灵气法术 顷刻间便有数十道灵法术 像子弹一般 像杨天白打过来 杨天白仅仅只是 简单地挪动着身体 看起来悠闲自得 就像再散步 每一枚灵气 在快要打到杨天白时 总是被他以最小的幅度 移动身体躲开 韩耀文顿时化身成人苗边大师 他的每一道攻击 都十分完美地 跟杨天白擦肩而过 这一次 底下的修士 则看清了情况 他 他 竟然都躲了过去 天哪 那可是金丹七的攻击啊 要不说 人家能当领袖呢 那可不是一般人 原来真的可以有 练气修士 能跟金丹七般手腕 如果别人跟我说 那我一定会认为 对方神志不清 众人都摒弃宁神 向杨天白 投来一道道敬佩的目光 当然也有极度的目光 几位攀江阵营的金丹修士 则在心里暗暗大骂韩耀文 打个练气七 还那么费劲 我们金丹七的脸都被丢光了 我怎么会和韩耀文这种人 同一个境界 以后要是打不过他 我的灵石问谁要啊 苏娜娜 看着战斗的杨天白 心中苦恼 该死 真是该死 你不过区区练气七 你怎么敢的 韩耀文这边 看着自己的攻击 不断被躲开 恼羞成怒破口大骂 同时不断地加大灵力 疯狂输出 然而 他的攻击 就像是小学生 看见自己暗恋对象似的 都快速从杨天白身旁掠过 第31章 战斗接近尾声 看见自己的攻击 对杨天白无效 韩耀文当即双手并拢 手掌之中 出现一个巨大灵气球 看你这次怎么躲 韩天白越向空中 朝着杨天白脚底下 丢出灵气球 随着灵气球的逼近 杨天白纵身一跃跳至空中 几名清单修士 也急忙散开 光球在接触处星台的 一瞬间爆炸开 整个处星台顿时四分五 碎石不断散落向四周 最后烈轰然倒塌 底下的修士急忙躲避 一些实力较弱的修士 顿时被爆炸的余波 吹得人仰马翻 人呢 杨天白呢 就在众人不断寻找杨天白的同时 只见杨天白从空中俯身下 犹如一枚炮弹 冲向韩耀文 猝不及防的韩耀文 被一拳打入地下 杨天白也随即来到地面上 一步一步慢慢走向 韩耀文所在的深坑之中 众人被惊得嘴巴合不拢 瞪大双眼抱着脑袋 他 他竟然将金丹修士 一拳打入地下 杨同志威武 杨同志万岁 杨同志 我想将我们纯洁的革命友谊 再升级一下 一名女修 看着杨天白的样子 狂热地喊道 随着底下众人惊呼 杨天白这边阵营的修士 气势大涨 真是废物 连个练气七都打成这样 潘江随即冲向杨天白身后 他相信 再打下去 自己这边的人 肯定会失去明心 现在当务之急 就是将杨天白这个罪魁祸首杀掉 再联合其他人 处理剩余的修士 就在他距离杨天白 仅仅数十个身位之时 一道攻击向他袭来 打断了他 只见王明冷冷到 你的对手是我 说完便俯冲向前 和潘江战斗到了一起 随着两人的战斗 其余金丹七 也开始寻找自己的对手 苏娜娜则对上了陈叶江 尽管他现在才金丹出 但是凭借着攻法和战斗经验 依旧和陈叶江打得有来有回 其余修士看见大佬们都打了起来 自己也不好划水 纷纷各自寻找对手 兄弟 这个我可以 你可以换一个吗 你 就是你有种的 过来单挑 放开那个女修 我来和他打 老子看你不爽很久了 今天有仇报仇 有冤报怨 随即整个矿区爆发了混战 充斥着各种声音 有拳拳倒落的碰撞 也有不断朝人群中丢悬框的 各种爆炸声 惨叫声 此起彼伏 杨天白对身后发生的战斗充耳不闻 每当有灵气法术 悬框不小心朝他身后飞来 都被他轻而易举地躲开 他现在也并不好受 自在极异弓 很强大 但是极其消耗体力 他自从被系统改造过身体后 从来没有感觉到过累 最多就是挖灵石的时候 感到疲惫 得速战速决才可以 不然等自己的体力不断被消耗 自己的速度将会不断下降 自在极异弓 虽然说能够发挥身体最大的极限 可以让自己的身体躲避和攻击 但如果体力跟不上 那也毫无用处 就像是一辆跑车 没油的时候 也是无法动起来 该死 该死 我要杀了你 韩耀文从深坑之中爬了出来 自己竟然被区区炼气气打到地下 这是自己一生的耻辱 如果不能打败杨天白 那么如果自己将来更进一步 遭遇心结的话 可能会出现杨天白的模样 然后一拳将自己打入地下 想到这个画面 这是他万万不能接受的 他可以被童阶的修士打败 但他皆不接受一个区区炼气气 如此欺辱自己 韩耀文冲向杨天白 不断与其肉搏起来 可每当自己的攻击 每每快触及杨天白之时 都被他轻松地躲开 然后在自己毫无防备之时 给自己给予痛击 两人就这样 你一拳我一拳地不断打起来 但两人的状态却天差地别 韩耀文这边则是恼羞成怒 身上不断被杨天白一拳一拳打着 打得自己生疼 脸上也逐渐鼻青脸肿 而自己的攻击 总是差一丝丝就碰到杨天白 这一丝丝让他心仰难耐 十分抓狂 最后逐渐失去理智 疯狂挥动王八拳 反观杨天白这边 则是轻松惬意地躲开攻击 不带丝毫情绪 他身体上的每一个细胞 都犹如一台超级计算机 计算着对方的攻击 然后以最省力最优解的方式应对 然后不断计算着最短的攻击距离 破坏力最大攻击方式 最快的攻击速度 朝对方发起反击 大哥 我们现在怎么办 别分心 演得真一些 等他们分出胜负 我们就是哪一边的人 到时候我们互相证明 快 打我 有人看过来了 战场处 大部分人在摸鱼滑水 假模假样地打起来 同时也暗暗观察着周围的情况 一旦大佬们分出胜负 自己就立马站队 只有平日里 相互有矛盾的 老耿直的修士 才在战场中央 听得你死我活 另一边 几名金丹修士 依旧打得难解难分 不过只有王明和潘江 苏娜娜和陈叶江 杨天白和韩耀文 是在真正的厮杀 其他两队打着打着 看见底下修士滑水 顿时心领神会 尽管出手很辣 灵气跟不要前世的不断发射 但都没有打在对方身上 只是可怜了周围的山体和树木 被打出一个又一个的大坑 倒有好生厉害 你也不错 你是我一生之中 遇到能和我过那么多招的人 看来倒有也是天赋一饼啊 彼此 彼此 几位金丹修士 不断互吹的同时 还在不停地朝对方周围 发起攻击 爆炸升起比伏 天哪 这就是金丹之间的战斗方式 太可怕了 你看那座山头 都被削平了 好好看看 好好学一学金丹的战斗方式 以后突破金丹 不能再想现在这样 傻乎乎的肉搏 得用法术 这才体面知道吗 我知道了 大哥 我一定要好好学 一对滑水墨鱼的修士边打边 看向金丹修士的动静 此时 战场上杨天白几人成为了焦点 他们的胜利 将决定着所有人命运的走向 几乎剩下的所有人 都在等待他们分出胜负 杨同志 加油啊 一些已经结束战斗的修士 朝着杨天白喊着 他们原本是想去帮助其他人 可毫无意外的 都被拒绝 说什么 对方是自己的一生之敌 杀父仇人 一定要亲手杀死对方之类的话 第32章 胜利的天平 经过了大半天的战斗 底下的练七七和助击七修士 已经分出来了胜负 杨天白这边的阵营取得了优势 而剩下还在打斗之中的 则是摇摆不定的中间派 王明和潘江依旧打得难解难分 两人时而法术对轰 时而近身肉搏 两人身上都多多少少都受了伤 只不过王明的情况比潘江更好一些 潘江经过大半天的战斗 不断观察着周围的情况 看着韩耀文被杨天白一拳又一拳地打得稀烂 而知识自己的修士则死伤大半 在看着自己跟王明的战斗 明显是自己处于下风 心中不免有些许惧异 战斗之中不断分心 导致自己不断失误 被王明找到机会反击 可恶 你别得意 等下被两位前辈发现 你必死无疑 潘江对着王明怒吼道 那也得被发现了才行 不是吗 我看现在的情况 你好像没机会了 王明边和潘江打斗 边用语音不断扰动潘江的心神 另一边 苏娜娜和陈叶江的战斗 依旧是难解难分 不相上下 谁也讨不到便宜 可恶 你明明才刚刚突破金丹 为什么能和我打得不分上下 你到底是谁 陈叶江心中暗暗吃惊 自己以金丹后继的修为 竟然奈何不了眼前的苏娜娜 深知对方的功法和战斗技巧经验 都比自己高 像这种天才 应该早就被其他宗门抢着要才对 怎么会沦落至此呢 陈叶江心中不由地感叹 同时也对苏娜娜的身份好奇起来 你问你奶奶的红裤衩去吧 苏娜娜说完 随即一道灵力法术攻向陈叶江 陈叶江见状 也对着苏娜娜 打去一道灵力法术 两道法术在空中相遇 爆炸 然后相互抵消 两人就这样不断地法术对轰 该死的 要是我的厨借着还在这里 哪里需要打得那么累 都怪那该死杨天白 苏娜娜边打边在心中 咒骂着杨天白 而杨天白这边 则是杨天白单方面吊打韩耀文 此时的韩耀文 已经陷入了癫狂之中 他的眼里只有杨天白 一拳一拳地朝着杨天白不断挥去 该死 该死 呆死的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打不到 你只不过区区练气七 而我可是精大 被杨天白打了那么多拳的韩耀文 癫狂地喊着 内心发誓 一定要打到杨天白 可是他的每一次挥拳 都是打在空气之中 连杨天白的衣角都没碰到 而杨天白 则是一拳又一拳地朝他打来 两人就这么打着 韩耀文甚至忘记了 自己会法术 还会飞这件事 就如同凡人街头斗殴 一般用拳头打架 而这种情况之下 他的优势全无 杨天白这边全是优势 他俩的战斗 把周围之人看得是目瞪口呆 他 真的是练气七修士吗 为什么精丹修士在他面前 如同小孩一样 被随意拿捏 我感觉我的朱姬修为 可以拿去喂狗了 就在众人讨论之时 杨天白一有一拳打在了韩耀文身上 这一聚机将韩耀文打得倒飞出去 整个身体重重砸在了身后的巨石之上 巨石瞬间出现军裂 细小的碎石不断散落 嗨嗨 你 真该死 不过是区区练气七 韩耀文气若犹斯的嘴里 不断喃喃自语 他想爬起来 但身体却不听使欢 现在的他已经受很重的伤 身体被打得稀碎 脑子也被打得变了形 五脏六腑没有一处玩好 整个人靠在石头之上 鲜血不断从伤口涌出 仿佛一个血人 看着杨天白气定神闲 慢悠悠地朝自己走来 就犹如自己一开始爬出深坑看见的一样 韩耀文调动着自己 仅仅还挺使欢的左手 靠着紧剩的三根手指 抓起地上的小碎石 朝着杨天白丢去 杨天白依旧侧身躲避 只不过这一次 却没能完全避开 石头子在他的脸颊上 留下一点浅浅的印记 见此情况 韩耀文癫狂大笑 哈哈 终于打到了 嗨嗨 就这样 韩耀文因大笑吐出一大口血 头一歪 倒在了地上 便没了声息 此时的杨天白也并不好受 看见韩耀文没了生机 即刻解除自在极异功状态 他自己也已经到了极限 刚刚是他的全力一击 这一击消耗了他仅剩的一点点体力 好在韩耀文死在了这一击之上 他现在尽管很疲惫 就连战力都是勉强支撑着 这种感觉 就像是去工业园区 不眠不休班了几天几夜的快递 但他不会表现出来 依旧在这样笔直地站着 给人的感觉就是 无比伟岸的身姿 仿佛打死韩耀文 就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此时的众人看向杨天白 就犹如一尊神圣不可侵犯的神器 天哪 他竟然毫发无损 就连衣服都没有脏 就打死了韩耀文 天哪 他的实力到底有多恐怖啊 他修炼的到底是什么功法 此时的潘江也不好受 在空中对着死去的韩耀文破口大骂 废物 废物 真TM的废物 竟然被炼气器打死 看着杨天白转头看向这里 颜色死死盯着自己 心中顿时感到一阵恐惧 他十分害怕杨天白上来 和王明两人围殴自己 虽然他依旧看不上杨天白 但是他连韩耀文都能打死 这让他不得不重视起来 此时的潘江已经毫无斗志 一心想要逃跑 慌乱之中将自己的后背露了出来 想飞向远处报信 王明见状 顿时掉动全身的灵力 聚集在指尖朝着潘江打去 法术打在了潘江后背之上 贯穿了他的身体 从胸前射出 潘江捂着胸口 惨叫一声 从空中跌落到地上 这一击贯穿了他的心脏 他立即使用灵力堵住伤口 同时将灵力输送到心脏位置 企图让心脏维持微弱的跳动 该 该 该死的 嗨嗨 潘江气息萎靡的嘴里 喃喃道 底下还在打斗的修士一看 机会来了到表中心的时候了 这时众多原本的演员气势汹汹的冲向潘江 杀了潘老狗 打死他 然后离开着 众多修士不断朝着躺在地上的潘江 不断发射法术 把原本杨天白这一阵营的修士 看得一愣一愣的 他们刚刚不是还在打起来吗 怎么突然之间就不打了 一起打潘江了呢 他们不是杀父之仇吗 怎么现在看他们如同亲兄弟一般 第33章 什么 我被骗了 随着众多修士不断对着潘江发起攻击 潘江被打得苦不堪言 尽管里面有些攻击 对他而言造不成什么实质性的伤害 该死的 你们这群低级修士 等一下 我把你们一个个都杀掉 潘江对着众多修士怒吼着 哎呀 他还敢嘴硬 同志们 加把劲 打死他 众修士听闻 则打得更加迈力 放着 我来 突然天空之上飞来两名原本是潘江阵营的金丹修士 众人看到两人前来 纷纷停止攻击 警惕地看着 有些则迅速逃离这里 只见两人同时攻向地上的潘江 身受重伤的潘江顿时没了生机 诸位道友不必害怕 我等并非真心实意投靠潘江这个卑鄙小人 对对对 我等一起约好了 在潘江周围当卧底 趁他不注意的时候 给他致命一击 说完便提起潘江的头颅 表示诚意 底下众人 这时 两名杨天白阵营的修士也来到此处 见此情况 他们不约而同的都看向杨天白 想让杨天白决定要不要趁现在杀掉两人 防止他们去告命 只见杨天白依旧助力在那里 没有任何表示 他只是太累了 连动都不敢动了 看来以后少打架了 太累了 犹豫了一会 杨天白狠狠心从系统之中 兑换出一些恢复的丹药 悄悄转过头去 偷偷吃了起来 他可不想让别人看见他凭空掏出丹药 众人见杨天白没有任何表示 一时之间不知如何是好 我去帮忙 其中提着潘江投入的修士说着便冲向打斗之中的陈叶江 另一名也紧随其后跟了上去 两名监视他们的修士也跟了上去 王明这时也跟了上去 我投降行不行 陈叶江看着自己被六个人包围颤抖地说道 投降 你想得美 你有告密的前科 你必死 说着 两名修士率先发动攻击 就这样 陈叶江在几人的围攻之下 很快便落败了下来 自由万岁 随着战局已定 底下修士欢呼雀跃起来 就在这时 王明对着其他使了实眼色 杨天白阵营的金丹修士顿时心领神会 齐齐向着原本潘江阵营的两名金丹修士发起偷袭 而两人等两人发现之时 为时已晚 身体已经被好几道法术洞穿 你们两个意志不坚定 有反叛的风险 所以请你们睡一觉 王明对着两人说道 该死 你们过河拆桥 两人捂着伤口 恶狠狠地说道 随即便想要转身离开 可惜还没离开太远 身后就被好几道法术打中 跌落在地上 没有了生机 尽管王明知道底下修士也有墙头草 但是他并没有将这些助击 练起修士放在心上 就这样 杨天白金丹阵营取得了胜利 此时 几名金丹修士 齐齐来到了杨天白面前 刚才杨天白的战斗 他们都是看在眼里的 那个他的速度 就连金丹修士都拿他没办法 众人看着韩耀文的惨状 心里已经默认了 杨天白是这里实力最强之人 毕竟自己也没有办法毫发无损 连衣服都不弄脏 就拿下韩耀文 还我灵石来 双腿还在发软的杨天白 被苏娜娜一脚踹进了碎石堆之中 哎 疼 疼 你发什么疯 还你什么灵石 杨天白从碎石堆之中爬起来 捂着脑袋 其他人并未有所动作 因为他们看出 苏娜娜并未使出全力 就算苏娜娜使出全力 杨天白也能轻易躲开 现在看见杨天白被踹一脚 只认为 他是心甘情愿地被踹一脚 估计是小两口吵架呢 我打赌他们之前肯定认识 一名金丹修士 对着另一名修士悄悄说道 苏娜娜一个身位 来到了杨天白面前 揪着杨天白的衣领 大声喊道 快把五千万枚灵石还来 什么五千万枚灵石啊 杨天白只觉二丈和尚 摸不着头脑 就是你在明月楼库房之中 拿的五千万枚灵石 就是因为你我的储物戒指 现在还押在明月楼做抵押 还被卖到这鸟不拉屎的地方 挖铃卖 快还钱 在杨天白离开了明月楼之后 老宝便将苏娜娜抓了起来 查看了他的储物戒指 顿时起了收尾己有的贪念 但自己不能拿苏娜娜怎么样 就将他这个烫手山芋 丢给了须一道人 杨天白一听 顿时张大嘴巴跳了起来 什么五千万 那里的灵石总共都不到二百万 什么 那老宝竟敢骗我 苏娜娜一脸不可置信 那你是不是拿了他们的灵石 拿了百来万 杨天白说道 哪呢 在哪呢 随即 双手便在杨天白身上 不断摸索着 花完了 杨天白倒是没撒谎 确实都给系统花了 你 为什么要拿他们的灵石 苏娜娜愤愤道 这不就是我们的目的吗 不然我们去那里干嘛 杨天白疑惑道 苏娜娜顿时哑口无言 总不能他告诉杨天白 自己是打算将他卖掉吧 现在自己偷鸡不成十把米 哑巴赤黄连 有苦说不出 那你为什么私吞 把我的那份还来 苏娜娜总算体会到了 之前杨天白问他 要灵石的心情 什么你那份 之前几次我都分文不举 现在这次都是我的 还有我不给了你三十万了吗 杨天白道 想到这苏娜娜 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什么三十万 早就被收回去了 之前几次作案 灵石加起来 都没有三十万 我不管 我不管 你还欠着我灵石 还写着欠条呢 你去将我的储物戒指拿回来 我们就扯平了 苏娜娜摇着杨天白的衣领道 哎 行了 行了 别摇了 摇得我头晕 想拿回来 也得出得去再说啊 杨天白道 听到这众人 也是一阵沉默 刚刚一直沉浸在 杀死攀江的喜悦之中 全然忘记了 现在还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 他们现在依旧处在阵法之中 还有两名原因修士 在阵法之外徘徊 一方面是看守阵法内的众人 一方面是防止 其他宗门修士 发现此地 一旦有人靠近 老妇 便下去假模假样地问对方 是不是迷路了 顺便刺探对方身份 毫无背景地抓来挖了灵石 普通人则杀掉 惹不起的 就哄骗气离开 第34章 谁来救救我 这时众人齐刷刷 看向杨天白和王明两人 王大人 杨大人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对啊 我们现在该怎么绕过阵法离开呢 对 还有我们的东西 都被那两个老东西拿走了 众人在地下不断讨论着 杨领袖去哪里 我们就去哪里 对 一切听从组织安排 几名革命狂热粉道 原本在杨天白 当着王明的面策划逃跑 见王明并未制止 就知道 王明内心也是想离开的 随即私底下找到王明 让王明将所有人都聚集起来看着 为了防止有人趁机告命 此时 王明也看向杨天白 杨天白看向底下众人 现在场上的人 大约有140多人 可以分向140多处逃跑 原本杨天白的计划 就是鼓动大家一起逃跑 跑不跑的过原因期不重要 重要的是 跑过其他人就行 杨天白自信 自己的速度一定能够跑掉 顶多也就是能飞的金丹 会比自己快 诸位 听我说 要相信团结的力量 我们现在那么多人 分向四周四处逃跑 我就不信那两个抓得过来 我们的储物戒指 就先不要想了 只要我们能有一个人跑出去 就立刻向其他势力说出 这里有无人占领的灵脉 这样子 哪怕有些人再次被抓 只要坚持到其他宗门的人来 便可再次趁乱离开 只要几个大宗门得到消息 那这里的情况 看就由不得那两个畜生说了算 众人听到这话 顿时两眼放光 觉得可行 随即便各自选定 自己认为幸运的方向 各自离去 每个人都祈祷自己不被发现 你们俩跟着我干什么 杨天白边跑边 对着身后的苏娜娜和王明问道 他现在可不想跟着俩人在一起 万一被发现自己不会飞 那倒霉的 不就是自己了吗 你还欠我零食 你跑我找谁要去啊 你还要帮我想办法 把我的储物戒指拿回来 苏娜娜说着 而王明并不说话 一直跟在杨天白身后 他只是对杨天白感到十分好奇 他所散发出来的气息 的的确确是炼气气 但却能打死 身为金丹气的韩耀文 他主要是想看看 杨天白平日里如何修炼 或是尸臣何派 到时候 自己也败入门下 几人就这样不断奔袭 以他们的速度 不久便来到了阵法的边缘 再往前就是阵法了 踏进就会触动阵法 王明说道 那我们再等一等吧 等其他人先过去 吸引火烈 我们再出去 就这样 三人便在阵法旁边 一等就是两日 阵法其他处 并没有任何动静 其实 所有人都是这样子想的 都不愿意做这个出头鸟 不想自己被第一个发现 众人就这样等了几日 直到几名炼气修士 姗姗来迟误闯了阵法 触动了禁止 有人出去了 杨天白指着阵法上的波动问道 是的 有人触动了阵法 那我们快出去吧 说着三人走进阵法之中 随着三人的触碰 传出一道道连衣 向四周传播 同时 许多人也陆陆续续 钻入阵法之中 该死 该死的废物 老夫望着阵法各处 传来一道道连衣 顿时明白了怎么回事 气得他一掌拍死了 刚刚抓住的 第一个闯入阵法的修士 随后 续一道人和老夫 便以极快的速度 奔袭阵法各处 将闯入阵法的修士抓住 实在抓不住的 就果断杀死 各个修士也是个显神通 有土盾的 也有找地方先躲起来的 也有跳入水中的 甚至有几个人 偷偷跑了回去 在阵法内挖个洞 将自己藏起来 企图等待第二次动乱 续一道人和老夫 越追脸上越难看 阵法内不断有人闯出来 当初就跟你说了 在阵法内加入攻击手段 你偏不听 非要省那点零食 老夫对着续一道人抱怨道 行了行了 别抱怨了 分头追 随即两人便各自分开 杨天白这边自从闯进阵法 就不断全力奔袭 企图以自己的速度逃离 苏娜娜和王明 则跟在杨天白身后 两人已经不算跑了 而是飞起来了 他们发现 单单靠跑 根本就跟不上杨天白这个妖孽 三位打算去哪呀 突然三人身后 传来蓄一道人的声音 然后一道强大的威压 向着三人袭来 苏娜娜和王明两个人 顿时被震得人羊马翻 倒在地上 嘴角溢出鲜血 随即转身 调动灵力 一副打算和蓄一道人 拼死拼活的架势 而杨天白在地上翻滚了几圈之后 站起来依旧自顾自地跑着 别跑了 跑不过的 倒不如拼了 我只要跑得过你们就行了 你们加油拖住 我去搬救兵 杨天白边说边加大力度逃跑 两人各自看了对方一眼 也不顾及任何人了 直接发动灵力飞了起来 很快就掠过了杨天白头上 你说得对 只要跑过其他人就行 你好好加油 拖住 我速度快 我去搬救兵 王明和王娜娜对着杨天白道 杨天白 我心好心好心好你心好心好 哼 一个都别想跑 蓄一道人在后面以极快的速度 向着杨天白奔袭而来 完了 完了 完了被抓住了 谁来救救我呀 老天爷救救我呀 杨天白对着天空大喊 就在这时 一柄剑从三人身旁掠过 刺向身后正在追赶的蓄一道人 蓄一道人见状 也抽出自己的宝剑抵挡起来 巨大的冲击力使得他连连后退 虎口不断渗出鲜血 就在此时 几人的上空突然出现了一艘非洲 非洲之上站着一名白衣男子 一脸坚毅 那柄飞剑在撞击了蓄一道人之后 便缓缓飞回男子身边 白衣男子抓着飞剑光光站在那里 就已经给人霸气十足的感觉 阁下何人 为何坏我好事 杨天白三人见此情况也纷纷停下来 难道老天爷听见我的呼唤 真的叫人过来救我了 我要言出法随 心想事成 妹妹回来 爹娘复活 杨天白对着天空双手合十 默默许愿 第35章 记无伤 只见白衣男子依旧不说话 就这样冷漠地看着蓄一道人 阿佩 你是什么东西 也配跟我大师兄讲话 只见白衣男子身后 出来一名古灵精怪的女子 你还真是不要脸 一个原因妻 欺负两个金丹妻 和一个恋气妻 说完 女子便对着蓄一道人人 做了个鬼脸 蓄一道人 被一个小女孩这样骂 顿时恼羞成怒 自己堂堂原因 何时被人这般辱骂 只不过忌惮旁边 那个拿件的白衣男子 这才没有发作 就在刚刚交手的一刹那 蓄一道人 只觉得白衣男子深不可测 姑娘 他们三人和你是什么关系 蓄一道人 记得自己抓人的时候 只抓了那些 毫无背景的散修啊 难不成抓错了 抓了什么大门派弟子 现在人家找上门来了 没有关系 只是看不惯你欺负人 女子说道 他们是在我闭关修行的时候 我现在正要抓拿他们 既然他们与你们非亲非故 还望诸位切莫多管闲事 蓄一道人 对着非洲上的几人说道 呸 仙女姐姐 别信她 她在骗你们 这个老逼登 和一个老太婆 在这个地方发现了灵脉 四处抓修士来帮她挖灵脉 我们三人刚刚逃出来 不信的话 我可以带你们去看看 杨天白急忙对着非洲之上的 几名修士喊道 而王明和苏娜娜也点头附和 听到此 白衣男子微微皱眉 大师兄 三师姐就是在这个清灵欲失踪的 莫不是她被抓去挖灵矿吗 女子对着旁边的白衣男子说道 哎 我问你有没有见过我三师姐沈竹心 她长这样 随即手中便用灵力 幻化出一幅妙灵少女的图像 未曾见过 须一道人努力回响 但记忆之中 依旧没有这个人 杨天白三人也摇摇头 随即 白衣男子随手一挥 挥出一道剑气 打向须一道人 须一道人 连忙挥剑抵挡 可是在与剑气接触瞬间 手中的剑便被霸到无比的剑气震碎 自己的胸口 也被划出一道深邃剑骨的伤口 不 顿时续一道人 一口鲜血 从口中喷涌而出 你 为何平白无故 阿佩 你这个老东西 抓修士来挖灵矿 死等伤天害理之事都做得出来 我大师兄砍你两剑怎么了 还没得续一道人说完 女子便嚣张跋扈说道 然后转头看向身后弟子 发现一座无宗门占领的灵脉 即刻发传讯符通知师傅 让师傅派人过来接管 嘿嘿 这可是大功一剑 没想到出来找师姐 还有意外收获 那女子在心中暗道 哼 说得这么冠冕堂皇 我看你们就是基于老夫的灵脉 你们休想得逞 说完便传讯给老夫 然后拿出自己的本命法宝 白衣男子纵身一跃 和续一道人战斗起来 白衣男子只是简单的挥剑 续一道人便疲于应对 你是何人 和门和派 你可知我是谁 续一道人 面对白衣男子刚猛的剑法 打得十分狼狈 只能通过言语 希望能够吓到白衣男子 杨天白三人 则是被请到非洲之上 多谢姑娘相救 不知姑娘方明 和门和派 三人对着女子行礼道 嘻嘻 我叫慕容千瑶 是清玄玉最强宗门林萧宗的弟子 那位是我的大师兄继无伤 清玄玉千古第一人 慕容千瑶骄傲地说道 慕容姑娘 还请提醒纪公子小心弦 那老道还有一帮手 杨天白出声提醒道 小意思 我的大师兄 是无敌地随即看向纪无伤 两眼放光 杨天白随即看向苏娜娜和王明 清玄玉确实有一个林萧宗 最近一段时间 因为纪无伤的原因 声名显赫 苏娜娜说道 同时也看向纪无伤 原来这就是最近声名远扬的纪无伤 被清玄玉誉为 有史以来的第一人 年仅二十 便已经踏入原因期 甚至有传言在她还是金丹七的时候 就已经斩杀过原因期 苏娜娜说道 同时心中也感慨 自己也二十多岁 才刚刚踏入金丹七 而且自己也算是天才 可是跟纪无伤比起来 就显得那么黯然失色 什么 夏花仙 第一天才 还能跨境界杀敌 你确定 人家不是开挂 或者跟自己一样有系统 如果都没有 那她应该就是主角了吧 杨天白心中阿暗道 随即便对林萧宗好奇起来 敢问慕容姑娘 林萧宗这林萧宗还收弟子吗 杨天白谄媚的对着慕容千瑶道 收啊 一直收啊 如果能通过考核的话 慕容千瑶说道 你要去逍遥宗 苏娜娜问道 对啊 怎么了 那我的储物戒指怎么办 你觉得 现在我们两个的实力 能去将储物戒指拿回来了吗 苏娜娜听闻也撇了撇嘴 就他们两个 的确不敢去明月楼闹事 那老宝自己打不过她 还有一个深不可测的楼储在背后 看来自己经单期还是太弱了 就在此时 老夫收到了虚衣道人的传讯符 匆匆赶来 该死的 你到底是谁 老夫看着虚衣道人 现在已经被砍成了血人 伤势严重 跑 快跑 带着我跑 虚衣道人此时 对纪无伤感到深深的恐惧 他从未见过 如此霸道锋利的剑气 不需要任何功法 仅仅是简单的挥剑 自己便需要拼尽全力抵挡 他 他是纪无伤 虚衣道人虚弱地说着 什么 什么 你抓了林霄宗的弟子 老夫惊叹 这段时间 纪无伤的大名 还是知道的 在金丹期 就可以斩杀原因修士 纪公子 这是误会 我们就此罢手可好 老夫对着纪无伤道 纪无伤依旧不为所动 继续简单挥剑 只不过 这次剑气范围 也包括了老夫 就这样 纪无伤以一敌二 还处于绝对的优势 以一己之力 包围二人 太 太 强了 没想到这世间 竟有如此天才 苏娜娜跟王明不断感慨 而慕容千瑶在一旁 听见别人夸自己的大师兄 扬起脑袋 十分骄傲 很快 纪无伤这边结束了战斗 飞回非洲之上 大师兄 怎么样了 慕容千瑶急忙对着纪无伤 迎了上去 他们太弱了 纪无伤冷冷道 对了 他们几个想要加入我们宗门 慕容千瑶指着杨天白几人说道 嗯 你决定就好 说完便就地打坐 闭目养神起来 苏娜娜则一脸花痴的 看着纪无伤 哦 老天爷 他怎么又帅又能打 得找个机会 敲晕绑到自己床上去 慕容千瑶 看见苏娜娜的眼神 扶额心道 哎 又是这样 每次跟大师兄出来 总会有女修对他图谋不轨 这段时间 林霄宗来报名的女修 比之前加起来 都要多几十倍 这些可都是冲着大师兄来的 随后 杨天白三人 带着林霄宗众人 来到了矿区之内 林霄宗众人 正是接管了这里的灵脉 也就着许多 奄奄一息的修士 哈哈 这么大的灵脉 掌门师伯这下 肯定高兴坏了吧 慕容千瑶在一旁 自言自语道 大师兄 我们现在怎么办 是留守在这里等宗门的人来 还是继续寻找师姐 就在这时 慕容千瑶的妖精的传训符亮了起来 师父说 师姐找到了 他在天悦城的赌方之内 身上的零食赌输了 借了高利贷还不起 被天悦城的城主扣押下来了 师父叫 我们去处理 慕容千瑶 读完传训符上的内容 对着纪无伤道 人找到就好 等门派派人过来 我们再过去 说完纪无伤 便如之前一般打坐修炼 怪不得人家那么优秀 就连训练都是争分夺秒的 苏娜娜看着纪无伤道 而杨天白这边 则不断寻找着自己的储物戒指 该死的 到底放在了哪里 续一道人之前手中 只有一枚储物戒指 现在那枚戒指 在纪无伤手中 杨天白可不敢去问 因为在他看来 纪无伤看起来不太好相处 一副巨人千里之外的感觉 第36章 纪无伤的霸气 纪无伤几人经过了 一个多月的等待 终于等来了林肖宗 前来接管林脉的众人 唉 纪无伤试着好久不见啊 石伯我甚是想念啊 林肖宗主封长老刘远山 一下非洲 便对着纪无伤热情的讨好 他现在还依稀记得 纪无伤刚刚进入宗门之时 便十分狂妄自大 谁都不放在眼里 结果引起众目 很快便和其他新入门的弟子 发生争执打了起来 自己见其性格狂妄不羁 难成大事 便不打算将他收入门下 原本他是门派分配给自己的弟子 结果最后自己不要 被郁峰峰的封主赫又然给收走了 后来看见纪无伤的天赋 他十分懊悔 一有机会 就想劝说纪无伤败入自门下 为此还经常跟赫又然吵架 不过随着纪无伤踏入原因 这个想法随着也被掐灭 既然刘长老来了 那无伤还有要事便告辞了 纪无伤对着刘远山道 唉 别着急嘛 咱俩好久不见了 叙叙旧吗 刘远山说道 一听到这 让他带着纪无伤喻过来 准备登上非洲离开 哎 上次跟你说的那个我表侄女 你考虑考虑 他天赋不错 拜入你门下你不亏 且长得水灵水灵的 刘远山对着远去的纪无伤喊道 刘远山对着纪无伤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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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容千瑶对着刘远山道 试一试吗 万一成了呢 慕容失职 你多劝劝你大师兄 到时候少不了你好处 刘远山对着慕容千瑶道 慕容千瑶黑头符额登上非洲 让自己去劝大师兄 自己还是惜命的 他还没从上次跟大师兄训练的阴影之中走出来 之前听其他师兄师姐说过 只要惹大师兄生气 他就会亲自指导你修炼 刚进宗门的慕容千瑶 傻乎乎信了 结果却是被纪无伤拉着一起修炼 只不过那种近乎自残的修炼 慕容千瑶是绝对不会再想经历一次 原本整个玉峰峰安静祥和 但随着大师兄实力不断进步 其他人也被迫内卷起来 就连他们的师傅 也受不了这种内卷跑去掌门那里找活作 平时众人的修行任务就交给了二师兄 大师兄只要无人打扰 便一心修炼 两耳不闻窗外事 就这样 杨天白跟着纪无伤的非洲 一起来到了天悦城 找他们的四师姐沈竹心 几人来到天悦城 便收起非洲 直奔城主府 你们是何人 来城主府何事 纪无伤 来要人 纪无伤冷冷地说道 你就是纪无伤 门口守卫愣了一下 急忙进去禀报 不一会儿 便跑了出来 对着纪无伤等人说道 纪公子 城主大人有请 众人进入城主府 来到大殿之中 只看见大殿之上 摆着一张大餐桌 一副白帽美的轻衣女子 正在不顾形象地 插开大腿 坐在桌子之上 大口大口地 吃着桌上的美食 见到纪无伤进来 立刻把手中的鸡腿 丢在地上 两眼泪汪汪地 跑向纪无伤 大师兄 师妹 你们终于来了 快带我离开这里 纪无伤嫌弃地转开身 沈竹心随即扑了个空 扑到慕容千瑶的怀里 是多 等回到宗门进行课训 你就是太弱了 才被抓的 不要啊 大师兄 下次再也不敢了 师妹 你快帮我求求情啊 沈竹心 只得抱着慕容千瑶哀求道 杨天白看着这发生的一幕 有些不敢置信 这宗门的人 师兄弟之间 都那么有爱吗 看来这宗门 自己还去对了 慕容千瑶 摸着沈竹心的头到三师姐 你就认命吧 加油 随即露出一副 爱莫能助的表情 纪公子能光临天月城 真是我的荣幸啊 天月城城主曹飞 对着众人道 此时 众人才看见餐桌之后 还有一个人坐在那里 我师妹欠了多少钱 纪无伤也不拐弯抹角直接问 哪怕对面是化神修士 他也不拒 也没有刻意卑微和讨好 他的性格本就如此 直来直去 你师妹欠了一百多万零食 不过公子不必担心 我已经替他还了 不知公子可否有空赏脸一起吃个饭 曹飞有意拉拢和讨好纪无伤 虽然他只是原因期 但却是二十多岁的原因期 未来的前途不可限量 倘若能够借此机会拉近关系 或是让对方欠自己一个人情 等对方以后成长起来 自己也能跟着喝点汤 一听到能吃饭 杨天白就两眼放光 刚刚沈竹心在大口大口吃肉的时候 杨天白可是垂涎欲低 对于他来说 那可是经验值啊 用来升级的 不必了 随即掏出一枚储物戒指 扔向曹飞 细无伤自然知道曹飞的打算 但是这种人他见多了 而且十分比异这种行为 在他的眼里修士就是不断靠自己变强 对这种拉帮结派 聚众取暖的行为十分不屑 哪怕对方巴结的是自己 他自认为 依靠他自己手中的剑 就可以解决一切 不需要他人的帮助 纪公子 话不要说那么早吗 曹飞微笑着说道 不必了 没什么事就先走了 告辞 细无伤说着 就带几人往外走 纪公子 你可知成长起来的天才才是天才 像你这种狂妄自大的人 迟早会吃亏 见纪无伤不给自己面子 曹飞便愤怒地说道 你的师妹违反了我的禁令 在城内斗殴 听闻此话 纪无伤转过头 对着曹飞到你们天月城的禁令 还管不到我们林萧宗 说完便带着众人离开 清玄玉第一天才果然霸气 面对化神修士依旧不拒 苏娜娜两眼放光 看着纪无伤 看来自己必须要进入纪无伤的宗门 看看他平时是怎么修炼的 该死 该死的纪无伤 该死的林萧宗 竟然不给面子 说着便一掌把面前的餐桌打碎 曹飞刚刚想出手留住几人 但是忌惮林萧宗而不敢出手 现在自己已经彻底得罪了纪无伤 必须在他成长起来之前扼杀掉 随即召唤出一道传讯符 第37章 靠走关系进入林萧宗 纪无伤几人乘坐非洲 飞向林萧宗 这三人是谁 怎么从未见过 沈竹心对着慕容千瑶问道 他们是路上碰见的 正在被追杀 凑巧被我大师兄救下来 现在打算带他们去宗门 能不能进就看他们自己了 苏娜娜道 这些年随着纪无伤的实力突飞猛进 许多人也看见了林萧宗未来 将出一个绝世天才 众人纷纷投资林萧宗 林萧宗规模也不断扩大 人手逐渐就不够了 所以弟子在外面遇见好苗子 就会带回宗门 慕容千瑶看见苏娜娜和王明天姿不错 这才要求纪无伤将人救下 而杨天白其实就是一个凑数的 多带一人也没什么损失 先不管了 你们过来玩两把 沈竹心拿出头子对着三人说道 一见三师姐拿出头中 慕容千瑶立刻跑开 蹲坐在纪无伤身边 师姐 我们没有零食 苏娜娜对着沈竹心说道 没事 我借给你们 到时候记得还就行 随后摸了摸自己身上 才想起自己的零食 早就赌输了 师妹 师妹 借点零食花花 沈竹心将左看又看不见慕容千瑶的身影 奇怪刚刚还在身后的 怎么突然就不见了 最后发现 慕容千瑶在纪无伤身边 自己想去 但又害怕纪无伤发现 只能在后面不断吹口哨 吸引慕容千瑶的注意 慕容千瑶只能假装听不到 最后在纪无伤的命令之下 沈竹心只好乖乖打坐修炼 经过了一多月的煎熬 众人总算来到了林霄宗 纪无伤将三人放在林霄城中 便带着两位师妹 和其余几个弟子进入林霄宗 慕容千瑶第一件事 就是避个死关 等沈竹心细肖之前 绝不出关 林霄城原本不叫林霄城 只是随着林霄宗的实力 不断壮大 这里才改名叫林霄城 现在林霄城归林霄宗 直接管辖 一进入林霄城 三人便感觉十分热闹 众人熙熙攘攘 街上还有一些林霄宗的修士 在不断巡逻 你好 想要进入林霄派去哪里报名啊 杨天白对着旁边 摆摊的修士问道 而摆摊的修士 看了看自己摊位前 哎呀 忘了 随即拿出一块牌子 放在摊位前 上面写着 进入林霄宗的全流程 和注意事项 反正想要问的上面 应有尽有 摊主被问得太多次心烦 干脆就写了这么一个牌子 杨天白三人 按着牌子的指引往前走 发现许多摊位 都挂着这样的牌子 呼 看来想进入林霄宗的人很多啊 竞争很激烈啊 那可不是吗 林霄宗在附近的五个狱 可是很热门的 苏娜娜说道 是因为记无伤吗 杨天白问道 是的 很多人都十分看好记无伤 纷纷在他身上投资 记无伤进阶化神 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这一点没有任何人怀疑 还有可能更进一步 杨天白直接后悔 刚刚没有好好 跟记无伤打好关系 来来到林霄宗山门脚下 排起一排排长队 每一排都有约莫数十里 杨天白知道来报名的人很多 没想到竟然这么多 杨天白三人 随便找了一排长队排了起来 排了好几天 终于排到了自己 姓名 杨天白 年龄 24 家庭情况和林根等级 杨天白想起 上次被众人嘲笑为开卖的低级修士 当即撒了个谎 随便编一个普通 但又不太掉价的火林根 等等你说 你有修为了 林霄宗负责报名的弟子疑惑问道 对啊 我现在是练习初期 杨天白并不否认 有修为的排另一个队伍 这边是还没有修炼过的普通人排的 那边的牌子写着 说完随即撕掉杨天白那一页的信息丢在地上 三人看过去的确有写着 只不过人太多被挡住而已 此时三人不得不重新排了更长的队 两人在后面一脸忧愿看着杨天白 杨天白指的尴尬地挠挠头 又过了两天 终于排到了杨天白 这次负责人问得更加详细 包括跟哪些东门有接触 修炼过什么功法 都要一一展示 杨天白费了半天进展示完了以后 负责人直接上手检查林根 我列个乖乖 一开始检查林根不就好了吗 这可怎么办呀 自己有没有林根啊 最终 杨天白没有林根的事情 还是被发现了 负债报名的林肖宗弟子 露出一脸不屑 去去去 浪费时间 什么时候开卖修士也来凑热闹了 兄弟 帮帮忙 杨天白哀求道 自己可是有系统 单杀过金单修士 错过了自己 你们林肖宗可是会拍烂大腿的 滚 就当他准备将杨天白驱逐之时 只见身后的苏娜娜将他带到一边 说了几句话 杨天白三人就像是走了过场一般 顺利地进入了林肖宗 身后的人也学着苏娜娜的样子 把报名人拉到一边 在他耳边说 我跟前面那三个是一起来的 随即便被赶了出去 进入林肖宗之后 你是怎么做的 杨天白百思不得其解 他始终想不明白 为什么苏娜娜说几句话 对方态度就来了的大转弯 就不告诉你 苏娜娜对着杨天白说道 其实他将报名弟子拉到 一边跟他说自己三人是 纪无伤带来的 暗示对方自己跟纪无伤关系不一般 还拿出了刘影时 让对方看杨天白和纪无伤的合照 与其说是合照 倒不如 说是苏娜娜在偷拍纪无伤时 杨天白误打误撞闯了进来 露出半个脑袋 林肖宗分了五个山头 主封则是宗主和长老所在的地方 各种办事机构都在主封 所有弟子办事情也都是在主封办理 主封之外 又有玉封封 苍无封 秦台封和长青封 这四个山封 则是当初五人联合创立宗门之时 另外四名原始谷的地盘 每一位封主都是上一任的清传弟子 这四个封和主封加起来就是林肖宗的核心 既无伤则是玉封封的大弟子 将来有可能担任封主 也可以担任宗主 另外除了这五大封的清传弟子之外 就是内门弟子和外门弟子了 而外面所有人进来 第一步都是外门弟子 只有修为到了驻基期 便参与每一年都举行的外门大比 前二十名则可以进入内门 进入内门可以说是真正的林肖宗之人 享受的资源会更多 如果在外门大比之中表现优异 则可以被各个封主和长老选为清传弟子 清传弟子地位极高 仅次于各个封主和长老 就连底下的什么功勋堂长老 执法堂长老也无权过问 清传弟子只对封主和掌门负责 可以不用同其他弟子一样 必须给宗门做一定的贡献值 他们可以专心致志修炼 宗门的绝大部分资源都拿来培养清传弟子 杨天白三人都是刚刚进入宗门 所以三人都属于外门弟子 哪怕苏娜娜和王明的修为已经到了金丹期 依旧还要听从同为金丹期的执事长老安排 长老和执事长老并不一样 执事长老一般都是金丹修为 具体负责宗门的各项事务 例如任务的发放 秩序的维持 弟子的培养之类的 因为许多弟子受到齐恩惠 便尊称为长老 但是执事长老不属于核心人员 而杨天白这种一进来就有修为 没有经过宗门培养的修士 也绝对不可能进入真正的核心 除非有重大贡献 第38章 接任务 杨天白等人 在进入林肖宗一个月宗一个月后 才被通知去主峰集合 这一个月来 自打进入宗门第一天 杨天白领了宗门衣服 被安排了一处洞府 被告知等候通知外 便再也没有人理会过 他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被遗忘了 而这个月 他也从未停歇 不断在自己的洞府内修炼 可是一个月来 境界丝毫没有松动的痕迹 到达炼气中期 遥遥无期 杨天白跟随着人流 来到了主峰大殿的广场之外 他目光努力搜寻着苏娜娜和王明 两人的身影 终于在几千人里发现了他们 杨天白 这一个月 你去了哪里啊 怎么不见你 我还以为你跑了呢 苏娜娜问道 我一直在自己的洞府等待通知啊 杨天白回道 你就一直待在洞府啊 不去御膳堂尝一尝林肖宗的零食 那些 对于你这种练气气修士来说 可是不错的提升 杨天白听到这如遭雷击 仿佛错过了几十个亿 没人告诉他可以自由活动啊 就他自己还傻愣愣地待在洞府等安排 饿了就从系统里兑换壁骨丹吃 没人告诉我啊 等下我就去吃 杨天白打算等下去大吃一顿 把之前亏欠的补回来 等下估计不行了 因为以后要吃 只能是靠功勋兑换 因为刚刚进入东门 许多人还没有修炼 所以依旧需要每天吃食 这一个月中 很多人都开始修炼了 除非是毫无修为的人 才可以免费去吃 听到这里 杨天白心更痛了 早知道自己就不那么听话 多出来走一走了 像现在许多人经过一个月的交流 已经交了一些朋友 就连苏娜娜和王明 也有了新认识的人 就只有杨天白 孤零零一人站在角落 就在这时 林霄宗的弟子开始维护秩序 就在这时 宗主和各位长老 以及一些清传弟子 齐齐到场 天哪 那就是宗主吗 太霸气了吧 这 这就是林霄宗第一美女 夏宇言师姐吗 天哪 太漂亮 纪无商师兄吗 他怎么不来 众弟子在底下不断讨论 男修讨论最多的 就是夏宇言 女修讨论最多的 则是纪无商 因为纪无商不屑于来这种场面 有这时间 还不如修炼呢 所以 玉峰峰派来的代表 则是慕容千瑶 和一名杨天白没见过的弟子 慕容千瑶在人群中不断扫视 看见苏娜娜和王明 便微笑点头 当看到杨天白时 却一脸猛逼 他不明白 杨天白这种资质频频的修设 是如何通过考核的 诸位弟子请安静 随着宗主萧卓凡的声音传来 底下顿时鸦雀无声 恭喜各位成为我林萧宗第23代弟子 经过严格的选拔 我们挑选了你们 共计8967人 其中 金丹修设26人 助纪修设403人 炼器修设1689人 希望诸位能够专心修炼 不负宗门栽培 就这样 接下来的讲话之中 宗主萧卓凡 陆续介绍宗门的历史发展 以及历任宗主的丰功伟绩 和一些长老们的事迹 就这样一讲 便是讲半天 底下众人都专心致志地听着 最后又介绍了一些宗门的情况 然后夹杂着鸡汤 介绍起了各个清传弟子代表 最后又特意表扬了纪无伤 惹得众人在底下欢呼 杨天白有一种开学大典时 校长在上面讲话的既视感 等了大半天 终于结束了 杨天白和众人一样 跟着任务堂的 指示长老唐长老的带领下 领取任务牌 随后又在中堂指示长老的带领之下 制作了自己的腰牌 并制作了自己的命捡 存放中堂之内 随后便被告知 每一位弟子 每年需要20个宗门贡献点 才可以继续留在宗门 如果连续5年未达标 或者连续3年都不做宗门任务 将被驱逐出宗门 贡献点可以在宗门内 兑换各种丹药和武器 功法也可以兑换零食 10个贡献点可以兑换一枚零食 所以绝大部分修士 是不会拿来兑换零食的 这不划算 而普通人最多只给一个月的时间 一个月内 如果不能踏入练技期开始做任务 也会被驱逐出宗门 而外门弟子每个年零食是3枚 但需要完成20个贡献点 才可以领取 内门弟子则是50枚零食一年 外加一些灵丹妙药 清传弟子则不需要任务点 每年就有3万枚零食 还有其他各种灵丹妙药 功法武器 每一位长老 每年可以收两位清传弟子 我去 这也太区别对待了吧 清传弟子真是亲儿子啊 杨天白看着上面的黛玉不断感慨 而现在杨天白打算先去任务堂看看 来到任务堂以后 许多新入门的弟子 也在好奇地打量着周围 挑选合适的任务 也有一些弟子 则寻找实力强大之人去 组队完成更难的任务 而杨天白看着任务堂的任务 各种各样任务应接不暇 有照顾林田的为期一年 一年二十五个贡献 还有挖林脉的也是为期一年 一年有三十个贡献点 杨天白甚至看见了 原先自己挖林脉的地方 正在招弟子过去挖林脉 坑爹啊 这妥妥就是压榨 自己挖林脉一年至少可以挖几千枚 结果到自己手就三枚 这个不去 哪怕是三十贡献点 杨天白已经不想再体验挖林脉了 杨天白看了看 其他任务点比较高的任务 要么就是猎杀妖兽这种危险的任务 要么就是寻找各种珍惜灵药这样靠运气的任务 还有一些任务对外门弟子不显示 比如刺探其他宗门情报 暗杀其他宗门长老弟子之类的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管理层 选定合适人选 直接委派 杨天白想了半天 他还是选择了猎杀妖兽这个任务 因为除了任务堂指定要的材料之外 妖兽的肉食自己可以处理 而现在的杨天白 十分需要靠吃来增强实力 长老 我选择接这几个任务 杨天白拿出自己的腰牌和任务牌 对着直视长老道 这几个任务比较危险 适合住击或者金丹弟子 而且建议组队 你确定要接吗 直视长老提醒道 杨天白点点头 好吧 两天后会有前往苍穹森林的非洲 到时候你就乘坐非洲前往吧 非洲每个月都有一次 想回来了就在下非洲的地方等待 说完便将任务牌和腰牌还给杨天白 他疯了吗 他一个练气期接那种任务 也许有师兄师姐带着一起吧 杨天白在众人诧异的目光之下 走出任务堂 他接了五个猎杀妖兽的任务 全部完成可以获得三百贡献 一需要骨臀兽的血液和心脏 这两样是制作剧毒丹药的材料 二吃咽聚蟒的毒牙 三毒脚兽的脚 四剑持虎的骨头 五玄寒龟的龟壳 这些妖兽在苍穹森林之中 都有出现的身影 一般需要一个金丹 搭配几名铸鸡才能保证拿下 杨天白并不打算短时间内拿下 自己还可以猎杀其他妖兽 他拿这些任务 只是怕被别人抢先接了而已 第三十九章 欧皇附体 原本杨天白打算邀约苏娜娜和王明一起去的 毕竟这两人 是自己在林肖宗认识的维尔两个人 但自从上次大会之后 就再也没有见到他们的身影了 自己也不知道 对方的洞府是哪一个 就只能独自登上了 前往苍穹森林的非洲 哎 你看 那个人不是前两天 接了猎杀独角兽任务的修士吗 他怎么是一个人来的 他没有找到队友吗 他疯了吗 非洲之上 几名修士嘀咕着 你好 这位师弟 我叫何牧师的二十一代内门弟子 师兄你好 我叫杨天白 请问有什么事情吗 杨天白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师兄 回答道 方才听闻其他人 讲你接受猎杀独角兽的任务 但见你孤身一人 便过来我问一问 你是没有找到队友吗 如果没有的话 我可以跟你换一个任务 我这里有个小任务 练气期便可以完成 主要是寻找刺头鱼 送往御膳堂 一百条鱼 便可以收获十个贡献点 这种与普通人运气好 也可以抓上几条 对于我们修士来说 并不难 杨天白算是明白了对方的意思 便谢绝了 什么抓鱼送往御膳堂 全送去了 自己吃什么 而且 我自己就算没领任务 自己抓去 也依旧有贡献点 像这种长期需要的 根本不需要领任务 而像这种独角兽的角 今天可能要明天就不一定了 嘿 不知道好歹 和师兄看他太危险了 想帮一下 没想到还拒绝了 等下看他怎么死 一个区区练气期 就赶去揭读角兽 和玄寒规这种任务 一名修士 因杨天白拒绝了和睦 而感到愤愤不平 杨天白自然听见了 但是他并不打算说什么 只是依旧自己静静地站着 然后睡着了 等他再一次醒来 非洲之上 众人全盯着他看 师殿 你是怎么做到 站着就可以睡着的 对啊对啊 可不可以教教我 睡着也就算了 还打呼噜 杨天白顿感一阵尴尬 只能祈求 非洲再飞快一点 经过几日飞行 非洲终于来到了苍穹森林 许多就是三三两两组队一起 只有杨天白孤身一人 杨师殿 你要不就跟我们一起 组队算了 和睦对着杨天白发出邀请 算了吧 他才练气期 来这里的修士 基本都是助击气 等下遇到危险 谁来得及救他 带着就是个拖油瓶 一旁的修士 则很不情愿杨天白加入 其他几人也不表态 明显也不同意 因为他们认为 杨天白帮不上什么忙也就算了 到最后 还要分走他们 辛辛苦苦得来的贡献值 杨天白自然看出了 其他几人的想法 他也不打算自找没趣 反正自己有 自在几一攻 打不过还跑不过吗 而且 杨天白也不打算 在太多人面前 展示自己的不同 容易招人觊觎 到时候被人逼问是什么攻法 自己又说不出来 而且 在进入宗门之时 并没有报备 恐怕会当作奸细来处理 那杨师弟 自己小心点了 和睦说完便领着几人离开 此时 杨天白打开了系统面板 查看这次的特定讲池 严楚法随 早已在他挖灵矿的时候刷新了 虽然很遗憾 但是杨天白已经尽力了 得之我性 失之我命 命里有始终须有 命里无始莫强求 抱着这样的心态 杨天白也不再纠结 他来得多准备一些保命的手段了 单单 自在集一攻 太单调了 等体力耗尽 就毫无有办法了 杨天白看着这次的特定讲池 还是不错的 基本没有什么太严重的负面buff 最严重的负面buff 就放屁抽一百倍 这个了 而且还有好几个不错的技能 飞雷神 五空术 六脉神剑修仙版 还有一把玄铁重剑 这也就是为什么 杨天白选择现在抽奖的原因 现在自己还有六十多万枚 先前在兑换商城 兑换了一些单要花的差不多了 随着杨天白点击抽奖 第一次 洗衣粉一包 第二次 神罗天真 可以弹开一切物理和法术攻击 一次消耗最低一百灵力或体力 每五秒发动一次 看到这里 杨天白瞬间高兴地跳了起来 他知道这是火影中 长门的技能 一想到自己像长门一样 飞到空中一代米 要扛几楼 想想就激动 第三次 蜘蛛感应对危险更加敏感 处于危险环境之中 身体会感到不适 哎 这竟然是蜘蛛侠的技能 第四次 飞雷神 空间法术 可以在任意物体上进行永久标记 可以瞬间出现在标记处 最多可以标记二十个标记 发动一次 最少消耗一千体力和灵力 哈哈 欧皇附体了 这次真的是欧皇附体了 名人他老爹的技能 这技能 可是暗杀和逃跑必备啊 你悄咪咪的在对方身上标记 然后时不时出现下他一跳 从此对方 只能生活在恐惧之中 第五次 储物戒指一枚 嗯 这个还算有用 之前自己的储物戒指 被蓄意盗人抢走 后面不见了 正好补上 杨天白已经打算收手了 留着下次再用 几个技能已经足够了 杨天白尝试发动了一下飞雷神 一动一千米 就得消耗一千点体力和一千点灵力 宿主 杨天白 体力 四万六千一百七十 灵力 一千六百七十五 功法 运灵觉 清身术 隐秘术 初始灵觉 武器 武技能 自在极异弓 飞雷神 神罗天真 蜘蛛感应 血脉 普通人类 身体状况 已初步强化 看着信息面板上的自己 幸亏之前一个月努力修炼 再加上在天津城吃了一顿饭 不然现在 自己恐怕连飞雷神第一次都无法使用 就别提暗杀了逃跑了 杨天白觉得 回去以后 得给自己找一把衬手的武器了 目前的几项技能 都不是偏攻击的 更倾向防御 自己的攻击手段 还是仅仅依靠自己强悍的肉身 杨天白觉得 功法什么的 先暂时可以不要 因为自己修为进步太缓慢了 灵气太少了 打几下灵气就耗尽了 很没意思 第四十章 骨臀妖兽 杨天白就这样在苍穹森林里不断晃悠 无论遇见什么灵兽 什么灵质 只要宗门图侧上有的 除了剧毒之物 统统塞进嘴巴里 就这样经过杨天白十个月 吃吃喝喝实力 已经有了小部分进步 再加上 这里灵气十分浓郁 杨天白的灵力和体力增加了不少 现在他的飞雷神 可以用六次了 但是距离突破炼气中期 杨天白还是摸不着头脑 他现在打算 第二年再回宗门交差 反正哪怕没有任何宗门贡献 也可以在宗门待上三年 就这样 杨天白一如既往的 在苍穹森林中继续瞎晃悠 之前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 杨天白遇见的妖兽 都是很弱的妖兽 基本一两个助机器 就可以拿下 他直到现在 也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灵职或者灵兽 唯一有价值的 也被他吃进嘴里 哎 看来这苍穹森林外围的妖兽 绝大部分都被猎杀了 看来只能在网里继续深入了 随即杨天白踏入之前 他从未踏入过的更深处 就在此时 不远处传来了打斗声 六个灵肖宗的弟子 两女四男 正在合力猎杀一头灰熊妖兽 这四人都是助机七初七 而其中一男子和一女子 则是助机后七 杨天白就这样躲在后面看着 谁在那 其中一名修士 发现了杨天白 杨天白也不躲藏了 直接走了出来 我只是路过 听见这里有打斗声 便过来看看 需要帮忙吗 我只需要灰熊的肉 他的皮你们可以拿去交差 那人见就杨天白一人 还是自己宗门弟子 便放松警惕 成交 几人和这头灰熊缠斗许久 依旧迟迟拿不下来 便答应了杨天白 随即 杨天白释放气息 冲向灰熊妖兽 就在这时 一人冲过来 将他扑倒在地 我还以为你是助机呢 区区练气期 过来到什么乱 赶紧走 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男子将杨天白扑倒后 对着他咒骂道 就这一功夫 灰熊阴衬男子的尸位 找到了突破口 好似灰熊也明白 在场之人最弱的 就是杨天白 就这样 灰熊朝着杨天白冲了过来 完了 来不及了 左师兄 别管他了 来紧跑 那名左师兄 将杨天白丢在一边 打算独自对付灰熊的攻击 然而灰熊 却转头 冲向杨天白 就在熊掌距离杨天白脑袋 不到两指的距离之时 便停了下来 不能再靠近半分 然后灰熊 就被一股力量弹开 身体撞向身后的树干 腰大的树木 瞬间断裂 不等灰熊反应过来 杨天白便冲刺过去 一拳头打在灰熊头上 灰熊瞬间倒地没了生机 把在场的修饰 看得一愣一愣的 他一拳就干没了 可是他释放的气息 明明是炼气器啊 笨 谁说释放炼气器 就一定是炼气器 那可是我们熬战 大半天都拿不下的妖兽 他就一拳干没了 杨天白和灰熊的战斗 不到三秒便结束了 多谢师兄相助 敢问师兄大名 几人对着杨天白问道 我叫杨天白 说着便自顾自地处理着灰熊 将灰熊皮毛包下来 丢给众人 自己则架起火堆 将灰熊的尸体烤了起来 多谢杨师兄相助 在下左哥 是第二十二代 第六年的内门弟子 在下梁汝 是第二十二代的 七年的内门弟子 其他几位 都是刚刚来到宗门的师弟师妹 今天我和左师兄 带他们出来历练 另一名住基后期的女子 对杨天白道 不知师兄是哪一代弟子 我在内门之中 为何从未见过师兄 难不成是某位长老的 亲传弟子 梁汝对着杨天白问道 我跟他们一样 也是新加入的 杨天白指着 剩下四名修士说道 梁汝和左哥 自然是不相信的 新来的弟子之中 除了金丹修士 他还没听说 有谁能一拳打死灰熊妖兽的 只当杨天白不愿意说 师兄 我等在前面 发现了古屯妖兽的洞穴 我等实力不够 不知师兄可否帮忙 梁汝对着杨天白道 哎 巧了 这古屯兽 不就是自己的任务之一吗 终于让自己给发现了 帮可能帮不了 因为那古屯兽 也正是我要找的 杨天白边考灰熊边说道 梁汝犹豫了一会说道也罢 我等实力不够 那这头古屯兽 便赠予师兄了 就当作方才帮忙 打灰熊的答谢 不知师兄 可否需要我等帮忙 不需要 一直需要告诉我 那古屯兽在哪里 就行杨天白自信 可以拿下古屯妖兽 他看过图册 这一代的古屯兽实力 也就在金丹初期 自己这几个月的身体素质 也提高了不少 打个金丹前期 不至于再像上次一样 筋疲力竭 梁汝和左哥几人 将古屯妖兽的洞穴 告知了杨天白便离开 吃完了灰熊肉的杨天白 来到了梁汝所说的 古屯兽的洞穴 进去查看 却是一无所获 杨天白却打算在洞口等候 一连等了几日 终于在第七日 看见了古屯兽 叼着一只灵兔回了洞穴 只是 他刚到洞穴门口 便嗅到他的洞穴有人味 便放下灵兔警惕地 看向四周 这畜生还挺聪明的 躲在暗处的杨天白 随即走了出来 原本他在洞穴之中 布置了陷阱 只要古屯兽进入洞穴 他便可以毫不费力地捕获 古屯兽看见杨天白 立马冲了过来 杨天白立马发动 神罗天真 将他弹开 随即飞奔上去 绑绑来上几拳 古屯兽尽管皮糙肉厚 但是杨天白每一次打的 都是他的脑袋 纵使是他来上几次 也不由得晕头转向 他每次冲向杨天白 都被弹开 杨天白趁此机会 就给他几拳 反复几次 妖兽再傻 也知道自己打不过杨天白 随即转身想要逃跑 但杨天白可不给他机会 抓住古屯兽那短小的尾巴 不断朝着地上甩来甩去 甩了几百次 古屯兽终于还是没了生机 就连尾巴也是摇摇欲坠 仿佛下一刻就断开一般 杨天白将整个尸体 都装入储物戒指之中 因为他的血液 对修饰来说是剧毒 所以杨天白并不打算吃掉它 第四十一章 我不想惹麻烦 正当杨天白将古屯兽兽的尸体 装入储物戒指之内 准备离开之时 师兄 古屯兽兽的洞穴就在那里 无我们亲眼所见 之后 十几人便从密林之中 走了出来 周围凌乱的战场 啊 看来被人杰族先登了 到底是哪个混蛋 抢了王师兄需要找的古屯兽兽 几人不断叫骂着 就在这时 有一人发现了鬼鬼祟祟 正准备离开的杨天白 什么人 出来 之前谄媚的弟子 对着杨天白大喊道 诸位师兄 好小啊 吃饭了吗 杨天白尴尬地打着招呼 是不是你将我们的古屯兽兽 给抓走了 什么古屯兽兽啊 我不知道啊 我只是刚刚路过这里而已 杨天白看着对方十几个人 按照之前看小说的经验 这多半是什么嚣张跋扈的小角色 和他的几个刨腿小弟 杨天白并不想惹麻烦 便撒谎道 那你有没有看见 什么人在这里 抓了古屯兽兽 并没有 我只是刚刚路过 我来的时候就是这样子了 杨天白白白手道 此时 对方一位金丹七修士 观察了四周 师兄 在下是今年刚刚入门的 金丹七弟子王力刀 应打算参加今年的外门大比 而这古屯兽兽 正是师弟所需要的 麻烦师兄忍痛割爱 我愿拿其他妖兽尸体 同师兄交换 王力刀跟杨天白一样 都是今年刚刚进入林霄宗的弟子 只不过王力刀 是以金丹修士加入的外门弟子 金丹修士想要进入内门 也需要参加比试 只不过是要和其他原来林霄宗 金丹七修士比试 通过测试 方可成为内门弟子 王力刀原本就是 打算用古屯妖兽的血液制作剧毒 然后悄悄给竞争对手下毒 从而让自己晋升内门 我都说了我并没有看到什么古屯妖兽 身上也没有什么古屯妖兽 师兄莫要说笑 方才我在远处就听见打斗声 就连现在地面上的血液都没有凝固 而师兄身上又有战斗痕迹 王力刀笑着说道 王力刀很想冲过去 杨天白身上必定有他需要的古屯妖兽 但是他拿不准杨天白的实力 虽然看对方的修为不超过筑基七 但是王力刀可不会愚蠢地认为 筑基七能够一个就可以单杀古屯妖兽 杨天白必定有其他帮手 亦或者是底牌 在自己还未明白对方的手段之前 轻举妄动可不是明智之举 王师兄 这洞穴里面有陷阱 一名原本发现古屯妖兽洞穴的修士 在进入洞穴查看之后 对着王力刀说道 哦 陷阱 王力刀猜测 杨天白应该是利用了陷阱 再加上一些法宝 才将古屯妖兽杀死 随后 他便偷偷使唤一名助击后期的修士 前去试探杨天白 倘若对方真的是凭运气拿到的古屯妖兽 那么自己便可以将其抢过来 据为己有 反正自己这边人多 哪怕对方去执法唐告状 自己也可以将黑的说成白的 如果对方不识好歹 那自己也不介意将对方杀掉 毕竟在这苍穹森林之中 与妖兽战斗而牺牲的修士并不是没有 你个不知好歹的东西 你知道不知道 王师兄可是精丹修士 受到指使的弟子说着 便朝杨天白 丢出一道法术攻击 被杨天白轻松躲开 随即 提着剑便冲向杨天白 杨天白就这样静静看着几人 他不是吓傻了吧 看见刀落下来都不躲 可结果却令在场之人大跌眼镜 就在剑刃快要落到杨天白身上之时 对方突然感到一股力量将自己弹开 宝剑随即脱手而出 提剑的修士立马向后倒飞出去 身体重重砸在了身后的树木上 就连王力刀这个精丹修士 也没有看清楚杨天白做了什么 杨天白则拿起宝剑 暗暗在剑柄处标记了一个飞雷神印记 随即将宝剑投向王力刀 王力刀周围的修士纷纷躲闪 只有王力刀一人依旧站在原地 就在宝剑即将刺中王力刀之时 只见王力刀侧身躲开 并且在心中暗自得意 就当宝剑从王力刀身后彻底飞过之时 王力刀看向杨天白所在之处 却并未发现杨天白的身影 正当他疑惑之时 柏梗却传来一股冰冷的寒意 杨天白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了自己身后 手中还拿着刚刚自己躲过去的剑 就这样架在了自己的脖子上 王力刀顿时惊慌失措 后悔去找杨天白的麻烦 自己连对方怎么一动都看不清 对方就已经能将刀架在自己的脖子上 我本不想惹麻烦 王力刀对着身后的杨天白苦苦哀求 他现在已经可以确定 杨天白的实力比自己强太多了 就单凭自己连杨天白的速度 都无法捕捉到这一点 他认为杨天白至少是原因期 我们愿意将我们手上的东西都交给你 随即拿出自己的储物戒指 小心翼翼地往身后递过去 看在都是同门的份上 我就饶你一命 以后别那么狂 进了宗门就得守规矩 别把外面的歪风邪气也带过来 杨天白如同教导主任教训学生一般 对着王力刀一顿训斥之后便离开 王师兄 你没事吧 他是谁啊 内门弟子之中 我从未见过此人 难不成他是某位长老的清传弟子 看见杨天白离开 其他人纷纷跑到王力刀面前 不管他是谁都不是我们目前能够惹得起的 王力刀信心说道 本以为凭借着自己金丹修士的修为 在苍穹森林之中不说可以横着走 至少面对同阶对手也不至于那么狼狈 他望着杨天白离开的方向 眼底露出深深的忌惮 不管他是谁 却将他的情报找出来 一个人情报上没有的人 不属于内门弟子和任何清传弟子 只有看起来只有住击期的修为 却连金丹期都无法捕捉他的速度 必须将此人弄清楚 然后将情报传递出去 而王力刀正是其他宗门派来 潜伏在林肖宗的卧底 第四十二章 遇见清传弟子 而另一边 杨天白在离开了王力刀等人的视线范围之内后 便一路小跑离开 最后找了个隐蔽的山洞之中停下来 呼 还挺丰富的 看着王力刀递过来的储物戒指 杨天白十分高兴 储物戒指中有些低级妖兽的尸体 和一些常见的灵制灵药之外 还有几瓶丹药几件衣服和一把剑 还有几百枚零食 最重要的是 里面还有一头独角兽的尸体 这就正是杨天白此次的任务目标之一 没想到今天那么顺利 骨臀妖兽有了 独角兽也有了 几年的任务点已经攒够了 杨天白拿出戒指中的剑 仔细查看起来 这只是一把普通金丹七修饰用的宝剑 可以对金丹七造成伤害 对于现在的杨天白来说 刚刚够用 方才杨天白对于王力刀等人 也是虚张声势 他刚刚和骨臀妖兽肉搏完成 体力也消耗了不少 他有把握能够杀掉王力刀 但却没有把握将所有人团灭 如果有人 趁着自己和王力刀战斗之时离开 自己对此是毫无办法的 杨天白对于林萧宗的印象还是不错的 并不想因为一点点小事 就背负残害同门的罪名 目前自己的实力还是太过弱小了 在林萧宗 至少可以有稳定的收入来源 出门在外 也有一定的身份背景 虽然林萧宗对于外门弟子的死 并不怎么关心 最多就装模作样调查一下 先在这里修炼吧 等实力恢复得差不多再去寻找剩下的妖兽 算算时间也刚好差不多了 就这样 杨天白在洞府之中 修炼了足足两个月才走出来 宿主 杨天白 年龄 25岁 身高 187 腹肌 8 婚姻 未婚 修为 练气初期 体力 66007 灵力 8671 功法 运灵觉 轻身术 隐秘术 初始灵觉 武器 一把倒气灵剑 技能 神罗天针 蜘蛛感应 自在极异弓 飞雷神 血脉 普通人类 身体状况 已初步强化 从山洞之中走出来的杨天白 根据宗门图色上的赤焰巨蟒的栖息地 来到了一处沼泽地 看着脚下一片潮湿沼泽地 周围还散发着淡淡的毒气 完了 杀不了 看着周围的环境 杨天白一脸沮丧 怪不得要推荐金丹七以上的修饰 才可以接此任务 杨天白菜在沼泽地上每走一步都十分艰难 金丹修饰方可飞行 身上的灵气也足够多 可以分一些灵气 抵御这些毒气 现在的杨天白 用着自己那为数不多的灵力 抵御着毒气 艰难地往回走 自己要是在这种地方 跟赤焰巨蟒打起来 那就是找死了 自己的优势在于速度和强悍的体魄 在沼泽地之中 就连走路都十分艰难 这里 还仅仅只是外围 沼泽就已经到了膝盖位置 在网里 不知道还有多深 算了 这个任务就当失败吧 刚刚走出沼泽地的杨天白 清理着身上的泥泞嘴里嘟囔道 此时 沼泽地之中飞出来几人 诶 那不是那个谁吗 几人来到杨天白面前 杨天白 你怎么在这里 来人正是慕容千瑶 和林萧宗第一美女夏宇嫣 以及郁峰峰的二师兄洪明 和三师姐沈竹心 见过师兄 见过师姐 杨天白对着几位内门弟子行礼道 夏宇嫣不愧是林萧宗第一美女 那的确是一张令人心动的容颜 穿着粉色 和搭配着淡白色的长裙 气质优雅 我是来找赤燕巨蟒的 哦 你是跟苏娜娜和王明一起来的吗 他俩呢 两个金丹打赤燕巨蟒妖兽 确实有几分把握 慕容千瑶四处张望 寻找两人身影 这三人都是他带来的遇见 不免有些特别关注 我是自己来的 我之前来的时候去找过他们 不过并未找到 杨天白尴尬挠挠头 几人听完一脸不可置信 你 一个人 慕容千瑶疑惑道 杨天白点点头 你一个人打得过赤燕巨蟒 打不过啊 所以我正准备离开 杨天白挠挠头道 你凭借自己一个人来到了这里 期间没有遇到妖兽吗 凭你练习气的修为 你是靠什么 闯过苍穹森林的外围的 慕容千瑶疑惑问道 我是靠运气 我这个人 运气一向很好 杨天白昧着良心说道 不是他不愿意说 是靠自己的拳头 一拳一拳打过来的 关键说了 他们不一定信啊 谁家练习气 能一拳一拳 打过遍布住击七十里妖兽的 苍穹森林外围啊 你跟我们回去 你一个人太危险了 你运气好没有遇到妖兽 但不代表你的运气 一直好下去 你是我带过来的 你死在这我也不愿看到 慕容千瑶 对着杨天白 用命令的语气说道 听到此话 杨天白知道慕容千瑶是好心 但是自己现在还不想回去 因为回去也不知道能干什么 自己洞府的灵气 比苍穹森林稀薄一些 而且自己的宗门贡献 也支撑不了自己 去御膳堂吃几顿 至于其他任务贡献点太低 要么纯纯压榨剥削 目前直接在苍穹森林之中 依靠吃灵兽和灵质 和这里浓厚的灵气修炼 对目前自己的实力 是最好的提升 等到实力差不多了 杨天白就打算参加大比 虽然现在自己完全可以碾压住机器 成为内门弟子 但是杨天白并不想那么高调 他还是想修为提高一些 再成为内门弟子 只有成为内门弟子 这样才可以接触炼丹和炼炼器的核心 等自己学会炼丹炼器 就出来自己单干 积累灵石 兑换更高级的技能和功法 然后抢灵脉 抢灵脉 再抢灵脉 再兑换更高级的功法技能 然后抢更大的灵脉 在最后创立一个大宗门 然后再去抢其他大宗门的灵脉 吞并其他宗门 一统天下 然后再让其他修士 帮自己去找妹妹 他就不幸找不到 如果单靠自己一个人 杨天白实在不知道 在茫茫人海的修仙界 如何寻找一个丢失命捡的人 除非系统能够懂得人情世故 给他有用的技能 第43章 遇见两头交配妖兽 多谢师姐的好意 只不过我现在还不想回去 我的宗门任务 还没有完成 杨天白谢绝了慕容千瑶的好意 你的宗门任务是什么 随即不等杨天白 说完就用灵力 夺过杨天白的任务令牌 看了起来 你这是疯了 就你个练习期接这种任务 难怪你没有完成 你不但要杀了古屯妖兽 还要去找独角兽 最后还要来到这里 找吃烟巨蟒 慕容千瑶黑脸浮蛾 其他人也是一脸不可置信 用关心智障的眼神 看向杨天白 你别做了 我这里有几株灵草 够你今年的任务点了 跟我回去 我让师父给你看看脑子 杨天白一听到这话顿时急了 回去自己 还要再回来一遍 纯属浪费时间 师姐 男子汉大仗 身居天地之间 岂能接受接来之时 每一个人的道路 都是不可复制的 我走在自己的道路上 哪怕路途再艰难 不满荆棘 我也不会退缩 哪怕是死在路上 我被修饰一不悔 路虽远 行则将至 事虽难做 则必成 如果因为害怕困难而不去做 那世上就没有可做之事 杨天白在几人面前 表现得慷慨激昂 一副不畏生死的模样 把四人看得是一愣一愣的 算了 不管你了 爱死哪去死哪去 慕容千瑶 将任务令牌 丢还给杨天白 杨天白拜别几人之后 便匆匆离开 去往剑池虎 经常出没的地方 师妹 你怎么看 夏雨嫣对着慕容千瑶问道 她肯定有事情瞒着我们 只不过不愿意说 哎呀 大家都是休闲的 谁还没有点小秘密啊 轰鸣摊手说道 不过她说的那些话倒很有道理 如果她内心跟她所想的一样 如果天赋足够将来 大概率会有所成就 她的那些话 跟大师兄貌似完美重合 要不我们去偷偷观察 不让她发现 如果她真的有天赋 品行优良的话 就让师父受为师弟 怎么样 沈竹心对着几人说道 别别 千万别再来一个大师兄啊 我可受不了 红明的天赋极高 奈何性格得过且过 对于玉峰峰 目前内卷的风气 她十分不喜欢 最后几人 还是对杨天白感到好奇 便决定偷偷跟踪她 对此 杨天白并不知道 杨天白经过几日的奔袭 最终找到了 剑齿虎经常出没的地方 这次环境都是坚硬的山林 再加上杨天白手里有一把剑 他十分有自信 能够单杀剑齿虎妖兽 救命啊 救命啊 谁来救救我们啊 我愿意把所有灵石都给他 杨天白刚刚靠近 剑齿虎的地盘 便听见了呼救声 听到灵石二字 杨天白不由地加快脚步 等杨天白赶到现场 发现竟然是自己一开始 在非洲之上遇见的和睦一行人 此时 几人正在被两头剑齿虎 包围在一处山谷之内 原本一行人打算来找剑齿虎 没想到却碰见了两头正在交配 繁衍的一公一母 而这一行人的配置 只能勉强打得过一只剑齿虎妖兽 现如今 两头妖兽被打扰了好事 变得异常愤怒 和睦作为在场的唯一一个金丹妻 不但要和妖兽战斗 还要保护其他人 战斗极为困难 身上遍布抓痕 手臂还断了一条 我来 不过这妖兽我要一头 还有你们刚刚说的零食 杨天白二话不说 就一跃跳入战场中央 和睦看到来人是杨天白 原本高兴的脸上 瞬间出现一丝阴霾 有种瞬间想要放弃的冲动 原本他可以自己飞走安全离开 但是为了保护后面几个助击漆 才勉强战斗 希望他们能够安然离开 现在看见杨天白一个练气漆 直愣愣地跳进战场中央 他瞬间感到十分无力 就像你辛辛苦苦履亲的工作 被一个好心的实习生 给弄得乱七八糟 你来倒什么了 还不如直接离开 去帮我们找帮手 运气好的话 我们还可以坚持到 其他静单气道来 你现在直愣愣地跳进来 是为了给那两头老虎助助兴吗 几位助击漆 被杨天白的举动 感到十分无语 后面四个清传弟子 原本想出手 但是看见杨天白一顿操作 便愣住了 想看看杨天白是不是真的不怕死 杨师殿 你不该进来的 就连和睦也叹了口气 对杨天白抱怨 杨天白听着几人的埋怨 心里十分无奈 不过他已经习惯了 也不反驳 只是从储物戒指之中 拿出配件 一头剑齿虎妖兽 咆哮着向杨天白冲了过来 杨天白依旧不为所动 也不着急发动神罗天针 毕竟打击的范围越远 消耗越大 小心 蹲下 快跑 几人对着杨天白着急喊道 就在妖兽的牙齿 在距离杨天白 只有几厘米远的时候 杨天白才发动神罗天针 剑齿虎妖兽 瞬间便被一股力量弹开 和睦 反斜杠 Delta 斜杠几名助击修士 杜A杜 四名清传弟子 就在众人还在猛逼之时 另一头剑齿虎 给和睦来了一巴掌 还在梦游的和睦 瞬间被拍飞 倒在几名助击修士身旁 师兄 你没事吧 几人将和睦扶起来 拿出丹药 另一头剑齿虎妖兽也爬了起来 两头妖兽缓缓向着几人走来 仿佛十分享受猎物恐惧的愉悦感 杨天白则抓起地上一堆小碎石子 轻轻地丢向两只老虎 一石头子散落在两只老虎周围 不是大哥 金丹气的妖兽 你拿石头咋 你也是厉害 一把石头一颗都丢不中 几人在后面默默吐槽 杨天白全然不理会 他已经在那把石头子上都刻印了飞雷神印记 他可以瞬间出现在印记的任意位置 只见杨天白默默发动 飞雷神瞬间来到一头老虎的身前 朝着老虎的脖子处砍了下去 但是这一剑并未将他的头颅彻底砍下来 在碰到老虎的骨头时 剑便停了下来 笑 老虎吃痛大叫一声 转头向着杨天白挥爪 杨天白 发动飞雷神来到另一只老虎身旁 如法炮制 朝着另一只老虎脖子也砍了下去 然后发动飞雷神来到安全距离 两头老虎的脖子处顿时鲜血直流 不断嚎叫 看向杨天白都充满了忌惮 两头老虎转身想要离开 杨天白显然不会让他们得逞 他在第一次的时候 就已经在两头老虎身上做了飞雷神标记 第44章 难道他真的是天才 杨天白发动飞雷神瞬间骑到了一头老虎的身上 朝着刚才的伤口用剑狠狠刺了下去 这一次剑刃贯穿了老虎的脖子 杨天白又如法炮制 对着另一头老虎也发动飞雷神 用剑狠狠刺了下去 两头妖兽就这样亮亮呛呛跑几十米后倒在地上 气息微弱 不一会儿便没了生机 活 看来又一把剑打架真的好许多 如果光靠自己一拳一拳锤的话 不知道要锤多少遍 坐在剑齿虎妖兽背上的杨天白抽出配剑 将带血的配剑不断在妖兽尸体上刮蹭 此时身后的众人和躲在暗处的四位清传弟子 脑子已经凌乱了 他们看到了一个炼气器的修士几件砍死了两头金丹气的妖兽 他 真的是炼气器吗 你别问我 我想静静 是静静师姐吗 你们看清楚 他是怎么移动了吗 慕容千瑶对着几人问道 没有看清楚 应该是空间法术 中间没有移动 只是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 天才啊 绝对的天才啊 仅仅炼气器就可以掌握空间法术 红明则在一旁不断惊呼 师妹 你是从哪个地方找来的这个天才 慕容千瑶将与杨天白三人的相遇 都与几人说明 看来过程好像并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为了潜伏进入宗门 没有必要送给我们一座灵脉 还搭上两个元英修士 没有哪个宗门会蠢到这种地步 而且 炼气器就可以掌握时空法术的宝贝 有哪个宗门愿意放出来作卧底呢 算了 不管了 先报告掌门 让掌门定夺 如果他身是清白 那么我们宗门将会又多一个大师兄 当即四人便悄悄离开返回宗门 和睦一缺一拐 带着几人来到了杨天白跟前 几人面色羞愧 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 因为之前对杨天白冷嘲热讽 也不知道对方会不会生气 就在气氛陷入尴尬之时 杨天白率先打破尴尬 指着另一头剑齿虎妖兽 那头妖兽是你们的了 还有刚刚谁答应 谁有人来救他 就将所有灵石都拿出来了 哦 我 是我 来杨师兄 这是灵石 说着其中一位住击妻的修士 从储物戒指中 依依不舍地拿出一千多枚灵石 递给了杨天白 这可是他辛辛苦苦攒了十来年的家当 杨天白看 只有这么点灵石略感失望 不过还是接受了 两头妖兽都是杨师弟打死的 理应都归杨师弟 况且 如果没有杨师弟到来 我们几个能不能活着离开 都是一个未知数 和睦对着杨天白说道 你们不要啊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随即 杨天白将一只收入储物戒指中 就在现场将另一只老虎包皮 割出几块鲜肉 美滋滋地烤了起来 对不起 杨师兄 是我人眼看狗弟 杨天白 不对 是狗眼看人弟 我也是 是我瞎了狗眼 几名之前在非洲之上 对杨天白冷嘲热讽的修士 此时都对杨天白 恭恭敬敬敬道起了歉 杨天白也不计较 并且十分享受这种装逼打脸的感觉 热情地邀请几人 在林中享用其烤肉来 当杨天白一口腰瘦肉 放进嘴巴之中时 系统界面出现了体力加二 灵气加三 自在极异攻加一 看来实力越强的妖兽 收益就越多呀 之前都是零点几 零点几的家 这次终于突破了一只的大关 杨天白在心中感慨道 看来以后得找实力强大的妖兽 来吃才可以了 虽然很难吃 原来杨师弟是深藏不落 看来之前倒是我梦忘了 看来杨师兄不需要队友 并非是找不到队友 而是不需要 就是 就是 就是垃圾才成群结队 猛兽都是独行 一名修士修士 附和说道 就在话刚刚说完 身旁几人便向他投来目光 他顿时反应过来 自己说错话了 我们这群人组队的人 都不是垃圾 其他是 刚刚说完 就又收获杨天白 疑惑目光 我是垃圾 你们都不是 我是垃圾 男子又低头说道 几人顿时哈哈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 大 大 杨天白发现自己发出 如同鸭子叫声般难听的笑声 急忙捂住嘴 糟了 忘记自己有笑声难听这个buff了 看来以后不能笑了 要做一个高冷的人 杨天白正在考虑 要不要去接受特殊的训练 让自己 在无论多好笑的情况下 都不会消失 扑痴 旁边几名就是听到杨天白的笑声 有些忍不住 被和睦瞪了一眼后 只能憋红了脸 努力不让自己笑出声来 气氛就此陷入了尴尬之中 对了 杨师弟 目前你任务完成了吗 为了不尴尬 和睦只能转移话题 差不多了 杨天白早就已经收获到了20个宗门保底贡献点 原本他至少收获了快1万的宗门贡献点 但是自己管不住嘴 都被自己吃到肚子之中 那杨师弟打算何时返回宗门呢 和睦问道 他们一行人 原本是想打算再拿下剑齿虎妖兽 之后便返回宗门 再说吧 不着急 杨天白是不打算那么早回去的 他打算至少再待一年 那可否让我等跟着杨师弟 在见识过杨天白的实力之后 和睦对杨天白的看法已经没有原来那种看待粉嫩修饰的眼神 而是将他视为同自己一般的金丹修饰 杨天白觉得这段时间自己一个人确实是有些无聊 便答应了和睦 就这样 几人跟着杨天白在苍穹森林之中不断晃悠 遇见助击妻的妖兽也不用杨天白亲自动手了 看见什么灵芝灵药也是由杨天白先挑选 剩下的才到其余助击修饰 杨天白十分享受这种不用亲自动手的感觉 只是其他人则十分奇怪 杨天白每列杀一个妖兽 只要是没毒的都要尝一尝 每一种灵芝也要放进嘴里搅几下 经过近两年的晃悠 期间几人合力拿下来玄寒龟和一些其他较为强大的助击妻妖兽 韩玄龟的龟壳十分坚硬 任杨天白使出吃奶的劲也不能撼动其分好 幸亏和睦会火系功法 将韩玄龟从龟壳之中逼了出来 否则单凭杨天白一人还真拿不下韩玄龟 几人就这样掐着点回到了宗门 第四十五章 宗主问话 林霄宗任务堂内 这两株白草露拿回去 被咬过得不熟 任务堂负责统计宗门贡献的长老 留出两株像被狗啃过的白草露 还给了杨天白 杨天白指的信心收了起来 这是在苍穹森林之中找到的 图色上说 它是制作灵质除草剂的原料之一 但并未提及有毒 导致杨天白吃了两口后 浑身臊痒 身上起了各种各样的小炮 最后花了很大劲才消除 一共4861个宗门贡献点 任务堂长老统计完成之后 将任务令牌交还给杨天白 看来还是得去打妖兽宗门任务点 才来得快啊 像那些去挖林植 挖林麦的挖一辈子 都没有那么多任务点 果然是高风险高回报 杨天白拿着任务令牌 高兴地走出了任务堂 他暂时没有想好 拿这些任务点换什么 原本打算换一把成熟的武器 但是在苍穹森林里得到的那把剑 还能凑合着用一下 经过杨天白打听 在杨天白离开的这两年里 苏娜娜在第一年 就已经参加了内门大笔 并以金丹七第一名的成绩 顺利成为了内门弟子 目前在任务堂担任总期长老 说白了 就是带着一些新进宗门的弟子做任务 保护他们的安全 相当于职业培训长老 而王明则在第二年 以第二名的成绩 成为了内门弟子 看来这两人混得不错呀 都混成内门弟子了 杨天白正在思索着 自己的下一步打算 要不要在今年 去参加外门大笔 晋升内门弟子 他打听到了 练气期也可以参加 只不过练气期去参加 基本没有什么结果 所以大家渐渐地 都自觉晋升 助击才去参加 算了 不着急 才第三年过几年再说 哪怕后面几年 自己还是练气期 到时候晋升可以归结为 自己努力勤奋 外加对手太弱 不至于那么出风头 引人猜忌 每一代弟子 前几年晋升内门的修士 都是实力在这一代中的佼佼者 越往后晋升的天赋越差 看来还是再去一趟苍穹森林吧 这次叫上苏娜娜和王明一起 把赤焰巨蟒给拿下 之前杨天白遇见过许多妖兽 奈何自己不会飞 导致到嘴边的肥肉白白飞走 杨天白并不打算叫上和睦 另一方面 在林霄宗 只有苏烈和王明 见过自己开启 自在吉异宫 和睦并没有 杨天白不想太多人 发现自己的秘密 另一方面 和睦的实力比不上苏娜娜和王明 而且在上一次的行动之中 受了伤 还没完全恢复 你就是杨天白师弟 正当杨天白打算去寻找苏娜娜和王明之时 一人从身后叫住了他 杨天白转头看过去 发现来人是主风 清传弟子柳云飞 师兄 我就是杨天白 不知师兄找我所为何事 杨天白内心安安诧异 不知道这位宗主的大弟子 来找自己什么事情 难不成自己天赋异禀 被宗主发现了 还是说自己没有灵根 混进宗门被发现了 跟我来一趟主风 宗主有些情况需要 跟你核实一下 柳云飞不等杨天白反应 便召唤飞剑 带着杨天白飞行主风大殿 期间还不停地回头瞄了瞄杨天白 当杨天白看过去 又迅速转过头 红着脸装作若无其事 搞得杨天白一致莫名其妙 暗暗无紧自己的屁股 师父 杨师弟带来了 柳云飞将杨天白带到了主风大殿之内 便向着两旁站过去 来到大殿的杨天白 环顾四周 大殿之中 除了宗主之外 还有主风的几名长老 四大风风主 和他们的清传弟子 杨天白在苍穹森林 遇见的四名清传弟子 赫然在列 想来这些就是灵霄宗目前的核心了 见过宗主 诸位长老 诸位师兄 在大殿之中的杨天白 对着众人问好 周围人都不断 上下打量着杨天白 杨天白 你在苍穹森林做得不错 宗主萧卓凡对着杨天白微笑道 什么 苍穹森林 自己在苍穹森林的事情 宗主怎么会知道呢 杨天白心中一惊 难道一直有人监视自己 不应该啊 自己除了有系统没灵根 其他普普通通 没理由啊 但是他看到慕容千瑶几人 顿时明白了过来 你能够在练习期 就掌握了空间法术 能够越街机杀金丹七妖兽 想来你也是第一人啊 看见同门受困 又不计前嫌 帮助想来人品也不会差 随着宗主萧卓凡的话语 落下周围人 纷纷投来赞许的目光 宗门打算将你收为清传弟子 不知你意下如何呀 宗主萧卓凡对着杨天白问道 弟子愿意 多谢宗主 杨天白一听 高兴得急忙败谢 生怕对方反悔 清传弟子 每年保抵三万零食 这还是明面上的 还有数不尽的丹药法宝 俘虏武器供应 就连功法都是随便看 还可以不用做宗门任务 自己辛辛苦苦苦 不就为了零食吗 活三年才赚了几百枚零食 现在当上清传弟子 一年躺着少说 都有几十万上百万的零食 换谁谁不乐意呀 不过 我们还有些顾虑 毕竟我们不清楚 你是否是其他宗门派来的奸行 麻烦你解答我们的疑虑 希望你理解 毕竟清传弟子 可以接触本门核心 这是自然 宗主有什么疑虑尽管问 我发誓 绝不是卧底 杨天白信誓旦旦说道 你所修炼的功法是什么 萧卓凡对着杨天白问道 他已经将杨天白调查过一遍了 也询问了苏娜娜和和睦等人 发现杨天白清清白白 之前从未加入过任何宗门 与纪无伤的相遇也是巧合 不存在什么算计 我所修的功法目前有 飞雷神 自在吉异宫 和一些常见的功法 至于这些功法从哪里来 请书弟子不能透露 杨天白并不打算隐瞒 反正自己的功法都已经暴露了 在藏着掖着到日后 反而容易发生隔阂 倒不如说清楚 这没有什么关系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 你不愿意说我也不抢求 但只是希望 日后切不可对宗门不利即可 弟子绝不做对不起宗门之事 杨天白信誓旦旦说道 这种情况下 这是唯一的答案 至于日后如何 还得看宗门怎么对待自己 如果宗门日后有所亏欠自己 自己也不会一直忠心于宗门 但自己也有自己的底线 如果宗门对自己不错 自己也不会平白无故背叛宗门 第四十六章 杨天白是我的 随后萧卓凡又问了杨天白一些常规问题 杨天白都一一回答 好了 老夫的话问完了 你以后就是老夫的第七位清传弟子了 还没等杨天白说话 一旁的慕容千瑶便抢先到掌门师伯 你怎么这样子 杨天白师弟是我带回来的 理应进入我御风风 一旁的御风风风主贺又然也点点头 你们御风风都已经都记无伤这个妖孽天才了 杨天白理应来我苍无风 一旁的苍无风风风主江令舟说道 一派胡言 此等天才就应该是我常青风的 今天谁也别和我抢 常青风风主朱风华大大咧咧地说道 五大风中就他的清传弟子最重归重矩 没没想到杨无伤这样的天才 不在自己的门下就睡不着觉 飞燕 我秦台风女子众多 蓝丁凋零 杨天白就应该是我秦台风的 秦台风风主杨孟严说道 我看杨天白还是进入主风好啊 萧卓凡还没说完 便说到四周几人愤怒的眼神 便不再多说下去 看着几位封主长老争先恐后地抢自己 杨天白感到有些受宠落惊 以我看啊 这杨天白要拜谁为师得看他自己的意愿 对吧 天白 你是愿意拜我为师的吧 宗主看向杨天白眼神挑了挑眉 被杨天白暗示道 杨天白刚刚想说话 杨孟严便走过来温柔地握着杨天白的手 天白 我们都姓娘 没准以前是一家人呢 见到你我很高兴 因为感觉就像遇到了亲人 杨天白被这一幕 整个有点无语 什么一家人 别在这乱人亲戚 你只要来苍无峰 我就把你当亲儿子疼 苍无峰峰主将 挤开杨孟严 来到杨天白跟前说道 来我御峰峰吧 这里有杨孟严 将来我会把你培养的 跟他一样强大 贺又然拍拍着杨天白的肩膀 眼中带着期许 呗 你个老比夫 有了杨孟严还不够 你要是要杨天白 那把杨孟严给我 朱峰华对着贺又然说道 还说什么培养的像纪无商 门星自问 纪无商是你培养的吗 就是 就是还甜不知耻地说着 杨天白就应该是我亲开封的 你还欠我个人情 今天就别和我抢了 人情是人情 弟子还是要抢的 来我这里吧 我送你一个大宝贝 几位长老在底下不断争吵 杨天白自己也没有想到 自己会那么抢手 他不知道的是能越街斩杀敌人的修士 少之右手 更何况是越了一个大街 这一点就连纪无商都没有做到过 现在众人眼中 杨天白已经是可以比肩 既无商的妖孽天才了 众人眼中的香啵啵了 杨孟严长老在弟子下语 掩来禀报之时 便迫不及待 想要前往苍穹森林 直接把人绑过来 但是 慕容千瑶禀报的时候 并没有避开其他长老 杨天白还在苍穹森林的时候 宗门的许多长老 就已经蠢蠢欲动 许多长老都来找萧卓凡要人 他则以杨天白背景 还需要调查为由 将众人搪塞过去 并勒令众人 先不要过早接触 也不要透露任何消息 这段时间 众长老瞧手以盼 天天询问杨天白何时回来 行了 行了 都别吵了 都别说话了 让杨天白自己选 杨天白 你来说 你是不是要我 萧卓凡见众人争论不休 知道再这样下去 也争论不出个结果 众长老听闻便都不再出声 众人齐刷刷地 看向杨天白 那一个个阴切的目光 仿佛都在呐喊 选我 选我 杨孟严还在不断朝着杨天白抛媚眼 还拉着一旁的夏宇燕一起 夏宇燕指得无奈照做 贺诱然戳了戳慕容千瑶 想让慕容千瑶 也学着夏宇燕的样子 结果只换来了慕容千瑶的白眼 我还是选择去郁峰峰吧 杨天白思考了一会 小心翼翼地说道 他自己对于郁峰峰 相对于其他峰来说 还是比较熟悉 更何况 自己是慕容千瑶带回来的 而且 郁峰峰还有着纪无伤这样的天才 自己得跟他搞好关系 以后被欺负 就召唤大师兄 你要不在 朱峰华依旧还抱着 试一试的态度想劝说 但是被肖卓凡给制止了 好不容易才定下来 再讨论下去 到头来 还是没完没了 杨天白刚刚说完 慕容千瑶便从人群之中蹦跌出来 抓着杨天白的手 来到了师父贺诱然的身旁 然后自己站在杨天白的面前 企图用自己娇小的身躯 遮住杨天白 仿佛一只护石的小松鼠 好了 既然已经定下来了 就这样吧 肖卓凡无奈白白手道 众长老也指得暗暗叹气 怎么好苗子都喜欢去郁峰峰啊 难道我长青峰的风水不好吗 现在最高兴的 莫过于贺诱然了 先有记无伤后 有杨天白 如今卧龙凤除极其 郁峰峰终于要雄起了 哈哈 哎呀 人果然不能太优秀 太优秀了 都招弟子喜欢 我也是没有办法 众长老看着得意洋洋的 贺诱然气得厚槽牙都咬碎了 拜见师父 杨天白对着贺诱单西然拱手道 好好好 快开起来 贺诱然急忙将杨天白扶起 一脸慈祥地拍着杨天白的肩膀 连说了好几个好字 初次见面为师 也没什么太好的东西给你 这个你拿着吧 贺诱然说着 便拿出一个储物戒指 给杨天白 杨天白没想到 还有这好事 嘴上推脱几句 最后假装无奈 勉为其难地收了下来 储物戒指里面有一把长剑 一看品级就不低 比之前那把看起来高级很多 除此之外 里面还有各种丹药 和福禄 还有三十万零食 最重要的是 里面还有一艘非洲 杨天白看着里面的东西口 两眼放光水 哗啦啦地流了下来 丝毫不掩饰内心的欲望 多谢师父 杨天白高兴地谢过贺诱然 看来这一生师父没白叫 师父 我拜师的时候 为什么没有礼物 我也要 慕容千瑶对着贺诱然道 以后 以后有机会一定给 贺诱然善善道 第四十七章 开挂 VS天才 杨天白就这样顺利地成为了 玉峰峰的第六位清传弟子 玉峰峰第七代封主贺诱然门下 有六位清传弟子 大师兄既无伤 天赋异禀 金丹时期便斩杀过一名原鹰 二十岁之前便踏入原鹰 有史以来踏入原鹰最快的修饰 一有时间就争分夺秒修炼 喜欢挑战比自己强制人 二师兄鸿鸣 天赋极高 但为人自由洒脱 能坐着绝不站着 能躺下绝不坐着 酷爱喝酒和睡觉 在纪无伤忙于修炼之时 担任起大师兄的任务 是大师兄与其他师兄弟之间的缓和剂 三师姐沈竹心 善于火系法术 为人热情大方 好赌诚信 但运气极差 每次都输光 为此经常欠债 四师兄熊出没 为人老实憨厚 善于练体 拥有全宗最强健的身体 不爱法术 酷爱肉搏 五师姐慕容千瑶 进入宗门最晚 性格古灵精怪 极万千宠爱于一身 喜欢挑衅比自己强之人 然后躲到大师兄身后 离开了主峰大殿之后 在前往裕峰峰的路上 慕容千瑶将裕峰峰的情况 说给了杨天白 杨天白几人几人 便很快来到了裕峰峰之上 现在的裕峰峰 只有纪无伤和红明在 其他人都跟随贺又然去抢杨天白了 来到裕峰峰之上 只见二师兄红明 躺吊床之上 杨天白指着吊床上的红明 对着慕容千瑶问道 慕容千瑶点点头 杨天白便走过去打声招呼 哎 别去 慕容千瑶在后边急忙喊道 还没等杨天白反应过来 脚下便传来一阵光芒 随后竖道法术 便从四面八方攻来 好在贺又然眼疾手快 急忙将杨天白拉出阵法之外 呼 好险 好险 这是怎么了 杨天白一脸茫然 二师兄有起床气 睡觉的时候 不喜欢被人打扰 所以在周围布置阵法 那要是有人误闯怎么办 这个阵法不会死人 但会让人生不如死 慕容千瑶面色凝重 仿佛回忆起了什么可怕的事情 那要有事怎么办 如何叫醒二师兄 啊 这个好办 叫大师兄一箭砍过去就好了 慕容千瑶笑嘻嘻说道 杨天白符文无语 这玉峰峰和他想的不一样啊 走吧 带你去看看大师兄 算是正式见面吧 说完几人就 领着杨天白走向玉峰峰的后山 玉峰峰后山之处 在一处瀑布旁 纪无伤正在利用阵法不断修炼 处在阵法之中的纪无伤 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法术攻击 不断躲避的同时还不停地利用剑气 击溃袭来的攻击 在训练之中的纪无伤 察觉到众人的到来 便已经知道了 这一次抢人的结果 和我一战 纪无伤看见杨天白的到来 便立刻飞出阵法 拿起剑指着杨天白 你放心 我不会用权力跟你打 在听到慕容千瑶说 杨天白能够斩杀金丹七妖兽的时候 纪无伤虽面无表情 但之后便是更加刻苦的训练 对于杨天白他之前并不怎么关注 实在是杨天白的表现过平常 实在是让人看不出有任何天赋的样子 对于强者 纪无伤从来不惧 看向杨天白眼中近视跃跃欲试 跨一个大阶级斩杀敌人 他自问他自己无法做到 大师兄 这不好吧 小师弟才当当来 似师兄雄出没对着纪无伤劝道 啊 大师兄这么快就要蹂躏小师弟了吗 慕容千瑶眼中藏不住的兴奋与期待 几乎快要从眼睛迸发出来 这 不太好吧 杨天白并不想和纪无伤交手 因为他在来的路上 就知道跟纪无伤交过手的师兄师姐 都无一例外惨败 随后被逼着特训 杨天白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 转头看了看自己的师父贺又然 那就是一下吧 点到为止 在场之人 除了慕容千瑶和沈竹心之外 没有人见过杨天白出手 贺又然自然也十分好奇 想试一试杨天白的实力 看看是骡子是马 得到了师父的手肯后 众人便自觉散开 将舞台留给了两人 纪无伤拿着他的无双剑 指着杨天白的面门 无双剑是纪无伤给自己配剑取的名字 寓意天下无双 杨天白也拿出来 方才师父送给的配剑 和纪无伤对质起来 开始吧 随着纪无伤身后的落叶飘到地上 无双剑冲着杨天白的面门而来 杨天白一个侧身躲了开了 随后迅速拉开距离 还没等杨天白落地 纪无伤的无双剑又再一次朝杨天白砍来 这一次的攻击比上一次速度更快 力道更猛 杨天白单单靠伸法已经无法躲避 只得提前配剑进行格挡 纪无伤也是在一步步试探着杨天白的实力 只要杨天白躲过或者挡下一次攻击 那么他下次出剑则会更快 更猛 更加锋芒 随着纪无伤不断的加大力度 杨天白逐渐应接不暇 出现了伤痕 原本的杨天白只是打算随便应付几下的 但是随着跟纪无伤的不断交手 内心生出了一股莫名的情绪 他说不来是什么情绪 可能是羡慕 也可能是嫉妒 看到与自己对战之人 我千古低天才 唯一一个二十岁便踏入原因期 从修炼开始便一路高歌猛进 充满鲜花和掌声 整个宗门视他为宗门的希望 而自己则是一个没有灵根的开脉修士 哪怕努力一辈子 也只能在炼气期垂死挣扎 如果自己不是有系统 早就死在了安南城 没有人会不羡慕纪无伤的天赋 他是那样的光芒万丈 任何天才在他面前都暗淡无光 就连杨天白也是如此 看着纪无伤不断朝自己加大攻势 杨天白内心的好胜心和自尊心被激发出来 想要击败纪无伤来证明点什么 这才对嘛 看着杨天白不再一味闪躲 纪无伤内心对这个小师弟又高看了几分 这次的杨天白不再留守 直接灵真起手在无双剑快要落在自己身上的同时 发动神罗天真 无双剑便不能再靠近一寸 继无伤和无双剑一起被弹开 在空中翻了个跟头后稳稳落地 就在这时杨天白发动自在极异宫 周身顿时散发出一道淡淡的光芒 神情也变得十分冷漠 第48章 双子星 看着杨天白突然的变化 在场之人无不感到震惊 就连在睡觉的红鸣被这里的动静吸引过来 不知道什么时候躲在树上看着这一切 看到杨天白的变化 纪无伤能够敏锐地察觉到杨天白的强大 眼中的战役愈加浓烈 虽然刚刚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被弹开 但纪无伤依旧无所畏惧冲向前 杨天白从储物戒指之中掏出几个飞刀丢向纪无伤 几枚飞刀还没靠近纪无伤便被气势震飞散落在四周 围观几人看见杨天白的攻击手段都无奈摇摇头 丢暗器就算了 还丢得那么软弱无力 但是 纪无伤内心却隐约感觉不正常 他敏锐地战斗直觉告诉他不应该是这样子的 纪无伤随即再一次提着剑冲了过来 这一次他已经在暗防备那一股不明的斥力 但这一次的攻击却被杨天白一个微小的侧身轻易躲开了 同时手里的剑也刺向纪无伤 好快的速度 众人在一旁惊叹道 沈竹心抓着瓜子壳的手也愣住了 都对杨天白展现出来的速度感到吃惊 贺又然内心的喜悦已经快要抑制不住了 没想到杨天白给他的惊喜 竟然这么大 纪无伤也不是吃素的 虽然对杨天白所展现出来的速度感到吃惊 但他哪怕压制修为在速度方面也是佼佼者 纪无伤来不及收回无双剑进行阻挡 只得侧身躲避 就在要他快要躲开之时 杨天白发动飞雷神 瞬间来到了纪无伤身后的死角砍了下去 纪无伤随即调动内力 打向地面 依靠反冲力 有惊无险避开了这次攻击 但是他衣服的一脚 却被杨天白砍了下来 看见这一幕 众人不由地睁大双眼 就连贺诱然也不淡定了 天哪 我看见了什么 小师弟竟然能砍下大师兄的一节一脚 这个世界不正常 慕容天遥对于纪无伤的实力是清楚的 更知道能砍下纪无伤一脚的杨天白有多厉害 纪无伤看着着自己被砍下的一脚 内心对杨天白郁满是欣慰 眼中的战意不断生疼 这次杨天白顾忌重施 出其不意 发动飞雷神再一次来到了纪无伤的身后 可是刚刚顺移过来的杨天白 却发现有一道剑气朝着自己飞了 环顾四周 发现自己暗器所在的地方 都有一道剑气飞过去 杨天白发动神罗天针弹开了这道剑气 但是紧随其后又有一道剑气飞来 杨天白指的翻身躲开 看到杨天白侧身躲开 并没有再一次将剑气弹开 这让纪无伤验证了自己的猜测 拉开距离后的杨天白 看向纪无伤内心满是忌惮 不愧是千古第一人仅仅一次交手 便摸清了自己的套路 本想靠出奇之胜的杨天白知道 面对纪无伤这种天才 同样的招数是没有用的 师父 你知道 那个能瞬间移动到大师兄身后的功法是什么吗 我想学那个 慕容千瑶戳了戳鹤又然问道 我也想学 一旁的沈竹心附和道 就连平时专注练体的四师兄 眼神中也透露着想要学的欲望 啊 等你们好好修炼 境界提升了 自然就可以学了 贺又然信心道 他自己作为师父也不知道 他连空间功法都未能掌握 就连纪无伤也没有掌握空间类的功法 那小师弟怎么学会了 天才的世界不是我们能够参与的 我们就安安静静做个观众即可 贺又然此时看向杨天白的眼神更加炙热 看来又一个纪无伤 甚至比纪无伤还要出色 杨天白和纪无伤的战斗依旧在继续 面对有防备的纪无伤杨 杨天白只能依靠自在吉义宫 不断和纪无伤战斗 杨天白知道纪无伤的实力 所以并没有留守 招招致命 而纪无伤也拿捏着分寸 两人就这样以极快的速度 比拼剑法和身法 纪无伤所使用的则是无双剑绝 杨天白则是毫无功法 单单依靠自在吉义宫的防御和攻击 进行战斗 但在纪无伤的眼里 杨天白的剑法则更为奥妙 这是他一直追求的境界 并弃多余的招式 每一个动作都有目的效果 看着杨天白总是能够不断地破解自己的剑法 之后又朝自己发出最优解的攻击 纪无伤内心对杨天白连连赞叹 同时也在不断学习杨天白的战斗方式 忘记攻法 并弃多余的动作 简单挥剑即可 就这样 两人最后不断相互攻击 相互抵挡 你一下我一下 就像是被设定好的程序一般 杨天白内心也不断感叹 纪无伤竟然在战斗中不断学习成长 如果再学下去 估计自己的自在疾异攻还真能被他领悟 两人战斗了半天 将周围众人看得心惊胆战 虽然两人都只是简单挥剑 但剑法之奥妙 就连贺又然也十分羡慕 最终 以杨天白体力不支 无法维持自在疾异攻而导致失败 精疲力竭的杨天白倒在地上 缓缓睡去 没事 只是力竭了 等恢复了就没事了 贺又然在查看了杨天白的伤势之后发现 其身上除了一点皮外伤之外 没什么大碍 你怎么看 贺又然对着纪无伤问道 纪无伤看着倒地昏迷的杨天白说道 他很强 无人能出其右 其剑法之奥妙 生平罕见 如果相同境界之下 我的剑法不如他 随后又摇头叹息道 只可惜他太短了 并不持久 你再不努力 相信不久之后 你连小师弟都打不过了 随后 纪无伤走进阵法之内 继续训练 在与杨天白的战斗之中 有了些许感悟 作为一个剑修 在剑法之上输给他人 这是他无论如何 也不能接受的 贺又然被纪无伤说得哑口无言 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 被纪无伤督促了 自己作为师父 打不过徒弟 最后还要被徒弟嫌弃菜 贺又然也暗暗发誓 要找回面子 这一战之后 杨天白的大名逐渐传开 被视为和纪无伤齐评的绝世天才 两人被称作林肖宗未来的双子星 第49章 沈竹心在我手上 随着杨天白 当上郁峰峰的清传弟子之后 他的一些故事逐渐传播开来 成为众人追捧和八戒的对象 一时间风光无限 随着纪无伤的依据 在剑道之上 我不如他 杨天白的气势和声望 已有超过纪无伤的趋势 毕竟杨天白可是越来越大阶级 以练习期斩杀金丹期 目前只有他一个人做到 也是唯一一个 不用经过外门大笔 就被众多长老 抢着收为弟子的修士 他成为了众多修士的偶像 许多长老也十分期待杨天白后面的表现 当上清传弟子的杨天白 可谓是生活过的美滋滋 哪怕不用做任务 没有宗门贡献 也不怕被赶出宗门 杨天白干脆把之前 在苍穹森林打妖兽 还来的贡献点 全部换成了零食 反正修炼资源根本不用愁 然后每天就待在御峰峰上修炼 偶尔和纪无伤切磋剑道 杨天白自从当上了清传弟子之后 一心都铺在了修炼之上 平时除了跟大师兄切磋之外 就是去找二师兄 学习各种阵法和俘虏的制作 他发现 二师兄几乎就是六边形战士 阵法 丹药 俘虏 炼器样样通 且都保持在水准之上 同时修为也没有落下 他都已经打算和二师兄合伙做生意了 奈何二师兄性格太懒散 自打杨天白从系统之中兑换出白酒 给他品尝过一次之后 后面叫杨天白东西的时候 总是遮遮掩掩 就为了杨天白那一口飞天茅台 杨天白每每想到这都懊悔不已 除此之外 还经常跟四师兄交流炼体诀窍 每天一起修炼 几位师兄师姐都对杨天白十分照顾 知道杨天白喜欢零食 每次领年俸 也都叫杨天白这个小师弟帮忙领 然后再挑出几件自己需要的 剩下的都归杨天白 所以现在他也是颇有家产 当然 除了四师姐除外 因为喜欢赌博 常年处于贫困状态 杨师兄 你在吗 门外御膳堂弟子丁开 朝着杨天白的住所喊道 直接进来 杨天白对着门外的丁开喊道 哎 杨师兄 这是今天的吃食 丁开熟练地拿出储物戒指里面的食物 整齐地给杨天白摆放在桌子上 桌子瞬间堆满了各种御膳堂的食物 清传弟子在御膳堂吃东西 不需要宗门贡献 想吃多少吃多少 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自从当上清传弟子 杨天白就一直保持着一日三餐 外加一顿 宵夜的习惯 毕竟他吃东西可以增加实力 众多清传弟子之中 只有他一人会每天吃御膳堂的东西 怎么样我妹妹还没有消息吗 杨天白边嚼着食物边问道 自从他当时清传弟子之后 便利用守守中的权力 打探安南城覆灭那段时间 有哪些宗门收到过消息前往 还打探到了东南西北死鬼最近出没的地点 只不过 那个开大清徒的修士 还是没有消息 秦广有现在的背景有点大 且早早就已经踏入原因 杨天白暂时也动不了 毕竟安南城唯一一个单凭自身实力 便走出来的人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 打探到了七八个宗门 有派人前去 只不过并没有打探到 有哪个宗门带人回来 丁开回复道 丁开目前算是杨天白的小弟 修为在住基期 当刚当上清传弟子之后的杨天白 热度太高 甚至比纪无伤的热度都要高 走到哪里都是众星捧月 许多人都想要跟杨天白请教 拍马屁 甚至也有不服气 想要跟杨天白切磋 无论是哪一种杨天白 都不想理会 因为那些人只会白嫖 不愿意为此花一枚零食 因为杨天白之前 几乎天天去御膳堂吃东西 便和丁开熟食 发现丁开的各项能力还不错 渐渐的 很多杨天白很多事情 就交给丁开来办 比如打饭 哎 难吧 看来得找机会 亲自拜访一下哪些宗门了 杨天白边吃边叹气 杨师兄 倒不如带上大师兄 挨个去翻个底朝天 丁开满怀期待地怂恿着 笨 带上大师兄光明正大过去 不怕其他宗门来围剿啊 说着 便拿起筷子 瞧了瞧丁开的脑门 是我考虑不周了 我只是想看看 我们宗门双子星 联手杀敌的样子 丁开摸着脑袋乐和道 当上了清传弟子的杨天白 也知道了一些隐秘 各大宗门之间的斗争 从未停止 虽然不会光明正大 但是为了遏制其他宗门的发展 私底下的动作从未停止 其他宗门对纪无伤的暗杀 从来都没有停止过 明面上不会光明正大做 毕竟哪个宗门也不想跟林霄宗全面开战 纪无伤对林霄宗来说就是未来的希望 谁敢对光明正大对纪无伤出手 那么林霄宗必定举全宗之力 打尖灭战 之前纪无伤在金丹七斩杀元英之时 就是因为在任务途中泄露行踪 导致其他宗门围剿 好在有其他师兄的舍命相救 才活了下来 纪无伤也在目睹同门为了救他而死亡后 悲愤之下 爆发出了惊人的潜力 怒斩了一名元英妻 自此之后 不久纪无伤便踏入元英妻 顺理成章 成为了林霄宗的首席大弟子 无论是谁都尊称他大师兄 哪怕是比他先入门的人 可惜并没有查出来是哪个宗门所为 亦或是不只是一个宗门所为 自从这件事发生之后 林霄宗内部来了一次大清洗 把有嫌疑的人全部抹杀 而围剿纪无伤那个地方的几个小宗门 则被林霄宗全部移为平地 除此之外 林脉所在地也时不时发生战斗 原本林脉和宗门的传送阵是 建立在林霄宗内部的 但是 有一次 敌人通过传送阵 避开护宗大阵 直接杀到大本营 导致林霄宗元气大伤 所以现在林霄宗的所有传送阵 都建立在了护宗大阵之外 那我就先走了 晚一点再送晚餐过来 嗯 去吧 就在丁开离开没多久 正在吃着饭的杨天白 发现传讯浮亮了起来 沈竹心在我手上 送五十万枚灵石过来赎人 记住 一个人来 不许通知其他人 第五十章 大师兄 二师兄 三师姐被绑架了 什么 三师姐竟然被人绑票了 看到信息的杨天白不敢置信 竟然有人胆敢光明正大地的 绑架林霄宗的清传弟子 更让他气愤的是 林霄宗的清传弟子 就值这点钱 杨天白怀疑着 绑匪是在侮辱自己 这年头的绑匪 都那么没有格局的吗 难道修仙界 也存在电信诈骗不成 杨天白随即给四师姐 发送传讯符 但并未得到回应 这时 杨天白开始皱起眉头 杨天白十分犹豫 对方要他一个人过去 想来也不想太多人知道 但是自己的实力实在太弱了 万一对方实力太强 自己过去 不就是葫芦娃救爷爷吗 万一到时候 对方再把自己也绑了 再朝自己师兄师姐要赎金怎么办 杨天白随即火急火燎 在御风风市寻找四师姐的身影 但并未发现 大师兄 三师姐被绑票了 杨天白对着在阵法内训练的纪无伤喊道 但是并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他自己也不敢擅自进去 毕竟那个阵法除了纪无伤 整个灵萧宗 没有人敢进去 在外面喊了几声没反应之后 杨天白又火急火燎的 来到了二师兄睡觉的帐篷之前 二师兄 三师姐被绑架了 但红明依旧在睡觉 杨天白也不敢闯进 二师兄睡觉的阵法当中 毕竟就连大师兄修炼用的阵法 都是二师兄建立的 二师兄 起来喝酒了 杨天白连忙从系统之中 兑换出二师兄平常爱喝的酒来 酒 闻见酒香的红明 翻了几个身 便醒了过来 看见杨天白拿着酒瓶晃悠 急忙冲过去 拿起酒瓶 仰头就咕噜咕噜喝了起来 好师弟 平常没白疼你 说吧 这次想学阵法 还是炼丹 这次我一定亲囊相授 不再有所保留 喝完酒后的红明 笑眯眯地拍着杨天白的肩膀 三师姐被绑架了 杨天白焦急地说道 红明急忙拿出自己的传讯符 看了起来 师兄 你也收到了 杨天白看见红明 也收到了跟自己一样的消息 老六啊 你来御峰峰那么久了 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 去把老三救回来吧 红刃真的对杨天白说道 啊 我 杨天白一脸不可置信 怕什么 我和大师兄在后面给你压阵 真的 红明点点头 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 保证完成任务 我一定顺利把三师姐救回来 不过 你和大师兄会在后面压阵的吧 杨天白质疑地问道 安心去吧 红明拍着杨天白的肩膀 叹着气说道 二师兄 你的语气 感觉我已经死了的样子 杨天白说完便离开 红明喝了口酒 转身就爬回了自己的吊床 继续呼呼大睡 杨天白火急火燎地离开林萧宗 有了大师兄和二师兄压阵 根本不用慌 虽然这么说 但杨天白还是时不时打开系统面板 只留下赎金 将剩下所有的零食 全部交给系统 以防万一 但他现在还不清楚 该兑换什么技能 算了 先到现场看看情况 随今便看看 到时候需要什么技能 就兑换什么技能吧 杨天白做了两手准备 他现在能兑换的高级技能太少了 杨天白小心翼翼地 来到了绑匪的指定地点 又在周围小心翼翼搜查了两天 确保没有人埋伏 我倒要看看 什么绑匪那么嚣张 在林萧城绑架林萧宗的清传弟子 说着杨天白便走进一家酒楼之中 你难道不知道 我的大师兄 是被人称作千古第一人的技无商吗 还有我的小师弟杨天白 那可是练气期 就能斩杀金丹的存在 杨天白刚刚进屋 便听见二楼传来三师姐的叫声 急忙走上去 只见二楼是一个小赌方 沈竹兴一手拿着头中 一只脚踩在凳子上 对着一旁的几人大声叫嚷 杨天白顿时傻眼了 自己好像被耍了 这乃是绑架该有的样子 亏自己还心急如焚 小心翼翼 这是什么情况 杨天白疑惑问道 小师弟 你终于来了 等得我好辛苦 说完便跑过来 给杨天白一个熊抱 最后在杨天白身上不断摸索 零食呢 带来了多少 杨天白一脸忧愿地拿出零食 想来三师姐又跟上次一样 把零食堵输了之后 欠债被扣下来了 没办法 自己的师姐自己宠 才五十万 沈竹兴看了一眼 储物戒指 随后又在杨天白身上不断扒了 传讯符上说 只要五十万啊 你的零食呢 再借点给师姐花花 没了 就只有五十万了 没了 大师兄 二师兄 四师弟 五师妹 给你的零食呢 你不是还把宗门给的各种丹药 武器 法宝 都拿去兑换零食了吗 都花完了 杨天白无奈地说道 早知道是这个情况 他就不来了 难怪大师兄不理自己 自己还把所有的零食都放进系统 导致现在现在身无分文 没了 沈竹兴一脸不可置信 随后又将杨天白的 其他几枚储物戒指 抢过来不断查看 发现确实如他所说的一样 里面跟自己的裤兜一样干净 怎么样 可以还零食了吗 一百万没带来了吗 说话的女子 便是这家酒楼的老板 齐若若 一百万没 不是五十万吗 杨天白一脸不可置信 他后面又死缠烂打 借了五十万 齐若若无奈说道 杨天白转头一脸嫌弃地 看着沈竹兴 后者尴尬挠了挠头 把头转向一边 三师姐 咱们以后能不能不赌了 赌博那是万恶之源 远离赌博 拥抱阳光 这位漂亮的姐姐 只有五十万 看在我大师兄的面子上 就免了吧 杨天白对着齐若若讨好的说道 齐若若嘴角抽搐 这师姐跟师弟都这么不要脸 杨公子 莫要说笑了 这一万两万的倒是无所谓 就当交个朋友 但 这次实在太多了 原本在沈竹兴输光之后 借了几万 但齐若若都不打算要回来了 全当买个人情 抱个大腿了 但是沈竹兴越输越多 到最后他自己都害怕 亲自过来赌 希望把本金书还给沈竹兴 让他见好就收 万万没想到 沈竹兴的赌计是真的烂 到最后 他找几个人来一起做戏 想要把钱输给沈竹兴 结果又赢了几十万 我可以把我大师兄 打晕放你床上 杨天白把齐若若拉到 一边说起了悄悄话 第五十一章 赌胜之名 公子莫要说笑了 不然我对上面也不好交代啊 齐若若苦笑道 如果对方真的能把纪乌商 绑到自己床上 自己倒不介意冒着风险 将这笔债务拦下来 但是显然不可能 我有办法了 就在杨天白 给齐若若说好话的时候 沈竹兴开口道 这五十万 我们可以先不还 继续赌 等回本了 不就有钱还了吗 齐若若一听 顿时脸色比苦瓜还难看 想让沈竹兴赢钱 这比他自己突破原因还难 杨天白一听 顿时两眼放光 对啊 我怎么没想到呢 杨公子 我劝你们 还是别再赌了 齐若若用恳求的语气 对着杨天白说道 不可能 必须赌 杨天白绝对不相信 沈竹兴会一直输钱 一定是对面出老千 只是自己的三师姐太单纯 看不出来 等下自己仔细观察对面 自己两视为人 赌神也没少看 平时抖音也没少刷 一般的赌场出老千方法 杨天白都知道 到时候抓到他们的把柄 不但债务全面 还可以借此 再敲诈他们一笔巨款 哎 好吧 齐若若无奈叹气 随即 几人来到赌桌启动阵法 这个阵法可以隔绝神识 也可以监测灵力波动 哪怕有一丝丝的灵力波动 都会被察觉 完了几把之后 杨天白彻底绝望了 知道沈竹兴 为什么会一直输钱了 三师姐求求你 换个住下吧 杨天白用哀求的语气 对着沈竹兴说道 啰嗦 没大没小 别打扰我 我混迹赌场多年 经验丰富得很 是输钱的经验吗 杨天白无奈扶额叹气道 他从来没见过 运气和赌计如此差的人 沈竹兴赌钱几乎只下豹子 好不容易出了豹子 偏偏那一把沈竹兴就没有下 去去去 一边去 竟说丧气话 一定是你影响了我的运气 才让刚刚那把豹子不中 你站对面去 站我后面影响风水 杨天白只得无奈挪了位置 过了一会后 怎么样 你们还有钱吗 齐若若对着两人无奈道 其实那一把好不容易豹子 是打算让对方赢的 只不过沈竹兴在杨天白的怂恿之下 那一把没有压抱子 没了 杨天白拍拍手说道 刚刚最后几把把杨天白都看几眼了 恨不得自己亲自上手 奈何关大一击压死人 被沈竹兴硬生生给对回去 面对自己的师姐杨天白 是敢怒不敢言 谁叫对方是自己师姐呢 就宠着他吧 小师弟 现在怎么办 要不你留在这 我去筹钱 沈竹兴小心翼翼地对杨天白说道 杨天白一听 瞬间炸毛 什么玩意儿 你输钱 就把你亲爱的师弟给卖了 有你那么当师姐的吗 杨天白才不信沈竹兴会去拿钱赎自己 最后大概率自己留在这里打黑工 那现在怎么办吗 沈竹兴信心道 看来得我亲自出手了 杨天白一改之前的模样 取而代之的是一眼严肃 什么意思 齐若若顿时紧张起来 暗暗运转功法 在我的家乡 有一个人被称为 赌赌赌神 逢赌必赢 原本我想以普通人的身份 跟你们相处 现在我不装了 我摊牌了 我有幸惜得赌神的一点真传 人称赌胜 杨天白自顾自地说着 不知不觉就站到了桌子上 天哪 小师弟 原来你那么厉害呢 快教教我 沈竹兴一脸崇拜地 看着站在桌子上的杨天白 齐若若也是一愣一愣地摸不着头脑 好大的口气 原来阁下就是赌胜 在下齐横三 侥幸被称作赌王 我来会会你 此时 一旁原本坐着看戏的男子 站起来对杨天白说道 眼中燃起熊熊烈火 仿佛杨天白就是他一直寻找的对手 可是 你还有零食吗 齐若若问道 杨天白拿出纸和笔 写下自己的名字 拍在桌子上 特装逼地说道 这三个字值多少钱 齐若若翻了翻白眼 如是既无伤他 倒是愿意给个面子 杨天白还不够资格 毕竟区区炼气气 不过 想到对方能斩杀金丹七 又是林肖宗的清传弟子 齐若若倒也愿意 对杨天白进行投资交个好 同时也想看看赌胜之名 杨公子大名如雷贯耳 您的亲笔签名 许多人求之不得呢 今天若若有幸得到 我愿个人出资十万 将他买下来 齐若若将杨天白的名字 小心翼翼地收了起来 将十万零食交给杨天白 赌场众人纷纷前来围观 赌王和赌胜的巅峰对决 就这样出现启动阵法 不过与之不同的是 这次坐在主位的是杨天白 沈竹心则是站一旁 给杨天白端茶送水 完了几把之后 切 就这 区区赌胜不过如此 浪费老子时间 原来就那样 齐横三一脸比一地 对着杨天白说道 随后起身离开 杨天白当即说道 你别走 这边风水不好 我再换个位置 你已经换了四次了 这次手气不好 我去洗把手 去去晦气 再玩几把 你已经洗了五次了 一定是你出老千 不然那么多 把我一把都没赢 菜 就多练 齐横三对着杨天白耻笑 随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谁 你说谁菜 你有种别走 算了 算了 小师弟 别上头 别输不起 咱们以后不赌了 远离万恶之园 拥抱阳光 沈竹心拉着恼羞成怒的杨天白 不断劝慰 杨天白怎么也想不明白 为什么自己以前玩扑克排银 小伙伴的弹珠是最多的 家里从来不缺弹珠跟瓶盖 被小伙伴尊称赌胜 怎么到了这里就失灵了呢 还一把没赢 自己的运气 真的就那么差吗 怎么样 赌胜 你还有钱吗 齐若若走过来 对杨天白说道 若若姐姐 叫我小白就好 赌胜什么的都是虚名 开玩笑的 杨天白谄媚的说道 周围之人也一哄而散 从今天起 赌胜之名威名远扬 靠 玩得那么菜 你就是赌胜吧 去你的 你才赌胜 你全家都赌胜 你敢骂得在当点吗